李树白与李顺自然也都有如此疑惑 当时先皇已经是弥留之计 他所应该做的绝对不是给一个民间医生赐话 而应该是部署自己身后的朝廷大事 所以这才是让人不解的地方 而张伟一自己其实也是一头雾水 因为他是在先皇苏醒之后便赶紧退下来 毕竟他一见民间大夫 怎么可以旁听宫廷大事 宫中存荡也是如此记载 先皇苏醒张伟一退出 未到宫门后面有人赶上 说皇上赶念张大夫妙手 亲自玉笔一符 他大喜过望赶紧朝紫辰殿叩叩拜 又收了绝好的话 一边走一边打开看了一眼 顿时觉得惊恶难言 皇子侠的目光随着他们的低语 落在那幅画上 这样一张莫名其妙的涂鸦 居然会是十年前先皇的一笔 真令人意想不到 想必张伟一第一次看见这幅画时 也是觉得难以置信吧 而十年后 竟然会有三桩 与涂鸦一模一样的案情上演 不得不说是匪备所思 难以捉摸 辞别了恶王李润 他们在浓重夜色中 踏上了归城 你先回府还是去大理寺 嗯 回府 带点吃的去大理寺 周子晴和张行英还在那里呢 回来后 我在枕柳蟹等你 黄子霞顾不上吃饭 到厨房提了食盒 坐王府的马车 奔向大理寺 大理寺少卿 崔纯湛 因为公主的事情 已经赶往公主府 黄子霞一听到这个消息 眼前似乎就看到了 他那种惯常的 仿佛牙痛发作的神情 大理寺成范阳 正当局 看见黄子霞过来 十分客气地与他见礼 脸色至今还是轻的 杨公公 您说这事 可怎么办呢 公主啊 而且还是圣上 最疼爱的童昌公主 居然 就这么在街头被杀了 唉 我们如今呢 只能先等皇上的旨意 再说了 范阳跺脚哀叹 对于衙门的其他事物 完全不在意了 就连黄子霞说 要带着石河去找吕迪翠 都不在乎 直接挥挥手 让他进去了 唉 子晴和那个张行英也在里边 杨公公 尽快进去吧 天色已昏暗 镜室内 只有一个墙洞中 点了一盏油灯 投下悠悠的光 黄子霞站在门口时 只看见低翠和张行英 紧紧靠在一起 那一小团跳动的火光 在他们身上 镀上了淡淡的光滑 他们一动不动 只是盯着那点光 正正发呆 周子芹正蹲在门口 看见他过来 兴奋不已地跳起来 诶 重谷 你来了 太好了太好了 还带了吃的来 我都饿死了 他接过黄子霞手中的石河 兴奋地到里面说 诶 张外哥 阿迪 不管其他的了 吃饭最大 来来来 先吃点东西 周子芹 勤快地设下碗碟 把自己觉得最好吃的两碗菜 先放到低翠和黄子霞的面前 然后又给大家发筷子 魁王府的厨娘 对黄子霞一向很好 给她送的 都是最拿手的菜 可惜四个人 都是食不下宴 黄子霞望着低翠 尽量用温和的语气说 绿姑娘 相信子芹 也和你说过了吧 再度过来 是有些许小事 请你一定要告诉我们 低翠怯切切地站起来 我 我 我没什么可说的 我早上都已经说过了 周子芹见他这样惊慌害怕 赶紧摆手解释 别误会 别误会 张阿哥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你也是我们的朋友嘛 就当聊聊天了 黄子霞见低翠的神情 依然迟疑 便抬手拍一拍张行英的呗 绿姑娘 相信我们 好歹我们呢 会一直站在你这边的 如果是大理寺的人过来的话 我怕你会更受惊吓 听他这样说 张行英赶紧点头 低头安慰低翠 放心吧 杨公公很厉害的 世上没有他破解不了的一案 我相信 只要你一接照实说 杨公公一定可以帮你申援的 低翠抬起头 目光深深地看着他 许久 给他一个勉强 扯了一下唇角的表情 可是 我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我杀了那两个人 对我们说谎 是没有用的 黄子霞打断他的话 目光看向周子芹 周子芹会议 立即说道 吕姑娘 孙赖子的尸体 就是我经手检验的 尸体上的伤口 我记得很清楚 说着 他回身到外面 折了一根树枝给他 那 吕姑娘 你就把我当成孙赖子 给我们示范一下 当时的情景吧 嗯 你说 孙赖子站在门内 于是你就举着刀子 刺了他两下 对吗 对 低翠手中 握着那根树枝 颤声应当 那么当时 你是怎么刺的呢 低翠犹豫着 看着张行英 又看着手中的树枝 但终于 还是举了起来 向着周子芹的胸口 刺了下去 张行英大急 正要阻拦 周子芹 已经眼疾手快地 抓住了他的手腕 将他的手 阻在了半空 呃 伤口略有向下倾斜 我们推断 那个人必定是 趁着孙赖子睡觉时 蹲在矮床前 挥刀刺入的 而不是像你所说 他来开门时 被你刺中 所以 若你坚持说 自己杀了孙赖子 那么请你告诉我们 你是如何在 孙赖子睡觉的时候 潜入他那个 铁龙般的屋子里 杀死他的 又是如何在 门窗都油内 反锁的 那个屋子里 出来的 低翠呆呆地 站在他们面前 无言以对 张行英瞪大眼睛 看着他 颤声问 阿爹 你为什么要说谎 你为什么要谎 称自己是凶手 当然是为了你啊 张二哥 你以为他是杀了 魏西敏和孙赖子的凶手 而他以为你 才是替他报仇 杀了那两个人的凶手 所以 在他发现你 已经成为被怀疑的对象时 甚至也确实影响到 你的前途之后 他选择了牺牲自己 义无反顾地 到大理寺去投案自首 企图顶替你的罪行 保得你的平安 黄紫霞的话 让张行英和低翠 两个人都惊呆了 阿爹 你太傻了 张行英 猛然将他的手抓住 这么大一个男人 又欢喜 又气恼 又悲伤 混在一起 也不知道 是什么表情 你呀 你 现在我们可怎么办呢 黄紫霞看着他们 彼此交握的手 心中欣慰 又难过 只能说到 现在公主死了 吕姑娘当时身在大理寺 静视 绝对没有嫌疑 但之前两个 你已经要招供 一时要保你出来也难 恐怕 你还是要等一等 要到真凶落网时 才能出来了 低翠神情 黯然地点点头 对不起张二哥 我 我竟不信你 不怪你 该怪我瞒着你 你们真是的 搞出这么一场风波 弄得我们现在又得重新走一次 周子芹无奈地摇头 把石盒给拎到外面去 把桌椅整理好 和黄紫霞坐在椅上 张行英和低翠 则并肩坐在 那张空荡荡的矮床上 来 你们是那天 剑伏寺 最近的几个目击者之一 吕姑娘 希望你能先解开心结 将那天的情形 详细地对我们描述一遍 好吗 低翠默然咬住下唇 她的目光 看向张行英 张行英朝她点点头 她才低下头 默然说 可是 那天我一直戴着围帽 外面的情形 其实看不太分明 等到后来张二哥 帮我去检视围帽 我又怕人认出我 所以捂着脸 蹲在地上 我什么也没看到 甚至 甚至连人群中的 魏西敏也没看到 按理说 宦官的红色服饰 在人群中是很显慕的 但我确实没看到 对 当时剑斧寺中 人山人海 魏西敏各自又矮小 淹没在人群中 连我也没有看见他 直到天雷劈下 蜡烛炸开 我看到在地上 打滚的魏西敏 才发现原来 他也在剑斧寺 那么 你们觉得当时 嗯 有没有可能 有人趁机对他下手呢 完全不可能 霹雳炸开 蜡烛 就只需要那么一瞬间 谁能在那一刹那间 反应过来 将人群中的魏西敏拉出来 又刚好撞在火堆上 而且 他身上 是全身都在熄火 并非一两个地方 沾上了烛火 所以 就算他在地上打滚 也没能阻止烛火事 所以 我想 必定是天谦 黄紫霞点头 又若有所思地问 那么 当时你们看清魏西敏了吗 觉得他 有没有什么异常呢 哦 当然 我知道他是害了地催的人 所以在混乱中 还回头看了他好几眼 我看见他 似乎 是被吓傻了 火烧在他身上 应该会很疼 但他一开始 居然还有点迷迷糊糊的 怕在地上呆了一瞬 才惊叫着 在地上打滚 想要压灭自己身上的火 嗯 我也记得 他那种如梦初醒的样子 周紫霞一边记录着 一边歪头 看着黄紫霞 怎么样 是不是越插越向天谦 黄紫霞不知可否 又转而看向低萃 你为什么要将那幅画 拿走荡调 低萃听他提起这事 身躯微微一颤 抬头看了张行英一眼 见张行英脸色无异 依然温柔凝视着他 他才轻咬下唇 滴滴地说 我 我爹找到我了 什么时候 就在 你 你打马球的那一天 我想着 替你做一个骨娄子 所以就到西市去买羊肉 可是 就在经过我爹的店铺时 我 我不由自主地 就往里面看了一眼 明明戴了帽帽 可毕竟是十多年的妇女 吕志源立即认出了他 等他买完羊肉 到张家门口时 觉得有点不对劲 一转身 忽然发现了 郑远远跟着他的父亲 见自己已为他发现 吕志源便干脆走上来 不错 不错 没想到 你不带活着 还找到了落脚处了 他吓得全身发抖 怕被张家发现 自己真实身份 只能哀求父亲 当作没有他这个女儿 赶紧离去 吕志源冷笑道 找到了男人 就想了开我 你对得起我养你十七年吗 我告诉你 要不你给我滚得远远的 别留在京城 给我丢人血严 要不 你就让这家人 给我备下实名聘礼 算是我这么多年来 养育你的报酬 周子芹听着 叹了口气 唉 所以 你就将话拿去 当了十名钱 给了你爹 我 我实在没有办法 我不想离开张二哥 可我也怕他知道 我的过往 我 我还以为 天底下没有一个人 会接纳那样一个 过往不堪的女人 他说着 用颤抖的手 捂住了自己的脸 声音也越来越低 我绝望了 原本我以为 我能滥在那个小院子里 一辈子 那里是我最后的 藏人之处 可我爹 逼我 他要断绝我这辈子 最后的希望 直到我听到 听到张二哥 说起这幅话 直到 他原来还有那样的来历 我便 便把话拿给我爹 说了是先帝玉笔 十分值钱 让他拿了之后 就永远不要再来找我 我爹不信 我就拿着到当铺去 真的当到了十名钱 我把钱交给他 说 以后 吕家没有女儿了 我以后 是张家人了 说到这里 他终于再也说不下去了 只剩下因为激动 而剧烈的喘息 许久许久 他才哽咽的 张二哥 对不住 我 我是个贼 我取了你家最珍贵的东西 不 别说你是为了留在我身边 就算你把家里的东西 全卖掉也好 扔掉也行 都没有任何关系 张行英轻轻握住他的手 我爹大病出狱 我又在外 如今家里全靠你操持 你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了 主人拿东西 不是天经敌意吗 低脆没想到 他会这样说 他呆呆地望着他 脸上只有眼泪 缓缓流下来 张行英轻轻帮他擦去 默默凝视他许久 忍不住 黯然伤神 阿滴 你太傻了 现在 现在可怎么办呢 就是嘛 你看弄成现在这样 真的是有点糟糕呢 周子勤见周围没有其他人 压低了声音 又说道 不过你们也不必担心了 这次公主的死 对于朝廷来说是大不幸 但对于低脆来说 却是大幸 崔少卿这个人 还是比较开明的 只要低脆能对他澄清事实 我们再托几位王爷说说好话 好歹 昭王和恶王都见过你们 只要我们真心诚意哀求 说说话应该是没问题的 至于皇上 我看当今天下 能让皇上改变主意的人 大约也只有魁王了 而魁王 就要靠重骨了 三人袭击的目光 落在皇子侠的身上 皇子侠犹豫了一下 点头 嗯 我尽力 张行英回家 给低脆拿被子和衣服 皇子侠和周子勤 一起走出大理寺 正在讨论着同昌公主 当时是否被挟持 为什么不出声呼叫时 忽见崔臣湛 骑着马回来 跳下马 就兴冲冲地 朝他们喊 紫棋 重骨 你们也在呀 真是太好了 大理寺门口的灯笼通明 崔臣湛身边侍从 手中的火把 也正在熊熊燃烧 他们在明亮的光线中 看见崔臣湛脸上的喜色 顿时两人 都感觉到诧异 互相对望了一眼 还以为崔绍卿 今天肯定是一脸 痛不欲生的模样呢 等到崔臣湛身后 一个肥胖的身影 被拖出来时 黄紫霞和周紫芹 更是恶然了 这位矮矮胖胖 被麻绳一捆 就跟粽子一样 圆滚滚的中年人 不就是那位前老板 前官索吗 前官索一看见他们 立即哀叫出来 郑少爷 杨公公 你们一定得替我作证 我真没杀人 我更不可能杀公主 周紫芹瞪大眼 一脸不敢置信 啊 崔少卿 他是凶手 啊 是啊 我今日奉皇上之命 将公主府中 又翻了一遍 刚好就遇见了 他鬼鬼祟祟 去找公主府厨娘 我们把他逮住一问 他居然说 自己找女儿的 真是骗鬼呢 周紫芹目送者 被拖进去的前官所 诧异地问 他女儿不是公主府的侍女吗 是啊 他口口声声说 什么 自己女儿是公主身边的侍女 还说 自己见过女儿多次 最近女儿一直都没有消息 所以他悄悄到府中打听消息 说谎 也不说个好元上的 让他去指自己要找的女儿啊 他却怎么都找不到 只说女儿的手腕上 有个浅青色的胎记 结果啊 我们问遍了府中上下人等 别说哪个侍女了 就连宦官都算上 也没一个手腕上有胎记的 可是上次我们去他店里查问的时候 他对我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睛的 他女儿还送了他一个金蝉 全身香满珠宝 蹲在碧玉荷叶上 可惊巧了 金蝉 崔臣战一听 顿时眼睛都亮了 是不是那个翠玉荷叶上还有一颗水晶珠子的 每次金蝉一动 水晶珠就像露珠一样会在荷叶上滚来滚去的那样 崔绍兴也见过 当然见过 两年前西域某国进贡的 当时正是元日 我们殿上群臣都看见了 人人赞叹不已 后来他也是同昌公主的嫁妆之一 啊 这下有了 连作案动机都有了 前官所为了谋取一宝金蝉 相继杀害公主府宦官公主 还有一个住在周边的孙赖子 虽然不知道这个孙赖子是怎么牵扯进去的 但我相信啊 只要一用大刑 那矮胖子不得不招 崔臣战说着 迈着轻快的步伐 往大理寺内堂快步走去 一边吩咐身边人 掌灯 升堂 本官要夜神重犯 周子秦瞠目结舌 回头看黄子侠 黄子侠也赶紧往里面走 一边说 还等什么呀 快点去看看崔少卿 准备怎么审案呢 大理寺政堂上灯火通明 三班牙役 执法官员 平市 市政 市里左右 大理寺少卿 亲自审讯 场面十分浩大 因为是皇帝亲典的查案人员 大理寺众人 给黄子侠和周子秦 设了两把椅子 两人坐在一旁 看着前关锁被带上来 跪倒在地 瑟瑟发抖 黄子侠悄悄地问周子秦 哎 对了 现在的大理寺卿是谁啊 怎么从没见他出现在大理寺过呢 周子秦 也不敢置信地眼神看着他 什么 你居然不知道 我哪知道 之前离开京城的时候 大理寺卿是徐公 嗯 但后来又听说 徐公去世了 可是你天天和大理寺卿在一起 居然不知道大理寺卿是谁 黄子侠将手指压在唇上 示意他安静一点 然而一转念之后 连自己也控制不住了 啊 大理寺卿是 魁王 就是啊 你不知道他身间多少个职位吗 他这一声吼得太响 旁边的人都对他们侧目而逝 两人赶紧装作若无其事 低头翻开之前 周子秦做的记录本 崔臣站坐在堂上 颇有官威 一脸肃目地问 下跪何人 小人 小人 小人前官所 在京城看了一家前几车锚店 多年来信誉良好 诚信收法 小人冤枉了 小人绝对没有 本官 问一句 你答一句 崔臣站拍拍京堂木 拿过身边寺政给他拟的条例 一条条问下去 你的车马店 近来是否开设了通下水道的事物 并且与公布通水渠的工艺游往来 是 经大理寺查明 铜昌公主出事之地 旁边就有水渠一口 你当时是否依此为藏身处 在杀人后躲开了官差的搜寻 前官所顿时大惊 语无伦次地大叫出来 旁边没有 没有 没有 小人 小人连公主死了都不知道啊 警察 你第一次进入公主府 是去年整修公主的水道士 你并不懂水道之事 又为何经常跑到公主府 查看宫需进展 小人因为听说 公主府 豪奢华丽 有心来开开眼的 又加上公主身份如此尊贵 我怕自己手下人干活出差时 所以我就常来建宫 小人绝对没有不害致心的 前官所下的摊在地上 更快肥猪油似的 软塌塌一坨惨白色 听说公主府好奢华丽 所以你就盯上了公主府的奇珍异宝 并且与宦官魏西敏勾结 先后成功盗取了库房中的金蝉和九栏柴 是不是 这是从何说起啊 小人和魏西敏只见过一面 小人的金蝉是小人女儿送的 小人压根就没见过九栏柴 既然你和魏西敏只见过一面 却为什么要送他那么贵重的零零香 后来魏西敏曾去你店内找你继续索要香料 然后他当晚就失踪了 第二日死在剑福寺 你说 是不是他助你盗取了金蝉之后 你为了杀人灭口将他烧死在剑福寺 前观所这下涕泪横流 吼口呵呵作响 只忙乱的辩解 不是不是啊 我那个香 我那个香是送给雏娘的 那又为什么许多人都说是魏西敏在用 雏娘是不是你公主府的眼线之一 不是不是不是 雏娘张普是好人 他帮我找到了女儿啊 你口口声声说你在公主府有个女儿 然则府内上下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手腕上 有你所说的胎记 你又如何证明 前观所呆呆地跪在那里 脸上的肉一抖一抖的 就跟抽搐似的 黄子霞觉得他这模样 觉得又可怜又悲苦 不由地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 将脸转开不忍心再看了 可是 可是我真的看到了我女儿啊 她隔着屏风 把手伸给我看了 真的啊 粉红色的胎记 跟小兔子似的 她不是姓儿 那还能是谁啊 我真的见到我女儿了呀 她又像追问又像辩解的话语 被崔臣战的京堂木拍断 前观所 本官问你 你活同为习民 盗取了公主府的珍宝之后 为何又要杀害公主 当时公主在人群中 看见你手中的九栏柴之后 你如何将她杀害 赶快给本官 从事招来 前观所 已经被吓得魂都丢了 翻来覆去 只是摇头 我真的没杀人 我女儿在公主不中的 大理寺平氏 轻咳了一声 犯人证据确凿 逼死不招 崔少星啊 看来不动大刑 他是不肯招人了 拖下去 先杖则二十 崔纯湛说着 抽出一只令签 向着堂下丢去 周子芹跳起来 扑过去 就要抓那只签子 可惜终究还是迟了一步 令签落地 身后牙翼抓住前观所 将他拖了下去 周子芹扑得太快 脚跟绊到身后的椅子 他扑通一声跌倒在地 椅子也应声倒地 周围排列的牙翼们 顿时惊散开 堂上一片混乱 崔纯湛皱眉问 紫芹 你干什么 崔少卿 皇子霞站起来 对他拱手行礼 啊 自然少卿虽已在审理 但皇上 曾让我与紫芹参与此事 所以 有些许事情 想与少卿商量一样 嗯 您看 是否可以借一步说话 崔纯湛听了听 旁边传来的前观所的哀号 又看看堂上 队形散乱的牙翼们 行 我们到后堂来说 让他们先休整一下 三人到后堂坐下 蒲从凤茶完毕 崔纯湛赶紧问 是有什么事 崔少卿真的觉得 前观所是此案真凶吗 以目前来看 他嫌疑很大呀 不是吗 他送了魏西敏那么贵重的香料 魏西敏去找他的当晚失踪 第二日便被烧死了 那个孙赖子必定是同伙 或者是发现了他的罪行 被他杀了 又找个时间 说自己凑巧酒后 发现了尸体 还有 他既然能偷去 公主府库房内的金蝉 必定就能偷去 同在库房的九栏差 而那个九栏差 就是杀害公主的凶器 再加上旁边 还有可供他逃顿的水稻 据说 前几日 他还去那个水稻口 亲自砍人疏通 然而 若说魏西敏的死 是因为和前官所一起盗取金蝉 然后被前官所杀人灭口 但九栏差被盗 又是在魏西敏死后 那时他没有了内应 又如何再度窃取呢 崔晨战皱眉 露出思索的神情 许九 或许 是他提过的那个雏娘 崔少卿 魏西敏是公主身边人 若说他窃取 或许还能有机会 但雏娘日日在膳房之中 连上七云阁的机会都没有 哪有办法窃取九栏差啊 但杨公公不能否认 那个前官所与此案关系重大 尤其是三个案件都关联甚深 啊 还有 驸马出使的那匹马 就是他转手给京城防卫司的 你说 一个人身上有这么多疑点 还有可能是清白的吗 崔晨战叹了口气 又凑近他们 低声说 唉 何况 你也知道 皇上对同昌公主最为疼爱 简直是如珠自欲的宠溺 如今公主死了 别说大理寺 刑部 御士台等三法司 就连京城诸位 两崖师君 谁能脱得了干系 太医已经被当场仗毙了数人 听说皇上要连他们的数百家人都连锁 你说 公主是凶手一击即死的 太医们可不冤枉吗 如今再不给皇上从速抓住犯人 哪个衙门能顶得住这场雷霆震怒啊 黄子侠微微皱眉 周子秦赶紧问 那么以崔少卿看来 吕迪翠和前关锁谁的嫌疑大一些 哎呀 紫紫秦 你说笑呢 跟前关锁一比 吕迪翠那点嫌疑 简直就是不值一提 要不是他自己来投案自首时签了案纵 现在立马释放都可以 吕迪翠 吕迪翠 该煽动的时候啊 我还是会 少卿 吕少卿啊 话音未落 后面有人跑进来 吕迅湛皱眉 看着喜行余色奔进来的大理寺正 问道 怎么回事 刚刚接到消息 斯赖子家下面正有一条水道通过 哦 真的 吕迅湛顿时惊喜地站起来 前关锁知道这条水道吗 知道 就在案发前几日 京城清理水道 前关锁手下的那几个工艺去清理了那边 而且当时前关锁也去现场观看了 啊 真是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证据又多一条 吕迅湛得意地回头 看黄紫霞和周紫芹 你们看 这前关锁果然就是杀人凶手没错了 他借助那条水道 爬到孙赖子那个密不透风的房子中杀了人 又悄悄从水道下去 等到聚集了众人 他再带着人进屋内去 制造了自己不在场的证据 崔大人 孙赖子刚死的时候 我曾去看过现场 他家的地十分平整 看来并没有人从下水道上下的痕迹啊 嗨 所以他才要在那时候 纠结那么多人 前去跟自己一起目击 孙赖子的死啊 因为人多 孙赖子家被翻过的泥地 不就可以被踩平了 淹没证据吗 这人心思如此缜密 真是狡猾之志啊 可是 还是说不通啊 周子晴还想说什么 崔尘湛已经抬手 举住他的话 向着前堂走去 子晴 杨公公 此事 我已大智有数 你们二位 大可不必再操心了 交给我就是 明日 我便能将此案 审查个水落石出了 回到魁王府 夜色已深 但黄子霞 还是先去见了李淑白 将大理寺今日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李淑白听了 不由地失笑 我明日去问问崔尘湛 这个犯人 既然这么缜密狡猾 又怎么会窃取了 公主府的金蝉之后 在官府前去问话时 喜滋滋地拿出来炫耀 但皇上对此事极为关切 此时若能火速结案 各衙闷都能松一口气 由此来说 能迅速推出一个替死鬼 而且还是各个方面疑点 都汇聚一身的替死鬼 也不失为官场中 一个官场的选择 李淑白沉吟不语 许久才说 而且 早日结案的话 你也能早日与我一起 踏上回属之路 对于你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毕竟 有些证据会随着 时间的泯灭而消亡 你要洗血自己的冤屈 还是越快越好 难道王爷爷认为 此案让前官所作替死鬼 是目前最好的结局吗 当然不是 李淑白用手指 轻弹着小红鱼的琉璃瓶 依我看来 最好的结局 应该是找一个 无父无母 又无子女的恶人 天底下这样的人很多 可惜皇上却不会相信 不是吗 前官所 虽然贪财又怯懦 却并不算是坏人呢 可那又怎么样 你总得找个人 向皇上交代 这一次的案件 你和我都心知肚明 先后死去的三个人 魏西敏 孙赖子 同唱公主 有男有女 贵贱不同 但全部与吕迪翠 受辱一事有关 所以这个案件 能签定的协议人 目前看来 协议最大的三个 就是吕迪翠 张行英 吕志源 不管你自欺欺人也好 感情上有惩戒也好 你都不得不承认 最大的协议人 就是张行英 黄子霞被他一口说中 始终压在心上的这一桩事 一时无法反应 许久 他才漠然点头 是 我知道 李树白将目光 从小鱼的身上收回 落在他的面容上 那双锐利的眼 也微微眯了起来 若兴手真的是他 我倒很欣赏 毕竟无论谁 站在他的立场 都不能无动于衷 只是有些人敢想而不敢做 有些人能去做 却不能做得这么好 而这三桩案件 若是张行英做的 我可真对他刮目相看 黄子霞看着他 不加掩饰地赞赏 低声问 那么若真的是他犯案 王爷能保得他性命吗 童昌公主死之前 可以 但如今这样的局面 难说 是啊 杀人偿命 自古皆然 如果本案真的是按照 那幅画尔社局的话 如今三个死者都已对上 你先将本案的千头万绪 全部整理一遍给我看看 黄子霞点头 在旁边小鸡后盘腿坐下 略一思索 斩卷提笔慢慢写着 他的字学的是魏夫人 一笔笔写来 如簪花侍女 清秀雅丽 速度也快 不一会儿便腾写出来 交到他手中 第一 卫习敏之死 天降霹雳 如何不偏不倚 劈中蜡烛 又如何正好将人群中 一个矮小的宦官烧死 若珍惜人为 凶手又如何控制雷电 鱼塘内铁丝与水银 从何而来 是否与本案有关呢 第二 鸡鞠场 驸马坠马 是否人为呢 若是 是否专门针对驸马 如何能让驸马 选中那匹马 又如何对马匹下手 第三 孙赖子之死 如何破解密室困局 那般陋事之中 为何残存凌云香的气息 凶手自何处进入 又自何处逃顿 第四 公主之死 九鸾钗 如何在严密坚守之中被盗 公主被拖入人群之后 应当知道 自己离热闹监视不远 为何不大声呼喊侍从呢 附注 公主府斗寇之死 张家及恶王府的话 必与此案关联重大 写得匆忙了 破解 写成破解了 黄子侠大九 赶紧在那张纸上寻找那个字 第十一行第七字 黄子侠不由地肃然起敬 王爷记性真好 大约所有的东西 您过一下眼 就会永远深刻铭记吧 还好 或者也可以说 你一共写了二百六十六个字 截字 在第一百四十三字 他不敢置信 抓起岸上筒中 半把算朵 丢在桌上 王爷觉得 里面有几根 他扫了一眼 毫不迟疑 四十七 黄子侠一根一根数过 四十七根 王爷 我想请教您一件事 李叔白没说话 只抬眼看着他 嗯 那日在剑福寺 一共有多少人 没数过 他给黄子侠 一个无聊的眼神 但是 您当时在场 以您的眼光 应该是能对 在您面前出现过的人 都有印象的 对吗 嗯 但是在魏心明死后 您说 您之前并没有 在人群中看见过他 李叔白 稍作回忆 或许是身材矮小 他被旁边的人 严实地挡住了 而张行英和吕迪翠 这两个在场的 目击者也说 他们在起火之前 未曾见过魏心明 黄子侠若有所思 眼睛渐渐地明亮起来 按理说 魏心明是他们的仇人 而且穿着那么显眼的 红色宦官服 又近在咫尺 他们应该会一眼 就在人群中看到他的 李叔白见他眼睛 变得那么亮 便反问 这么说 你已经发现端倪了 嗯 我应该呢 已经找到了 剑福寺那桩起火案的 最大关键点了 他一笑 又将自己的手 点在第二件 驸马坠马的案件上 嗯 而由此 对于此案 我也好笑隐约感觉到了原有 李叔白看着他的指尖 凶手动手的时机 你也知道了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只要有了动机 便不再需要下手方法的案件 王爷可记得 我和您提过的 豆蔻烧头 二月初 李叔白自然知道 他指的是什么 沉吟片刻便微微皱眉 皇家对他不薄 他刚刚二十出头 如今已站在高位 放眼朝中 无人能有他这般荣宠了 啊 然而 就算站在了高位 始终一难平 不是吗 李叔白思索片刻 站了起来 明天请王爷 带我去趟公主府 两人同时开口 说的是同一件事 黄子霞愣了一下 不由地微微笑了出来 而李叔白的目光 在他微笑的面容上 停了刹那 默然移开 一言不发 第二天一早 他们过去时 公主府已是一片哀妻肃穆 下人们正撤掉重重罗杖 悬挂起白色帐满 韦宝恒也已脱下锦绣华服 换上了白麻衣 公主索停的阁内 摆满大大小小的冰块 已保住容颜 可如今终究是夏天 恐怕无法长久停放 韦宝恒亲到大门口迎接魁王 韩泪对李叔白说道 亲国夫人说 他早年准备了一句 金丝楠木的光光 愿先让公主成练 如今府中人已经去去了 不然这天气 恐怕 黄子霞的目光 落在静静躺在那里的 童昌公主身上 他已经换了一身 酱紫色蜜枝灰鸟的 剪断衣裳 发际上均压着 已经修复好的九栏钗 妆容整齐 胭脂红韵 酱唇酥润 显得那原本锋利单薄的五官 倒比往日更鲜活美丽些 啊 尸身可有人验过了吗 没有 皇上如此伤身 谁敢替此事 韦宝恒说着 望着童昌公主的尸身 眼泪终于还是掉了下来 那奴婢是否可以查看一下 公公是皇上亲自指定长安的 必定是要看的 皇子霞向她告罪 走到童昌公主身边 李树白与韦宝恒一起避到外面去 她将公主的衣襟解开 仔细查看胸前那个伤口 已经被仔细清洗过的伤口 肌肉微微收缩 伤口显得更加窄小 十分干净利落的一个血洞 对方一击击中 直接刺伤心脏 公主在很短的时间内 便死去了 他们赶到的时候 应该就是公主刚刚被刺中 凶手逃逸之时 然而在那之前 公主被劫持 已经足有半柱箱时间 那么多人 她为什么不大声疾呼呢 那时她与凶手在干什么呢 她又仔细查看了 公主身上其他的地方 确定再没有其余伤痕 才将她的衣服 重新穿戴整齐 不出房门 怎么样 没有其他异样 确实被人刺中心脏而死 伤口是小血洞 与九栏柴相符 她说着 又转而看向李淑白 李淑白会议 对韦宝恒说道 阿韦 我另有事情想要问你 韦宝恒点头 带着他们 往肃微圆而去 就在经过织锦园时 黄子霞停了下来 嗯 请问驸马 何以让我们 进内去看一看吗 韦宝恒望着支锦园 紧闭的大门 脸上浮过一抹惊诧 与悲痛柔和的复杂神情 随即摇头道 这院子公主让人封闭了 属性里面有鬼魂作祟 要十年后 你也才会 然而现在公主已经去世了 不是吗 黄子霞看着大门封条上 同昌公主的印章 然而 这是一个荒气多日的园子 又有传言 我看 韦宝恒看向李淑白 而李淑白却说道 里面芭蕉出墙 水声缠缘 我想必定是动人景致 也想看一看 韦宝恒也不再说什么 让身后人去找钥匙 不一会儿就开了圆门 果然是适合夏日的园子 一开门 便感觉到扑面而来的阴凉 里面是变直的芭蕉 流水蜿蜒地 绕着园中小屑流过 浅浅的水中 长满睡帘昌仆 此时幽闭太久 岸边青草薄发 水上全是浮屏 一片寂静凝固的绿色 这么好的园子 控制太可惜了 李淑白说着 先走了进去 韦宝恒犹豫了一下 终究还是跟着他 踏了进去 李淑白走到水渠边 转头问韦宝恒 同常为什么要将 这个园子封闭啊 因为 因为在前个月 有人在园中落水而死 园中是女吗 是 宫里的 园宝恒见他始终 在询问这个话题 知道自己绕不开去 只能说到 不 是我从家中带来的十年 这小子在我身边伺候着 他做刀寇 刀寇自小陪我长大 他只与我 如母如姿 李淑白看着风 吹开地面浮屏 露出下面清浅的水 他一向在你身边服侍 要怎么忽然在这里 落水身亡呢 书中人说 他是被园中的鬼魂所密 所以才走到这里来的 你明知道 不是这样的 公主已经去世 你想为死者避讳 我亦可以理解 但如今事已至此 皇上又让杨虫谷 彻查此事 有个问题 我们不得不问 还望驸马不要介意 唯宝恒顿时脸色一变 可 可我之间还不知道 豆蔻为什么会死 但你却知道凶手是谁 不是吗 唯宝恒被他一下子 戳破心底的秘密 顿时倒退了一步 正正地看着皇子侠 说不出话来 唯驸马 为了替豆蔻复仇 您自编自演了这场戏 将大家的视线 引到公主府来 目前看来 您成功了 皇子侠看着他 脸上震惊的神情 低叹了一口气 原本我也想不到会是这样 但是很凑巧 如今死了三个人 而这三个案件 仿佛是天谦 以先皇一幅画作为一瓶展开 三幅涂鸦 三个死者 仿佛是十年前 就已经注定的局面 天 天谦 天谦 对 三个案件 目前都让人找不到 杀人的手法 最好的解释 便是借助先皇以比 说那是天谦 或是诅咒 而那幅画之中 并没有驸马您坠马 这件事的存在 所以 虽然是您这个案件 让同常公主心虚害怕 让皇上命我们 关注公主府 调查与公主府 有关的案件 但我经过查找 与比对之后 觉得您的案件 应当是与其他案件 分离的 并无任何关联 韦宝恒 默然看着他 没有辩解 也没有承认 第一 您这专案件 并未出现在 那幅画上 说明那个凶手 一开始就没有 将您考虑在内 第二 从马上坠落 虽然危险 但受伤的概率更大 而您只受了轻伤 与凶手那种 极其文痕准的手法 截然不同 明显不是同一个人 下的手 至于第三吗 黄紫霞凝视着他 轻声叹了口气 您与吕迪翠的悲剧 没有直接关系 从这一点上来说 您是无辜的 不应该被波及 韦宝恒敏唇看着他 许久才问 你为什么认为 那场积居的意外 是我自边自言的 从表面上来看 那场积居发生意外 很难有人为的因素 毕竟 您的马 是自己随便牵的 就算出了意外 也应该只是巧合 或者 是有人无差别的 进行破坏 您碰到 只是因为运气不好而已 然而有一个人 却可以让您 无论选择拿匹马 都能出一点 不大不小的意外 而且您还可以 随时控制 及早防备 不是吗 黄紫霞凝视着他 一字一顿地说道 而那个人 就是您自己 韦宝横锤眼 避开他的目光 转头看着水面上 灵星开放的睡帘 那证据呢 证据 便是那个马掌 那上面的钢钉 是刚刚被撬掉的 如果是在比赛之前 动的手脚 钉子划过的地方 必定已经生锈 或者蒙尘 但那场积居赛中嘛 驸马的马在跑动时 别人自然无法下手 而唯一有机会的 那一段休息的时间 因为魁王那匹敌鳄 所有的马 都归缩在一边 连天水草料的人 都无法靠近 以致使您 无法浑水摸鱼 反倒将其他人的嫌疑 都洗清了 韦宝横十分难看地 抽动嘴角 勉强一笑 反问 你这么说 难道是看到我 对自己的马蹄 做过什么了吗 并不需要刻意动手 因为当时驸马手中 还拿着马球杆呢 驸马对球杆操纵自如 控马极佳 京中无人不知 所以 只需要在马羊底起步 全场内外热烈呼喊的那一瞬 趁着所有人的目光 都在那颗球上 欢呼的声音 压住了一切 您趁着自己的马 人力长私之时 以马球杆斜击扬起的右前蹄 马掌前头 自然便会被击打而掀起 上面的铁钉松脱 马掌立即掀起 等他一奔跑 便会半倒折腿 造成别人对您下手的驾向 韦宝横依然盯着水面 那些无精打采的睡帘 生意虚浮而恍惚 杨广广 你说我故意在酋长上 让自己受伤 是为了什么 因为斗寇 不是吗 黄紫霞站在他的身后 生意平静地 一如方才 我在厨娘窗户内里 听说了斗寇的事情之后 注意到一件事 一个住在驸马您居住的 素威元的侍女 却死在离素威元 颇远的支锦园 而且死后 府中其他人都没有反应 却是一直居住在 另一头清云阁的公主 说这边有人半夜提哭 命人封了支锦园 她的目光 与韦宝横 一起投向清浅的水中 而且 这园子的水池子 这么浅 浅得连荷花都种不下 只能栽种睡帘 一个人要淹死在这里 恐怕也很难吧 所以 大家都说 是被鬼魂所谜 拖下去的 韦宝横终于开了口 语气中 掩不去的疲倦与悲苦 我知道不是这样的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是一个连自己喜欢的人 都保护不了的废物 黄子侠捶下眼 漠然无声 再不说话 我从小就胸无大志 直到长大了也没有什么才华 除了大马丘之外 没有任何的长处 不过比我大十岁 他经常劝我 好歹我的字写得还可以 在这方面练一练也好 于是我就发分了三个月 我只写他的名字 那两个字 那两个字我练得很好 他说着 脸上露出模糊的笑意 他的目光 盯着空中虚无的一点 仿佛看着那时 年少无知的自己一般 珍惜惋惜 我八岁的时候 我爹曾说 要将多口许人 我在地上打快哭闹 局势了三天 我爹您才终于屈服了 我就这样 把这都够二十多个年还 现在想起来 要是那个时候 多够嫁人了 可这辈子一定 比在我身边好多了 李舒白皱眉打断他的话 然泽 你娶了同昌公主 又多悟了一个人 我有什么办法 我只不过是打了一场马球 在场边一个女子 一直看着我 便着挥着球杖 宠她笑了一下 谁知道过了几日 宫中就传来旨意 说皇上 皇上要将同昌公主 下嫁于我 那时我甚至连 汉林院都进不去 可才过了短短一年 我如今已经是光露大夫 葵王爷 或许你一出身就拥有这些 根本就不会在乎 可对于一个普通的男人来说 娶一个妻子 能够拥有锦绣前途 甚至一两年就能够观拜宰相 您能想象这样的事情 有谁会拒绝吗 可你要的太多了 为父马 你将窦寇带到公主府来 置公主于何地 而你明知公主和别人 分享账子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却还要让窦寇涉险 又置窦寇于何地 是 我爹娘也这样说 但是我真的舍不下她 公主发现窦寇的时候 我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她 请她容忍窦寇 她也答应了我 但是一转头 多口就死在了这里 这么浅的池子 又算得失足落水 又怎么会死 唯一的可能 就是被人将头 拌在池子中的淤泥里 活活止息而死 她说到这里 正正地看着水池边的 淋漓青草 喉口耿住 呼吸沉重 再也说不下去了 黄子霞只觉得 自己心绪复杂 也不知 该同情她对窦寇的情谊 还是厌弃 她对同昌公主的悲切 耳边听得 李舒白的声音 一向平静的声音 也带上冰冷的意味 喂 驾马 你明知公主有先天隐疾 在魏西敏惨死 她梦见潘淑妃 讨要九栏差之时 已经发作 却还要雪上加霜 在她身边再度制造 危机重重的奖项 本王倒是怀疑 所谓窦寇魂魄不安 半夜知景元鬼气之事 就是你装神弄鬼 企图击溃公主 为窦寇复仇吧 我只是想吓吓她 并没有想杀她 我真的只是想吓吓她而已 只要我是同昌公主驸马 我就有着无比广阔的前途 可是公主死了 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们说 对我有什么好处 驸马您所做的一切 不仅仅是为了下公主吧 您在马球场上的一番手脚 让本就请示南安的公主 请皇上派人入府调查 而在我们调查此事时 您又故意将一切矛头与线索 指向斗寇的词 您是想窃题发挥吧 唯宝横听着她毫不留情的话 望着织锦园内深深浅浅的绿色 许久终于深吸一口气 公主 是皇上的掌声明珠 天之娇女 个性自然是激烈 她刚发现我跟斗寇的关系的时候 从十分的气囊 但是我苦苦哀求 她见斗寇年纪已大 又知道是一直照顾我长大的 这才心情都放过了 后来 在斗寇死后 我曾经看过府中的账目 我发现她派人 给斗寇在外面找小宅子 只待那边布置好 便要将斗寇送过去 唯宝横说到此时 终于正正地流下泪来 公主 公主实则不是坏人 她性子虽然不好 但她已经着手准备将斗寇送出府了 又何必在这里弄死她呢 李淑白与黄子侠 默然对望 所以 杀死斗寇的人 不是公主 我想并不是她 但肯定是一个 能让公主将此事承拦上身的人 她没有再说什么 但李淑白与黄子侠 都在一瞬间知晓了 她指的人是谁 居锦园内 一片寂静 水风徐来 芭蕉昌仆 绿意袭人 韦宝横的目光 缓缓落在黄子侠的身上 杨光光 你奉命到府中调查之后 不知是否已经发现了 这个精美华丽 居士无双的公主府 原来还隐藏了 许多不为人知 可怕的 黄子侠微皱眉头 将自己多日来 在公主府的剑文 在脑中迅速闪了一遍 我原本骗着自己受伤 只是想闹大这件事 让官府能够进入调查 让我能知道 多哥为什么会死 能将那个 即将登上大明宫 最顶端的人扯下来 但是我没有想到 事情会发生成这个样子 公主 公主也会离我而去 嗯 你知道 爹脆与豆蔻的关系吗 原本不知道 在听说公主看到她 就不舒服之后 我去平息那件事的时候 见过她几面 后来才知道 原来她是豆蔻的外甥女 其实她们只是没眼力 有三四分相思 可是一看到她 却总让我想起豆蔻 我也知道 她想杀孙来子 所以曾经私底下跟着她 想在必要的时候 帮她一把 只是没有想到 会被你们发现 其实我想过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帮她杀了孙来子 就当是为了 她是豆蔻的外甥女 就当是为了 就当是为了她 长得要三分相豆蔻 黄子霞在心里 微微叹了口气 便不再说话 韦宝恒 茫然向李树白行礼 如今公主跟豆蔻都死了 好像连真相也不重要了 如果我跟杨公公有疑问 尽管在府中查看吧 现在 我得去替公主收领了 否则若皇上知道 我没有尽心尽力 定会冷眼他弄的 李树白点了一下头 示意她可以离开了 她直起身子时 又低弱不闻地 轻声说了一句 公主要封闭园子时 我在小萱之中 不小心将一个东西 踢到了狼株下 黄子霞与李树白 都听到了她的声音 但她却如同 自己只是自言自语 转身便离开了 公主府的秘密 不为人知的 可怕的秘密 韦宝横走后 李树白与黄子霞 沿着织锦园 淋水地回廊 慢慢地走到 正中的宣泄 在芭蕉眼映之中 小窗幽虑 被公主 仓促封闭的小园内 一切事物 都落得薄薄一层灰 李树白副手 看着宣外池塘青草 黄子霞跪伏在地上 仔细地检查 每一个廊柱 一直查看到 门盒廊柱后 形成夹角的 一根廊柱之下 阴暗的角落之中 他才发现了 一个小灰团 在灰尘覆盖之下 若不是他这样 仔细地搜寻 几乎无人会觉察 他伸手去拿 入手微软 灰尘覆盖下的是 一个纸团 他慢慢地展开 看见小小的 一幅尖纸上 写着未完的两句诗 人生代代 无穷矣 江月年年 只相似 四字的最后一笔 还未写完 写字的人 便已停下了手 揉过的素白雪浪间 乱飞的灰尘 令这一行字 显得有些模糊 看不真切 黄紫霞的眼前 忽然有东西 一闪而过 那是在周子芹的 帮助下 已经烧成灰烬的 那一片纸灰上 迅速呈现 又迅速消失的 那几个字 或许是因为 那种虚幻模糊的感觉 眼前这行字 与被烧掉的那行字 在他看来 觉得几乎 一模一样的感觉 不是同昌的自己 每年皇帝降诞日 同昌给皇上备礼时 都会亲自写贺受辞 我见过 黄紫霞轻提起 指张一脚 吹去上面的灰尘 明显出自女子之手的 娟秀自己 有一种 久不下笔的艰涩感 显现当时动笔的人 那种迟缓徘徊的心情 李树白转身 往外走去 走吧 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现在就得去找府中人 询问了 身为公主的贴身侍女之一 垂珠自出世之后 就一直跪在公主灵前 几次哭得晕过去 醒来后又继续哭泣 黄紫霞过去时 她的眼睛 已经肿烂得流不出眼泪来了 只呆滞地跪着 黄紫霞在垂珠的身边跪下 给童昌公主焚香行礼之后 看向她的手腕 她身披麻衣 衣袖下露出左手腕 一片凹凸不平的烫伤伤疤 从手腕到手肘 险见当时伤势的严重 垂珠姑娘 你手上的这个伤痕 是怎么回事啊 垂珠默然扯过衣袖 藏起自己的伤疤 垂手不严 旁边一起跪着的落佩 含泪说道 这十几年前 公主因为好奇而玩火 结果差点被火蛇撩到 垂珠当时为了救公主 所以被烧伤了 落佩与坠玉 青碧等人 虽然也是满脸泪痕 但和眼睛红肿的垂珠相比 却还是精神头强多了 旁边几个侍女 随声附和道 嗯嗯 是啊是啊 垂珠对公主真是忠心耿耿 连皇上都夸赞过的 黄子侠以随意地口吻问 啊 说到这个 我忽然想起来了 前日有个姓钱的男人 号称自己的女儿 手腕上有个胎气 就在公主府中 嗯 不知各位可有看见吗 垂珠默然摇头 众人也都说道 我也听说了 那手腕上有胎气的 府中好像真没见到 青碧撇嘴说道 肯定又是来攀亲的嘛 京城谁不想和咱们公主府 沾点亲戴点雇 有家人在这里做事 也够他们出去炫耀一阵子了 清碧 垂珠低声唤道 清碧兴性性闭上嘴 我也没说什么呀 哦 对了 阔原府当然也不错 看来垂珠在公主身边 是女中 俨然举手 难怪公主 也说身边人 唯有她最为得力 垂珠漠然不语 用袖子 遮住自己的手臂 依然静静跪在那里 她的头 埋得那么深 以姿态明示 自己不愿开口 但黄子霞还是问 垂珠姑娘 我想问问 你素质 与贵西敏的关系如何 我们一起在公主身边服侍 十分熟悉 但若说进一步关系 就没有了 毕竟侍女与宦官交往过多 也会惹人闲话 她说到这个 倒让黄子霞又想起一事 啊 听说公主将你许配了他人 不日就要出阁了 垂珠漠然点头 但又摇了摇头 原本定好下半年 对方虽不是什么名门大族 但也在红卢寺任职 是官换之家 若没有公主 我是不可能嫁到这样的好人家的 只是如今 看来希望渺茫了 黄子霞也知道 对方原本就是看公主的权势 所以才愿意娶一个侍女 毕竟宰相门前七品官 同常公主身边的侍女 只要削了奴级 有救主帮衬 那也算是不错的一条裙带 而如今公主已死 一个侍女又怎么能妄想 对方信守承诺 前来迎娶她呢 如今垂珠前路何在 恐怕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了 我想官换之家 毕竟信守承诺 断然不会因此而毁约的 多谢公公良言 她说着 却依旧是愁眉不展 轻蔽在旁叹道 若不是公公帮我们说话 恐怕如今 我们都以罪公主而去了 能活命 已是上天恩德 至于其他的 谁知道是否还有那福分呢 清碧毕竟年少无知 一句话说出来 黄紫霞便看到 垂珠和坠玉的脸色 都越发暗淡 想必心头压制的大石上 又多加了许多重量 洛佩望着香炉中 鸟鸟上升的青烟 茫然地说 可是 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公主作了那个梦之后 一直说潘淑菲要来取走 她的九栏柴 而九栏柴 就那样在 守密颜味的库房内 不翼而飞了 你们说这不是多多怪事吗 明明是公主 亲手锁进去 又是我们几个人 亲手将盒子 放到箱子里去 亲手取出来的 怎么就不翼而飞 最后出现在平康房 将公主刺死了呢 罗佩 你别说了 别说了呀 他们的声音 淹没在周围的诵经声 与哭泣声之中 就像无声无息 消失在重锁之中的 九栏柴般 黄子霞只能在心里 漠然叹了口气 再朝着他们 行礼辞别 站起来 走了出去 公主一死 公主府中一片大乱 相比之下 驸马家中带来的人 相对比较淡定 毕竟 他们是有地方 可回去的人 所以 黄子霞到膳房时 厨娘昌仆 依然坐在那里 制定着明日的膳食 只是脸上 蒙了一层忧愁 杨公公 他看见黄子霞到来 自嘲地拍了拍 手中的册子 无论如何 府里这么多人 总是要吃饭的 对不对 黄子霞示意他继续 然后在他对面坐下 啊 只是想请教您 几句话而已 公公请问 他散盘打得 琵琶响 斧头一向向 对照着册子上的条目 紧抿着唇 前官所被大理寺 关押起来了 姑姑知道吗 昌仆的手停了停 是 我知道 昨天晚上 他来找我打听女儿的事情 刚好被大理寺的人发现了 我是眼看着他被带走的 嗯 听说呢 他口口声声 号称自己的女儿在公主府 甚至还拿出了一个金蝉 但府中 却找不到他女儿的踪迹 黄子霞凝视着他 昌仆脸上最细微的表情 也逃不过他的目光 我曾记得姑姑对我说过 前老板的女儿 是垂珠 昌仆却十分从容 甚至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 依旧不紧不慢地 打着自己的算盘 是啊 昨天晚上我知道的时候 也吓了一大跳呢 原来垂珠并不是他的女儿 他女儿的手腕上 不是伤疤 而是胎记 我一直都弄错了 原来是您弄错了吗 是啊 一开始因为前老板说 女儿手腕上有个印记 我发现垂珠的手上有个痕迹 以为就是他了 就提了一下这件事 至于后来垂珠 有没有约他见面 我却不知道 你也知道 我整日待在膳房这边 事情又忙 哪有时间过问这个 后来前老板拿了 零零香感谢我 我还在心里想 果然是垂珠呢 昌仆说到这儿 终于叹了一口气 将手按在算盘上 可他被大理寺 抓住盘问的时候 却说女儿的手上 是一块粉青色的胎记 结果查遍了 整个公主府也没有查到 我后来悄悄问了垂珠 垂珠发誓 说绝对不是自己 公主身边几个侍女 也说垂珠 绝对不可能私下去 见前老板 你说这不是怪事吗 到底前老板 有没有找到女儿 他偷偷见的人是谁呀 难道真像大理寺说的 他根本就是假借寻找女儿 其实是与卫星敏勾结 盗取公主府的财物 黄子霞细细观察着他的表情 所以呢 姑姑对于此事 毫不知情 毫无关系 对吗 当然了 不然 难道杨公公怀疑我吗 昌仆 按住自己的胸口 惊诧地看着他 有点黄疾 杨公公 公主住的地方 我可是从来没有去过 那个什么九栏差和金蝉 我也从未见过呀 就连公主 我虽然是王府的 可毕竟是善房的人 我难得见公主一面 是 我相信 我相信姑姑和此案毫无关系 我绝对相信姑姑您的清白 黄子霞凝望着他 目光灼灼 仿佛能洞穿他的心口 善儿 我不相信的是 您说您不知道 乾官所见的女儿是谁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黄子霞不言不语 只玩味地看着他的反应 昌仆在他这样的神情面前 终于受不了了 他跌坐在矮凳上 以手扶额 难难道 我不能说 我真的不能说 他脸上的表情 不但有惊恐惶惑 还有那般坚定决绝 仿佛就算自己死了 就算粉身碎骨 他也要将这个秘密 吞到肚子里去 黄子霞知道自己 大约无法撬开他的口 便轻叹一口气 无所谓 我已经知道 那个女儿是谁了 仿佛看见他站起身 毫不迟疑地走出门口 他反倒忍不住了 站起来 亮腔地追到门口 扶着门框问 你 你知道是谁 你说呢 黄子霞回头 朝昌仆笑一笑 夏日的阳光 在他周身头下 赤裂的光影 让他的面容 看起来略显恍惚 而他的声音 平静而坚定 带着不容质疑的力量 在这个公主府中 还能有谁 黄子霞走出公主府 向着魁王府的马车走去 他看见 站在马车前的两个人 一个是 较然如玉树临风的 魁王李淑白 而另一个 是灿然若明珠生韵的 奇乐郡主 他的脚步 不由地缓了缓 在心里揣测着 自己是不是应该走过去 走过去 打扰这两个人之间的 这种气氛 好不好呢 寒笑仰望李淑白的 奇乐郡主 双颊淡淡蕴红 树荫下 清风徐来 掠起他的 一丝两丝鬓发 在凝望的双眸边 如雾般萦绕 看起来 再动人不过 这个注定 无法在世上 活太久的郡主 再怎么搅好的颜色 也很快就要退却了 所以 在他面前的李淑白 用了格外怜惜的 目光望着他 那一直沉郁的面容 此时也显露出 一丝温柔来 黄紫霞默然退后两步 在公主府照避之后的 阴凉中坐下 头顶的石榴树 已经结出 婴儿拳头大的果实 枝条被压得太低 竟有一个挂到了 她的面前 她抬起手 轻轻握住一个 看着发了一会儿呆 极乐郡主 还有铜昌公主 这些身份高贵的女子 生长在世间 最繁华锦绣的地方 就像一束灼灼的花 开了落了 却终究无法结出果实来 不幸的三个女子 华年早逝的铜昌公主 幼年被生父卖掉的 姓儿 还有承受了世间 最大屈辱的低脆 三个女子 有三个不同的父亲 从小将天下 最美好的一切 捧到铜昌公主 面前的皇帝 就算迁怒杀了太医 连坐数百人 终究救不回 被九栏柴赐死的女儿 在最艰难时 将姓儿卖掉 并借此发家的前观索 多年后 终于寻得女儿踪迹 却没听到她 叫自己一声父亲 就已身陷淋雨 做梦都想有个儿子 并且在女儿低脆 最凄惨时 将他赶出了家门的吕志源 宁可孤独终老 也要守着 卖女儿的钱过下去 死者也有三个人 身份各不相同 若说唯一的关联 那就是 全都是加害吕低脆的人 最令人费解的一个死者 是同昌公主 她虽然下令责罚低脆 但并未诚心 让低脆遭此横祸 更不是直接加害人 然而凶手 却一反前两次严密的布局 在大庭广众之下 直接置公主于死地 看起来倒像公主 才是她最恨的人似的 她想着 不知不觉 已经拔下那只玉簪 在自己做的青石板上 画了起来 三个父亲 三个女儿 驸马 张行英 孙赖子 魏喜敏 斗寇 在画什么 有声音 在她身后响起 她抬头看见 在她面前 微微俯身的李淑白 炽烈日光下 树荫微绿 笼罩在他们身上 她的面容 在黄子霞面前 不过咫尺 深潭般的目光 让黄子霞瞬间觉得 自己要淹没在 那种幽黑之中 她将簪子 插回银簪之中 勉强避开 李淑白的目光 刚刚看见你 和齐勒郡主在说话 不敢过去打扰 所以就在这里 理一理案子的头绪 李淑白看了她一眼 在她身旁坐下 齐勒是来拜计通娼的 我们凑巧遇到 郡主看来 气色不错 最近她身体 应该还可以吧 我知道 或许同娼的死 会让她司机自身 更加难过吧 她说着 漫不经心地 抬手拈起一枚 小小的石榴 在眼前端下 转移了话题 你刚刚理出什么头绪了 我记得 公主的酒栏差被盗的时候 王爷带我去探病 在她的床前柜子上 王爷曾经饶有兴趣地 看着一只小瓷狗 是有这么回事 她松开手 任凭那颗石榴 在他们面前缓缓摇动 因为 我记得 同娼六七岁时 曾经被一个打碎的瓷盘 割破了手指 皇上因此下令说 同娼宫中 不许再出现 陶瓷的东西 直到她下架了 维宝衡 入住公主府 她身边也多是金银器 可她身边 居然有个小瓷狗 而且那模样 似乎就是市场上 随处可见的东西 这种东西 出现在 富丽华美的公主府中 你不觉得奇怪吗 黄子霞默然点头 嗯 那我们 是否可以拿过来看看 走吧 七云阁中 空无一人 公主所有的东西 都已经被封存 阁内只剩下控制的床 与紧锁的柜子 同娼公主的近身宦官 邓春敏 领着他们进去 李叔摆走到床头的小柜边 让邓春敏 把抽屉打开 里面放着许多 零七岁八的小玩意儿 蔷薇水 香薰球 盘木盒等等 因日常侍女们经常打理 虽然东西多 却纹丝不乱 一件件在抽屉内 摆放得整整齐齐的 只在右边 多了一个拳头大的空档 刚好足以容纳 一只小瓷狗 邓春敏见他们 没找到要找的东西 便说 也有东西被打包 送到旁边库房了 我带王爷去看看 酒栏拆离奇消失的 那个库房中 依然是门窗紧闭 一种外界全部被屏蔽的 阴凉雨蒙尘感 一排排架子上 放着盒子和小箱子 也有被布蒙好的东西 远远看去 盈盈绰绰 就仿佛一个个奇怪的黑影 蹲在架子上一般 那 这两箱子 是公主日常用的东西 都放在这里了 邓春敏 又拿出钥匙 开了两个箱子 黄子霞掀起箱盖 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 怎么了 他轻拍了一下箱盖 抬头望着李树白 哦 王爷可想到什么了 李树白看着他 搭在箱盖上的手 微皱双眉 你是指 九栏钗莫名消失的那件事 黄子霞点头 又立即查看箱子周围 发现四周 所有最下一层的箱子 都是放置在青砖地上 唯有旁边放九栏钗的 那个空箱子 下面铺设着些许布条 似乎是怕受到震荡 李树白扫了一眼 嗯 先看看里面 若没有那只小刺狗的话 大约就可以肯定了 他们相处日久 不需要说其余的话 便已经知道彼此的意思 黄子霞将那两口箱子内的东西 翻了一遍 确实没找到那只小刺狗 两人站起 走到库房外 又回到七云阁内 看着床头抽屉内 那个少了一块东西的地方 嗯 刚好容得下那只小刺狗 不是吗 黄子霞比了一下大小 李树白点头 环顾四周 而要让它消失 也很简单 两人不怨而同地 向窗边走去 看向下面 高台之下 荷花花依然在下面怒放 一团团如同丝绒铺地 走吧 顺着台阶走下高台 在七云阁窗口的正下面 他们沿着台积查看过去 很快便发现了 小小一堆荷花树的落花与落叶 仿佛不注意看的话 还以为是凑巧被风聚拢在一处了 黄子霞拿起一根树枝 剥开那堆花叶 看见下面是被人踩进草地的 一堆碎瓷片 素有洁癖的魁王李树白 站在旁边袖手旁观 黄子霞小心翼翼地 将碎瓷片挖出来 大大小小二十八片 他一一装在手绢内放入袖中 眼看天色已经到了五十 回城的车上李树白发话 去把子芹叫来 一起去坠井楼吃饭 黄子霞赶紧对车夫阿远博说了一声 去周侍郎府 李树白纸纸下面的柜子 里面那两个头骨还放着 不能还给子芹 她要是把头骨全部复原了 可能会发现死者和王皇后长得很像 可是如果不还给王皇后 那又到底该放到哪去呢 自寻麻烦 黄子霞缩着头不敢看她 点头认错 是 奴婢知错 奴婢爱管闲事 奴婢无事生非 那么以王爷来看 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去郊外随便找块荒地 挖个坑埋了 黄子霞默默地把脸转向窗外 准备假装自己没听到她说的话 马车的帘子随着行走 缓缓地飘动 她看到外面已经到了周子芹家 她跳下马车 跑到门口呼唤门房 虞书 你家小少爷今天在吗 哎呀 杨公公啊 真是巧了 我家小少爷今天都走到门口了 想了想又说怕你来了找不到他 于是转头又回到自己院子去了 哦 那就麻烦于书了 帮我叫一下你们家小少爷 就说王爷等他一起去吃饭呢 哦 好的 马上 于书立即一溜烟就往里面去了 黄子霞站在他家门头的女真子树下 等了一会儿 头顶的花朵开得富裕浓密 成千上万的细小花朵压得枝条滴滴的 黄子霞忍不住 抬手想要碰一碰 却发现最低的花朵自己也够不着 只能站在树下默然凝视着 黄子霞身后有人伸手过来 将他想碰而碰不到的那只花折下 递到他面前 他愕然回头 看见王运手持着那只开得正好的花朵 微笑着站在他的身后 刚刚在街上看到魁王的车过来了 又见你下来 就过来打声招呼 那只花一直在他的面前 散发着浓郁的几乎令人眩晕的香气 他不知不觉地抬手接过 你已经到御灵军了吗 今天第一天 京城这么大 居然第一天巡逻就遇到你了 也是缘分 他微笑着 舒缓从容 我本来还以为 你晚上出来查案比较多 是啊 还是会经常晚上出来吧 现在你离开了 希望防卫司的兄弟们 也能对我网开一面 别人不说 张行英肯定会亲自护送你 他笑着 转头又隔窗 向李叔白打招呼 王爷 李叔白向他点头致议 在御灵军还好 很好 与防卫司一样 他笑道 云淡风轻 黄紫霞手中握着那只女真子花 觉得心口暗暗 暗暗涌起一股愧疚的情绪 毕竟 原本在防卫司 春风得意的王运 如今调到处处撤走的御灵军 正是因为他一力揭发了王皇后的真实身份 才让皇帝 找到了制约王家的机会 他将那只女真子放入袖中 对王运说 稍等 然后便上车 拿出了那个袋子 交到王运的手中 这个 若有机会 你看是不是能送到小尸手中 王运一入手 便感觉到是什么东西 他踪踪对那两个头骨 瞥了一眼 然后便放到了 自己骑来的马背上 哪里来的 别问了 总之 我想好歹有个全尸 其实我也一直追悔 他的死 与我总脱不开关系 王运说着 目光落在他低垂的面容上 停了许久 多谢你了 谢什么呀 身后有人跳出来 笑问 这种神出鬼没的出场 当然就是周子琴了 他今天穿着青莲子 配鹅儿黄的衣服 一如既往鲜亮的刺眼 一手搭在王运壁上 一手搭在黄子霞的肩上 周子琴眉飞色舞 来来来 让我也知道一下 你们之间的恩怨 黄子霞迅速甩开他的手 王运也在瞬间 将周子琴的那条胳膊 拉了过去 两人简直是配合默契 让隔窗看着他们的李淑白 都微微挑眉 眼中蒙上了一层复杂的意味 王都尉送了我一枝花 我回赠了他一点东西 运之 你也别回衙门了 一起去这间楼吧 就是嘛 御林军那边的饭 简直是难吃到令人发指 京城倒数前五 于是王运骑马随行 周子琴上了马车 几个人往坠锦楼而去 重国 你跟我说说 回赠的什么东西啊 投之以桃 报之以礼 他送你的诗花 那你一定也是回赠 什么很疯压的东西了 一路上 周子琴简直是过躁极了 不停地打听 黄子霞才不想告诉他 那风雅的回赠 就是他那两个头骨呢 得不到黄子霞的回答 就郁闷地撅起嘴 靠在车壁上 瞪着黄子霞手中的 那只女真子 真是的 这花还是我家门口折的吧 这算什么 借花献佛 李叔白目光 看着外面流逝的街景 你又怎知 洋虫骨不是借花献佛呢 浑然不知自己 被人借了两次花的周子琴 一听这话 反倒开心起来了 啊 难道说 重骨给王运的回礼 是王爷这边拿的 这两人真是小家 送来送去 送的都是别人的东西 可惜他的挑拨 毫无用处 早已熟知他性格的 李叔白和黄子霞 都把目光投向窗外 假装没听到 一路上简直憋坏的周子琴 到坠井楼点了一堆菜 还是没恢复元气 趴在桌上等菜时 苦着一张脸 十足被遗弃的小狗模样 黄子霞也不哄他 让伙计打了一盆清水过来 然后讨了些鱼胶和糯米粉混合 弄成粘稠的半固体 周子琴趴在桌上 看着他有气无力地问 啊 重谷 你干嘛 黄子霞将袖中的碎瓷片拿出来 倒在水盆中 小心地一片片清洗起来 王韵也站起来去帮忙 小心割到手指 李叔白在旁边 冷眼旁观 并不动手 也不说话 周子琴则来了精神 抓了一片洗干净 看着 这是什么 公主府中发现了一个碎瓷器 你猜是什么 黄子霞一片片洗净 扑在桌上 周子琴手中拿着的 正是小狗的耳朵 他翻来覆去看着 好像是一个瓷质的小玩意儿 小猫还是小狗之类的 应该是只狗 说着 他将洗净的碎瓷片 依次粘好 周子琴顿时忘记了沮丧 帮他拼凑寻找着瓷片 当一个完整的小瓷狗出现时 伙计刚好开始上菜 四人对着那只小瓷狗吃完饭 鱼胶已经干了 整只小狗沾得十分严密 周子琴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研究了一下 然后肯定地说 这东西要买还真有点难 王月也拿过去看了看 不就是个普通的小瓷狗吗 我小时候似乎也玩过 怎么会难买呀 王月在宫里长大 我就不问了 那 冲果 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种小瓷狗 似乎也有印象 小时候应该见过 对 这种小瓷狗 十年前 在我们小时候简直是风靡一时 但是近年来已经很少见了 别的不说 如今我几个哥哥的孩子 都没有这种东西 而且 这种瓷的东西 动不动就被孩子磕坏碰坏 我敢保证 这种东西现在肯定已经很稀少了 这种小瓷狗 多的是 你要多少我有多少 西市专营小玩意儿的小店铺内 老板一开口 就给了周子芹一个巨大的打击 不过周子芹的脸皮 非比寻常 一下子 就把这事丢到了九霄云外 兴致勃勃地 跟着老板进库房去 帮他搬出了 一大箱这种小瓷狗出来 老板打开箱子 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小瓷狗 分上中下三层 足有七八十个 第一层 已经缺少了几个 并未放满 黄子霞蹲下来 发现所有的小狗 几乎都落了灰尘 唯有第二层 一只小狗顶上 没有灰尘 他抬手将它取了出来 放在手里看着 以便问 老板 这种十年前的陈货 你还不扔掉 难道还有人买吗 是啊 十年前江南那边运来的 京城很流行啊 但后来不实际了 那家词药也倒闭了 这东西就压根没人要了 不过出来也凑强 上个月还有人来问 我找了找 居然还积压着一家 就又拿出来了 这东西 现在大约整个京城 就我这边还在卖了 这不 除了上月卖的那一个之外 之后就只有你来问了 那上个月来买的是谁啊 难道是像我们这个岁数的 要买一个小时候的玩具 老板笑哈哈的 接过周子晴给他的钱 哪儿啊 就是车马店的那个老板 钱管锁嘛 四五十岁的人了 还来买这种东西 你说好笑不 周子晴转脸 对着黄子霞 用口行说 又是他 黄子霞点了下头 也用口行说 嗯 果然呢 周子晴又郁闷了 啊 你早就知道了 又不告诉我 这不是第一个 告诉你了吗 黄子霞和他一起 走出那家店时 安慰他 周子晴 顿时爬出了沮丧的谷底 他开心地捧着小子狗 回到坠井楼 放在他们面前 那 猜猜看 谁在那家店里 买过小子狗 李淑白眼都不抬 钱管锁 周子晴被这三个字 又打落回谷底 他含泪回头 看着黄子霞 你 你不是说第一个告诉我的吗 他自己猜的呀 黄子霞摊开手 表示无能为力 可是 可是就算前官所最近买了一个小子狗 也不能说公主腐碎掉的这只 就和他们的那只有关呢 何况 小子狗和公主这个案件 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极大关系了 可以说呢 公主的死 就靠这只小子狗了 黄子霞说着 小心翼翼地包好两个小子狗 王韵在旁边看着他忙碌 含笑开口问 重谷 上次你们连夜去调查的那个孙赖子案件 现在又进展得怎么样了 那样子啊 没有进展啊 周子芹趴在桌上 无精打采地说 大理司决定 以前官所借助修理管道便利 从下水道钻出杀人来解案 但此案还是有大堆疑点无法解释 比如说我当时闻到零零香吗 嗯 当然 什么零零香 王韵解释道 啊 当晚我在街上巡逻时遇到他们查案 便也一起进去看了看 现场其余的我倒是不懂 但零零香的气味 我是能辨识的 王爷也知道我对于此道略知一二 你是京城香道第一人 若说略知一二 那谁敢说登门入室啊 李叔白示意他不必自谦 又问 孙赖子家中果然有零零香的气味 是啊 在那样的地方闻到 我也十分诧异 不过混合了各种气味的零零香 十分之难闻 至今令我难忘就是了 王韵想到当时 那种令人作呕的气味 苦笑的 周子晴问黄子霞 你看我们是否应该再去一趟孙赖子家 目前这三桩案件中 我唯一还有疑问的也便是这个了 只要揭开孙赖子 为何能在这样严密防守的家中被杀的原因 我相信本案就可以结束了 李叔白又想起一事 杨虫谷 你拿魁王府的令信 去把绿迪翠报出来 黄子霞讶异地看着他 感激地点头 是 如今前官所才是最大的嫌疑人 迪翠虽然与前两岸有设 但大理寺的注意力早已不在他的身上 如今有魁王 为这样一个平民女子出面作宝 何况李叔白还身兼大理寺卿 先回家再等候审理时传唤 自然没有问题 唉 低罪真是的 等此案完结的时候 他保准有个混淆案件的罪名 到时候 杖则绝对免不了 这怕什么 到时候王爷对崔少卿说句话 他对管杖则的人使个眼色不就过去了 唉 我这么正直的人 哪懂得你们这种手段呢 周子芹拍着脑袋哀叹 王运见黄子霞已经走到门口 便站起来说 啊 我也正要回御林军去了 与杨公公顺路 便一起走吧 唉 我也去我也去 我得赶紧去讨好低粹 他做的菜实在太好吃了 三个人一起下楼去 只剩下李淑白 一个人站起来 到窗边 朝下看了看 兴奋的周子芹 在黄子霞的左手边 跳来跳去 不断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 王运在黄子霞的右手边走着 偶尔侧过脸 看一看他 脸上带着惯常的笑容 李淑白站在那里 目送着他们出了西市 盛夏的日光下 整个长安都焕发出一种刺目的白光 令他的眼睛觉得不适 景玉和景佑站在他身后 两人都不知他为什么忽然转过身来 再也不看外面一眼 在西市门口商量了一下之后 三人决定兵分两路 周子芹跑去普宁方告诉张行英这个好消息 王运与黄子霞先去大理寺 黄子霞对王运说了声 我先到旁边看看 便特地拐到吕市乡竹铺 看了一眼 吕老头依旧在店后面 他又制作了一只巨竹 与被炸掉的那只一模一样 只是还未绘好花纹与颜色 黄子霞在旁边看着他 也不进去 也不说话 只冷静地看着他 他年纪已经大了 六十来岁的老人 鱼捋着腰 眯起已经浑浊的眼睛 专心聚聚地 绘制上面的龙凤与花朵 这么热的天气 他手上一个铁盆 里面分隔开数个格子 分别成着各种颜色的蜡 因怕腊凝固 他还时不时贴近旁边的火炉 在火上将腊叶烤一烤 热气蒸腾而上 他满身大汗 穿的一件褐色短衣 全部湿透了 却依然认真的贴着蜡烛画着 一丝不苟 近乎前程 王运看着他 又看着黄子霞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在想 迪翠今日出狱 要不要告诉他父亲一声 父女相聚 天经地义不是吗 黄子霞便与他 一起进了殿中 对着吕志源说道 吕老丈 吕志源眯起眼 看了看他 也不知认出他了没有 口中只含糊不清地说 是你啊 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的女儿吕迪翠 今日要从大理寺出来了 你要过去看她吗 吕志源手停了一下 又去画自己的蜡烛去了 出来了 出来就好了 差点以为他要连累我呢 黄子霞知道这老头脾气 也不再说话 只站在殿后 那只巨竹前看了看 快完工了呀 吕志源压根没理他 他对阉人不屑一顾 王运则看着殿内 另一对花竹 重谷 你来看看 那对花竹有一尺来高 造型奇特 一只如龙 一只如凤 每片鳞片和羽毛的颜色 都各不相同 光红色 就有深红浅红 单红归红 胭脂红等各色 老头调出的各种颜色 简直令人赞叹 而他雕的蜡烛形状 更是绝妙 这对龙凤栩栩如生 气韵流动 龙凤的头上 各顶着一根竹心 在蜡烛上 还装饰着 无数铜片质的花叶 灵的 在这阴暗的殿内 简直五光石色 流光溢彩 让人想见 这对花竹点燃后 该如何光彩夺墨 王运见着花竹这么精巧 便回头问 老板 你这蜡烛卖吗 不卖 王运脾气甚好 碰一鼻子灰 也只能笑笑 这东西往店里一摆 就是最好的招牌 他们往外面走去 清风吹来 那蜡烛上的铃铛轻晃 花叶铜片 香蕉敲响 声音清脆 如鲜月入耳 黄紫霞不自觉地 又回头看了那对花竹一眼 王运站在他身旁 忽然低声说 你若是喜欢的话 以后我们成亲时 也可以让他做一对这样的花竹 黄紫霞为言 只觉得心口 猛地腾起一股 混杂着窘迫惊恶的热潮 让他的脸顿时通红 那通红中 却又夹杂着一种冰凉如针的尖锐刺头 直刺入他的四肢 让他身体连动都不能动 王运瞧着他身体僵硬的模样 便笑了笑 那笑意是勉强而又包容的 他的声音也是温柔一如既往 当然是开玩笑的 那还要等你家的案件真相大白呢 是不是 他也不知道自己该点头还是摇头 面前这个人 明知道他黄紫霞的名声 已经如此败坏 有关于他的传言中 总有一个雨轩的存在 可他却刻意忽略了 许久许久 黄紫霞才用干涩的喉音应道 是啊 等我家的冤案 真相大白的时候 仿佛被自己的话提醒 他在这一刻 仿佛猛然清醒过来 黄紫霞 在你父母亲人去世的那一刻起 你不是就已经发过了誓 这尘世的一切 永远不能再影响到你 你将抛弃所有的温柔缠绵 斩断全部牵绊挂念 只为了父母的血仇而活吗 雨轩 王运 都不是他目前需要考虑的东西 所以他抬头 朝着王运笑了笑 声音略带沙哑 但语气十分平静 王都尉开玩笑呢 我一个王府宦官 这辈子 能与谁成亲啊 王运争愣了一下 然后也自嘲地笑了出来 对 是我不该开这样的玩笑 他们离开了香烛铺 又到不远处的前世车马店 看了看 车马店的掌柜 一看见王运 赶紧迎出来 哎哟 王都尉 今天大家光临 实在有失远迎了 前世车马店 与京城防卫司 做过几桩大买卖 自然是熟悉的 几个人 将他们迎进店内 煮茶水 弄果子一阵忙 哦 只是路过看看而已 不用忙了 哎呀 王都尉 真是对不住啊 您看我们前老板这一进去 我们店内 真是不知怎么办才好啊 掌柜正说着 后面前夫人 和三个孩子也赶来了 哭天抹泪的 跪倒在地 求王运帮忙 王运一向温和有动 见他们这样闹活哄的 也不觉苦笑 哼 这事我可说不上话 你们若要深渊 去大理寺吧 这位 这位官差 是上次来找过老爷的 据说是大理寺的 无从闻言 赶紧指着 黄子侠 对前夫人和掌柜说 于是一家老小 又向着黄子侠求情 前夫人 哭得最凶 我们老爷 真是好人啊 日常最谨慎 怕是不过的 怎么可能会去杀人 黄子侠赶紧扶起前夫人 其实我过来 也是有事相寻 不知你们可知道 当日给孙赖子修缮房屋的 是哪位管事 这修缮房屋的账目 在旁边一家门面 我马上去找 看个哪天 究竟是谁过去的 若方便的话 找到他后 便立即去大宁房 孙赖子家 我有些许小事 办完便过去等他 黄子侠说着 想了想又说 将那个通下水道的 张六也喊上 是是 一定尽快就过去 两番折腾 等黄子侠与王运 到了大理寺时 周子晴和张行英 已经在等他了 张行英怀中 抱着个小孩子 身后站着两个陌生男女 他们是我大哥大嫂 刚好带着孩子在我家 听说接阿弟回家 所以 他们都一起来了 张行英的哥哥 叫张行伟 与弟弟一样身材高大 他和妻子 只拘谨地笑道 阿弟是我们家人 今天接他出来 是喜事 当然要来的 是啊 要不是张老爷子 刚刚痊愈 被我们劝阻了 不然他也要过来呢 黄子侠见张家人 这样诚心实意地 对低萃 心中也觉得宽慰 大家稍等 我进去 接阿弟出来 难得今天崔纯战 居然还没走 而且看起来心情还不错 一看见黄子侠 就笑着打招呼 杨公公 又在为王爷奔走啊 黄子侠赶紧行礼 又将魁王府的令信 取出城上 王爷说 此案 既然已经另有 更重大的一范 而吕迪翠 在公主轰事时 绝对没有作案可能 事宜 让我来与少卿商量 是否先让吕姑娘 回家后审 否则大理寺静事中 老是留着一个姑娘 似乎也不妥 哦 这事啊 简单 崔纯战 让身旁的知识 取过一张单子 让黄子侠填了 然后便亲自 带着他前去提人 黄子侠 一路走过空荡荡的 其余几件静事 诶 不知前官所 现在在哪里啊 他呀 已经转到刑部大牢了 人证物证俱在 他今天上午招供了 招供了 是啊 招了 崔纯战见他 直盯着自己 那双轻战的眼睛 仿佛能在片刻间 洞悉一切 他不觉心虚地 避开黄子侠的眼 压低声音说 杨公公 这案子 已经结了 这么快就破案 而且证据确凿 皇上与郭淑妃 也都深信不疑 大理寺立了大功 刑部也能交代 你说 这不是最好的结局吗 黄子侠 站在静事 阴暗的屋檐下 沉默许久 前关锁 怎么招的 怎么招的 公公 你还不知道吗 崔纯战眼瞧着 眼下光秃秃的青砖地 无奈地叹了口气 刑部派了个 最有手段的令使过来 带了一整套工具 据说 他刑讯过一百二十多人 没有一个不招的 前关锁也 也逃不过呀 公主的死 他也认了 认了 昨天下午认了孙赖子 晚上认了魏西敏 到今日凌晨 画牙招任 自己杀了公主 黄子侠只觉得胸口微凉 只能木然说道 果然好手段 暗宗已经祸速腾昌好 上称皇上了 估计这会儿宫里 就会把皇上的旨意 传回来了 原来他今日用过午膳后 还不回家 是为了等这个 黄子侠默然 身后铁链声响 依翠已经被带了出来 他在静视中待了几天 颇为憔悴恍惚 抬眼看见黄子侠时 勉强朝他点了下头 吕地翠 今日有魁王府作宝 你保释至浦宁房 直到本案完结之前 你不得离开浦宁房 如大理寺与刑部有需要 随传随到 明白吗 是 明白 黄子侠帮滴翠 将张行英送来的铺盖 卷好拿上 带着他走出大理寺 滴翠走出大理寺 一眼看见 站在外面等候他的张行英 一只恍惚目然的脸上 才终于呈现出 悲哀与欢喜来 眼泪扑酥酥 便滑了下来 扯儿哥 张行英将孩子放下 奔上台阶 将低脆的双手 紧紧包在自己掌心 碰在心口 望着他许久 才哽咽的 阿弟 我们 我们回家 站在旁边的人 看着他们 都露出会心的笑容 就连被张行英 大嫂牵住的孩子 也抬起手 冲着低脆喊 姨姨 姨姨 喊了两声之后 他忽然转过了脸去 拼命俯身 朝着衙门前的路旁大喊 哥哥 哥哥 见孩子几乎 都要挣扎出 自己母亲的怀抱了 张大哥 赶紧过来帮忙抱着 一边转头 看向街上 正从街的那一边 经过的 是一个长身玉丽的男子 他自街边的榆树下走过 听到孩子叫他的声音 便转过头 向着这边看来 平淡无奇的街道 因他一回头 似乎隐隐亮了起来 黄子侠的目光 在男子的面容上停住 他的呼吸也停滞了 夏日的阳光 午后的热风 让他觉得窒息般的痛苦 在这样炎热的夏日中 那人却一身 不染繁俗气息的 澄澈气质 略微鲜瘦的身材 直如喜静尘埃的一支新竹 尚带着淡淡的光泽 轻至至极 男子微笑着走来 抬起双臂 抱过一个劲 向他扑来的孩子 将他拥在怀中 一边笑道 原来是阿宝 你还记得我呀 黄子侠默然退了一步 将自己的身子 藏在了大理寺门口的 大树之后 免得自己 让场面变得尴尬 张家仁认出了 他是将孩子 送回家的恩人 赶紧上来道谢 雨萱抬手 帮孩子遮住 头顶的太阳 将他抱到树荫下 周子秦赶紧凑上去 一脸仰慕 这位兄弟贵姓啊 上次听张二哥 一个劲说 你是个神仙一样的人 我还不相信呢 今天亲眼所见 彻底信了 他闻言 只是微微而笑 举手之劳 不足挂齿 他完全没有通报姓名的意思 但周子秦 毫不气馁 我叫周子秦 家住重人坊 董仲书木旁 不知兄太尊心大名 住在哪 我在京中颇有些朋友 定然十分喜欢兄太这样的人 以后我们可以相约一起 吟师作父 取水流伤 积居踏春 游山玩水 对了 兄太你尊心大名 我怎么称呼你才好呢 遇到周子秦这样的人 几乎是不可能甩脱的 所以他也只能将孩子放下 对着他拱手行礼的 在下雨轩 国子监学政 什么 你是国子监学政 这太不公平了 我当年在国子监的时候 全都是一群白胡子老头 要是当时有你这样的学政 我至于天天逃学逃鸟窝去吗 在下授监入京 不过寻悦 姓蒙国子监既就轻言 暂任周理教学 真是太厉害了 你年纪这么轻 怎么就能当上国子监的学政了 我至今还背不全周理呢 说到这里 周子秦才愣了一下 又问 你是国子监学政 雨轩 他点点头 不再说话 黄子侠看着周子秦 那幅又诧异 又好奇的复杂神情 直到他 定然又是想到 惊中传言 说雨轩与同昌公主 关系非同一般 心里暗暗地涌起 一股黯然的情感 让他无法抑制地 靠在了身后的树上 漠然无声地 听着自己的呼吸 雨轩并未理会 周子秦的异样情绪 他依然微笑着 俯身摸了摸阿宝的头发 然后对张行英 与张行伟说道 啊 国子监那边还有点事 我得先走了 张行英赶紧拉过低萃 这是我的未婚妻 我们马上要成亲了 到时候请你过来喝喜酒 你可一定要来啊 雨轩看了低萃一眼 微笑着点头 却并不说什么 阿宝却拉着他的手 不肯放开 嗯 哥哥 哥哥 雨轩回过身 蹲下来 与阿宝平视 乖啊 你之前不是喜欢吃脸膨吗 哥哥帮你去看一看 要是找到了 就买回来给你 好不好 阿宝歪着头想了想 然后放开他的袖子 点点头 嗯 好吧 我要 两个 三个都没问题 嗯 雨轩笑着 柔柔她的头发 站起来 向着他们行礼 转身向着前方的街道而去 拐了一个弯 便不见了 哇 很会哄小孩的男人啊 黄子侠倚靠在树下 自言自语般低声说道 是啊 很懂得怎么骗孩子的人 一直都是啊 一瞬间 她的眼前 闪过一抹夏日风和 西光璀璨 年少的自己 仰望着俯身 看着她的雨轩 雨轩幽深轻咬的双眸中 清楚地倒映出 她的身影 但随即 一闪即逝 再也不见了 黄子侠深深呼吸 确定自己 已经平静下来 才从树后走出来 周子侠一见她 便炫耀道 重谷 你刚去哪了 你有没有见到那个人啊 我在长安二十年 从未见过如此光滑 照人风自拙绝的人 你要是没看到 实在是太遗憾了 黄子侠正不知如何回答 大明攻方向 有意其绝尘而来 马上人跳下来 直奔这里而去 圣上有口欲 大理寺少卿 崔纯湛何在 崔纯湛赶紧从里面出来 见过宫使 那公公正是皇帝身边的近身宦官 冯一全 他声音洪亮 说话声清清楚楚 传到衙门内外 圣上旨意 杀害童昌公主的罪犯千刀万寡 全家上下不论老幼 满门抄斩 黄子侠和周子秦对望一眼 两人都是恶然 张行英与迪翠握紧了彼此的手 都感到对方的掌心浸出冰冷的汗 交黏在一起 我们还要查下去吗 你说呢 废话嘛 一个案子真相还没出来 怎么可以放弃 周子秦热血沸腾 紧握双拳贴在胸前问 嗯 走吧 去哪 大宁方孙赖子家 皇子侠与周子秦来到孙赖子家时 已有个敦厚粗壮的中年男人 站在那里 焦急地等待着 一看见他们过来 赶紧迎上来 是杨公公吗 小人 是前世车马殿下面的楚强 上次帮孙赖子修审方物的 就是我 带着手下的兄弟们做的 哦 主管是 皇子侠和他打个招呼 周子秦已经将门上的封条撕掉了 里面还维持着上次的样子 只是几天不开门 里面的气流更加闷热 带着浓重的霉味 皇子侠和周子秦再次检查了门窗和地面 对楚强说道 你们的活儿确实做得不错 门窗都非常严实 是啊 所以 虽然前季修审房屋还不久 但在京城有口皆碑 大家都喜欢叫我们来做的 楚强颇有点得意 抬手拍拍实木的窗板 您看 这窗户只要拴好了 用铁棍都砸不开啊 您看这门窗 四五个大汉都撞不开 皇子侠点头 表示赞同 一边起身 在屋内走了一遍 屋内依然是一片杂乱狼藉 墙上那些乱七八糟的符咒 佛像 木雕 依然挂着 楚强指着那些东西 哎呀 我们来的时候啊 这些东西都已经在墙上了 孙赖子做了亏心事 就到处弄这些东西 据说 怕早天捡呢 哎 你知道他没钱 又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为什么还要答应 帮他修缮房子 加固门窗呢 哎呀 这还不是听说 这孙赖子其实有钱得很 香桌铺的吕老板 说他赔了自己好多钱 所以他才放过了孙赖子 我想 既然有钱的 那这事干嘛不捡 于是就答应了 谁想这混蛋 赔完钱后就身无分文了 我被前老板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说 如今人还死了 真是无头债了 哎呀 那个吕之源真混蛋 他本来就跟着过来 要装灯盏托的 一看是孙赖子家 脸色大变 指着孙赖子咒骂了一遍 灯盏也没装就走了 可偏就不告诉我们 孙赖子已经没钱了 周子晴对于这些 几百几千钱的纠纷 毫无兴趣 在他们说话时 他把墙上挂着的 瓷行普渡木牌子 床头贴的 宋子观音的画 还有几张 乱七八糟的符咒 都接下来看了看 却发现背后 并无任何漏洞 墙壁还是完整的墙壁 物油的十分遗憾 外面的墙是完整的 里面怎么可能有洞呢 万一嘛 他说着 又站在门槛上 要去拿钉在门顶上的 那个木帘旧母的小铁匾 谁知一拿之下 那看似挂着的小铁匾 居然纹丝不动 周子晴一泪一声 使劲地敲了敲 发现居然是 镶嵌在墙壁里面的 中空的一个 狭长的匣子 楚墙赶紧说 这个可拿不下来的 这是个 弃在墙里的小铁匣子 是门上的顶额 顶额 干什么用的 最早啊 还是我们前老板 在西域商人那边学的 据说那边人家 喜欢在门上装饰一个 与门同宽的 空心狭长铁匣子 在墓门与土墙之间 起个缓冲 门框就不易变形 而且现在做成了 有镂空花纹的形状 放在门上也十分美观 后来京城 就慢慢流行起来了 我们到铁匠铺 订了上百个 如今一年不到 就快用完了 这个就是 我当时随便拿的一个 上面的纹路 好像是 是墓连旧母是吧 好像是的 周子晴拿了把凳子 站到与铁匣子 齐平处看了看 还是露空的 可惜黑乎乎的 要是上点漆都好看 铁匣子 是一个狭长的造型 与门一样长 不过两寸高 朝向门内的一面露空了 叼着木连旧母 朝外一面是石心的 绘着吉祥花纹 只是图案灰黑干裂 十分难看 这其实有的 明明我当时给他拿的是全新的 这个怎么好像用了多年似的 谁给弄了这么个黑不溜秋的样子 楚强仰头 看着黑乎乎的铁匣子 皱起眉头 这怎么回事 这才几天 他怎么就熏得黑乎乎的 之前是彩绘的 周子晴隔着镂空的图案 往里面张了张 皱起眉头 咦 好脏啊 全是黑灰 黄紫霞去旁边 搬了把凳子过来 站在他旁边 往铁匣子里面看 外面的漆 呈现出一种火烤后的焦黑 而匣子里面 确实都是黑灰 在角落中 还有几条手指擦过的痕迹 嗯 有人将手指伸入镂空的地方 取走了里面的什么东西 黄紫霞说着 又回头问楚强 诶 这匣子能打开吗 啊 这铁皮很薄的 想打开的话 拿剪刀剪开就行了 周子晴在屋内 找了把绣迹斑斑的剪刀 把外面木连旧母的花纹剪开了 里面只剩一个铁矿 存了厚厚几团黑灰 在黑灰之上 有几条被刮出来的痕迹 周子晴指着那条大一点的痕迹 诶 这个 看起来是个圆形的东西 被人拉出来了 又指着细细一条的痕迹 这个 是个小铁丝之类的 你发现没有 按照这个拖拽出来的痕迹大小看 这个大的一个圆 绝对无法从那么小的镂空孔洞里出来 周子晴用手指 比了比那个圆形 又在自己剪下的镂空铁皮上 比了一下 脸露茫然 诶 真的 最大的镂空缝隙 也没有大的圆啊 诶 你看 最长的镂空是这几条云烟 有两三寸长吧 但 这是扁平的 嗯 所以这东西 肯定不是圆形的 只是有这样一个弧度 他说着 又将匣子的黑灰刮下来 再掌心闻了闻 然后情不自禁地露出微笑 零零香 阴暗的破屋内 灰尘弥散的气流中 他窥破天机的笑意 明镜通透 周子晴看着 他面容上的笑意 不由地呆了呆 黄子霞抽出秀中的手绢 将霞中的黑灰刮了几团 放在里面包好 抬头见周子晴 一直看着自己 不由地问 哎 怎么了 哦 周子晴赶紧将自己的目光 移向旁边 手忙脚乱地去刮那个黑灰 哦 我也弄点回去检查一下 看是不是零零香 出了大宁方 周子晴向西南而去 黄子霞向东南而去 两人分道扬镳 各自回去 黄子霞走到兴宁方时 忽然看到许多人 在路上飞奔 还有人大喊 哎哎哎 快去十六王宅啊 吃了就没有了 黄子霞不明就里 还在诧异 旁边一个跟在人群中 跑的老婆子 被人挤地摔倒在地上 哎呦哎呦地连声叫着 黄子霞赶紧去扶起他 哎 婆婆 你们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哎呦 听说十六王宅公主府府届 皇上和郭淑妃 正在遍地撒钱呢 我们可不都是去捡钱的吗 哎呦 黄子霞一头雾水 便随着人群 往那边快步走去 等到了那边一看 许多人围着府门口 个个弯腰 在地上找什么东西 他只好又找了一个 手中攥着东西的人 哎 大哥 听说皇上和郭淑妃 在撒钱 是真的吗 什么撒钱 俗 那位大叔看来是个文士 把自己手摊开给他看 黄子霞看见 他掌中是一枚 镶嵌珍珠的银花垫 适样精美 应该是宫中事物 刚刚皇上和郭淑妃 假令公主府中 观看李可吉 新编排的队伍 探百年 宫中至宫主府 全部铺下锦端 数百人从大明宫到这里 一路上且歌且舞 全都是花点掉落 这些人都是来捡的 黄子霞恍然大悟 侧耳静听 在周围的闹闹嚷嚷中 隐约还能听到歌舞的声音 自里面传来 他避开大门 走到人群奚落处 果然听到里面 数百人齐声歌唱 音调哀戚 婉转悲苦 让他站在此地远远听来 觉得胸异处涌着万千愁绪 不绝黯然悲闯 他靠在墙上 静静地抬头 看着天空 夏日午后 没有风 远远的音调 被风吹来 那种凄苦声调 千丝万缕 将他心口某一处歌筒 眼泪 无自觉便滑落了下来 他感觉到自己满脸泪痕 狼狈不堪 于是抬手想要摸出自己的手绢 却发现里面 装了刚刚拿来的香灰 已经无法用了 他手握着零零香的余劲 正在发呆 身后 却有人默不作声地 将一条纯白的帕子 递给他 他转过头 睁大眼睛 透过泪光看向他 雨轩 他穿着天青色的衣服 站在青灰色的街巷之中 这么平淡的颜色 这么美好的容颜 他慢慢地抬手 接过那条手帕 按在自己的脸上 所有滚烫的灼热的泪 都被那柔软的细麻吸走 勿留一点痕迹 仿佛拖了力 他不由自主地靠在墙上 在这条空气的小巷中 将脸埋在雨轩给的帕子上 许久没有抬头 那上面 是他的气息 清淡 虚幻 夏夜初开的荷花 冬日凋落的梅蕊 他梦中的火焰与冰雪 在大理寺门口 我看到你了 他的声音 在黄子祥耳边轻轻响起 略带恍惚 却真真切切地 传入他的耳中 我看见你躲在那棵树后面 避开我 我想也是 即使我们见了面 又能说什么呢 他的声音 这么缓慢 黄子霞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他心情的迟疑与悲哀 他一定也和自己一样 想起了 他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想起许多无法忘记 也无法逝去的东西 我看到那个姑娘了 她应该是你 从大理寺里救出来的吧 他抬起头 望着长空中 白得刺眼的那些云朵 语调缓慢而幽远 我在回去的路上 想了很多 我想起当年 你只为了卷宗上 一句值得推敲的话 便能千里奔波 日夜兼程 赶去替素不相识的人翻案 就算如今你身负恶名 也依然在自己的困境中 竭力去帮助别人 相比之下 我本应是这个世上 最亲近你的人 只固执地认为你就是凶手 实在是 枉费了我们多年来的感情 黄紫霞咬紧下唇 一声不出 只有剧烈颤抖的肩膀 出卖了他 雨萱长叹了一口气 轻轻地按住了他的肩膀 他们之前 曾做过更亲密的事 但这久别 重逢以来的第一次接触 却让黄紫霞 不自觉地偏过了身子 让雨萱的手 须悬在空中 许久 雨萱才默然收回自己的手 你不应该跟我说那些话 不应该做那些事 不然 我绝不会相信 你会做下那样的事 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 黄紫霞将手帕取下来 神情已经变得平静 除了微红的眼眶 再也没有任何异样 我和你 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吗 雨萱双眼 一顺不顺地盯着他 声音很低 却清晰无比 就在你家人惨死的前一夜 你从龙舟回来 我去找你去 看见你一直盯着手里 拿着那包披霜 脸上挂着奇怪的表情 黄紫霞愕然睁大双眼 正正地望着他 喃喃地问 什么 那一日 正是你从龙舟回来的时候 我还记得你刚写给我的那封信 信上说 龙舟那个案件 是女儿因恋情受阻 便于饮食内投入断肠草 全家去死 你还在心上说 以我若到此种境地 是否一会舍弃家人 踏上不归之路 雨萱望着他的目光中 全是痛楚 那心上的话让我十分担忧 看到你一回来又取出披霜坎 便立即让你将披霜丢掉 然而 你却将他丢进了抽屉 重新锁好 说 或许他是能帮我们在一起的东西 黄紫霞茫然看着他 就像看着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 我记得龙舟 记得那封信上的内容 可是我不记得我曾经拿过披霜看过 我更不记得自己说过那句话 雨萱盯着他 目光锐利如刀 可黄紫霞的脸上 却全是哀痛与茫然 让他看不出任何破绽 雨萱脸色泛出微微的苍白 扶着自己的太阳穴 因为太过激动 就连喘息都显得沉重起来 阿湘 阿湘 看来 真的是我误会你当时的举动了 只是你拿着皮霜的那一刻 那种神经太过可怕 而那天晚上 你的家人全都死于皮霜之下 你叫我怎么能再相信 不可能 黄紫霞用颤抖的声音 打断他的话 那包皮霜买回来之后 我就去了龙州 一直到我回来之后 那包皮霜都没有动过 你怎么可能看到 我拿着那包皮霜呢 雨萱死死盯着他 这个一直轻易绣挺的人 此时面容上尽是京剧 只难难地挤出几个字 不可能 不可能 整个人世都停滞了 只有他们站在 遥不可及的高空之下 看着彼此 咫尺之遥 万事之隔 灼热与冰凉 血腥与肃杀 不可溃之的命运 与无法捉摸的天意 全都倾泻在他们身上 杨虫谷 后面传来冰凉的 略显无情的声音 打破了他们之间 几乎凝固的死一般的寂静 黄紫霞转过头 看见李淑白站在巷子口 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们 逆光自他身后照来 他看不清李淑白的神情 只看到他的轮廓 一种无法逃脱的压迫感 无形地洗来 他看着李淑白 轻湛忧深的眼 让他一瞬间 从那种恍惚迷离的情境中 抽离出来 发现自己站在这条无人的冷记项目中 远远的歌声还在传来 探百年的击苦曲调 催人泪下 在天空之中 隐隐回荡 天空的流云 仿佛都为月声所恶 不再流动 而对面的雨轩 仿佛也回过神来 他河上还有着薄薄的冷汗 但神情已经平静下来 他低头对着李淑白行礼 转身要离开时 又停了下来 望向黄紫霞 黄紫霞默然望着他 苍白的面容上 无数复杂的思量 让他欲言又止 你上次对我说 你要回到蜀地 查明真相 我会回去的 那么 我在益州等你 雨轩的目光 深深地看向他的双眼 就像多年前 还对爱情一无所知的他 第一次遇见了雨轩 看见他凝望着自己的双眸中 自己深深地倒影 这个事少 无人知道 他在那一瞬间 由小女孩 长成为少女了 李淑白与黄紫霞 进入同昌公主府时 看百年舞队 已经散去 被日光照得白茫茫的石板地上 散落一地的朱翠 显得格外刺目 同昌公主的尸身 已经放入棺木之中 但室内 依然陈设着 大大小小的冰块 旁边还有一具 较小的棺木 放的是公主 如母云娘 她脖梗上的脚痕犹在 以一种扭曲的神情 陪伴公主场面 皇帝与郭淑妃坐在堂前 身后的宫女与宦官们 都在室内 皇帝脸上 满是阴狠暴怒 那是绝望心绪 无法发泄 累积出来的很绝 一看见李淑白 带着皇子霞进来 皇帝身边的几个宦官宫女 明显松了口气 见李淑白 看着如母云娘 皇帝便说 公主宜人在下边太冷清 这让云娘下去 继续照顾着公主 李淑白见人已死去 也只能默不作声 在皇帝身旁坐下 郭淑妃 眼面哽咽道 还有那几个室女和宦官 其他人也罢了 谨慎的那几个 宫主出事 他们也有责任 皇帝思寸许久 上次杨公公 替他们求过情 朕相也有道理 现在缓吧 皇上提名他们 臣妻个念着灵灰 在地下哭的 郭淑妃气息急促 哭得更是伤心 灵灰思想 虽怕孤单 身边老是要人陪伴着的 如今一个人 一个人孤立临去了 身边少人服侍 我这个做娘亲的 可怎么安心呢 他哭得悲哀 黄紫霞却觉得 一股冷气自脚底浮起 沿着脊椎 一路冰凉到头顶 李淑白的目光 也正转向他 两人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 郭淑妃的用意 淑妃 你先别说了 这心里难受 皇帝长叹一声 却并没有反对 只向着李淑白又说 朕刚刚 还叫了公主生前喜欢的 那个国子间的学政 宇轩过来 郭淑妃在旁边 神情不定 轻轻伸手 附在皇帝的手背上 皇帝仿佛没感觉到 朕也听说过经中传言 灵灰曾要雨轩为自己讲学 却多次遭她拒绝 后来她亲自到国子间 找祭酒发话 她才应允到公主府中讲周礼 朕当时一笑置之 可如今想来 灵灰如此盛念 却要一个人孤孤单单地 永远躺在地下了 她既喜欢听雨轩说周礼 朕能不满足她吗 黄紫霞只觉得心口猛的一跳 但随即想到 刚刚看到雨轩出来了 看来皇上是放过了她 真是真相杀了她呀 皇帝说着 正正出了一会儿神 才仰头长出了一口气 可见到人之后 却不知怎么的 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李淑白并不说话 只微微侧头 目光落在公主的棺木上 或许是朕老了 已经没办法狠下心 去摧折一棵玉树了 皇帝说着 转头看向李淑白 你可曾见过那个雨轩 见过 轻易秀挺 举世无双 郭淑飞 正正地坐在那里许久 不知为何 忽然站起来 快步走到 同昌公主的棺木旁 扶着官檐 泪如雨下 皇上不杀她是对的 否则 她若扮公主长眠地下 驸马如何自宠 皇帝点点头 闭上眼 满脸疲惫 皇子侠站在他们身后 静静听着他们的话 夏日午后 缠鸣生生 他听到皇帝的声音 夹杂在嘈杂的缠声中 危险虚弱 明日 大理寺公审此案 这已经下令 只待庭审结束 就将那个犯人 拉到刑场 凌迟处死 此案已确凿了 人证物证俱在 若是抓到了真凶 足可为同传在天之灵 李淑白回头 看了皇子侠一眼 臣弟铁于大理寺挂旨 明日自当前往 天气炎热 灵灰也不能久听 这已经决定 在凶手伏法之后 便将他送往父皇的真灵听法 待他的灵墓建好之后 再入土为安 如此是好 李淑白说着 却见皇帝靠在椅背上 仰头看天 再也没有动弹 甚至连眼珠都没转抖 只有呼吸 越发沉重 他停了许久 向皇帝告退 与皇子侠 一起出了公主府 夏日午后 京城笼罩在 一片炽热的气息中 街上机无形人 马车内的冰桶之中 陈设着 雕成仙山的冰块 只是被热气侵蚀 融化的冰山 已经看不出 仙人和花束的模样 只留存了 山体的轮廓 融化的冰水 滴在桶中水上 轻微地声响 即便坐在冰块旁边 黄子侠依然觉得炎热 后背浸出微微的汗 他感觉到李淑白 端详他的目光 令他觉得紧张到了极点 处在这种境地下 简直是知己不知彼 毫无掌控场面的可能 于是为了避免 一败涂地的结局 他一咬牙 掀开了口 奴婢想请教王爷一个问题 李淑白端详的目光中 透出了一丝诧异 什么 是否有什么办法 让人能产生幻觉 看到原本没有发生的事情 不可能 然而 我刚刚遇到雨萱 她说 我曾在父母去世那一日 手中拿着那包披霜 神经古怪 雨萱 这两个字 从她的口中说出 心口似有波澜 但随即 便如涟漪荡开 化为无形 李淑白略一思索 或许 这可以解释 她为何始终坚持 认为你是凶手 因为她眼中看到的你 在出事之时 做出了一些 不正常的举动 但我确实没有做过 是她记错了 还是你忘记了 她记错了 也许还有一个可能 她说错了 这是一句谎言 然而 她当着我这样一个当事人 说谎 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是当事人 你尚且不知道 我又何尚知晓 何况 你们不是已经约好 要在益州会面吗 到时候你们再行对质 不就明白了 黄紫霞听出了 他寒凉的语气 漠然无语 听得冰水滴答一声落下 马车也缓缓驻足 魁王府已到 黄紫霞下马时 只觉得一股热气涌来 如同有形的波浪般 让他不小心猎切了一下 李淑白就在他的身后 抬手扶住了他 他站稳身子 正要向李淑白致谢 他却已经放开手 镜子越过他 向着里面而去 他站在那儿 看着李淑白的背影一会儿 转身向马就去了 李淑白没有回头 后脑勺却像长了眼睛 冷冷的声音传来 去哪儿 太极公 我想试试看 能不能救下公主身边的侍女 和宦官们 杨公公 别来无恙 王皇后午睡醒来 尚带着慵懒的意味 大殿幽深 王皇后兵姬玉骨 一身沙衣 如青云般簇拥着她 竟向豪卫受炎热所亲 而自魁王府 一路纵马急奔而来的皇子侠 就糟糕多了 头发散了一两柳 在额前 鼻翼上尚有细小的汗珠 刚刚在殿外 仓促整理的衣服 也不够齐整 看起来十分的狼狈 王皇后 抬手示意身边所有人 都先退下 然后将机上的一条锦帕 拿起给她 这么急着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皇子侠接过 按了按鼻上的汗 恭喜皇后 回到大明宫 指日可待 王皇后在她的面容上 注目一瞬 见她神情如此认真 便微微一笑 蓬莱殿进水 比这里切实凉快多了 若能尽快回去 自然好 奴婢知道皇后 定然已经在准备回宫 但能帮助皇后 早一日回去 也是奴婢的职责 你先说说 为何这么急着 来告知我此事 王皇后靠在榻上 握着一柄 惠天女散花的白团扇 似有若无地 青山着 郭淑妃 有一个秘密 或许有可能 被童昌公主身边的 进尸宦官 与侍女们察觉 如今公主已死 怕要让公主 进身的那些 宦官侍女 尽数殉葬 王皇后以白团扇 遮住自己的唇 却掩不住 微弯的双眼 看来 是个十分重要的秘密 其实 只是一句话而已 而我 而我还有一件事 要请皇后成全 什么 此事涉及的另一个人 国子监学政雨轩 是我的 故人 我相信这个秘密 只要皇后知道 便可以用意 训诫郭淑妃了 无需让这个秘密 公之于天下 这个自然 本宫能容忍郭淑妃 在宫中十几年 今后 自然也要继续让她 在宫中 做我的左膀右臂 是 那么 郭淑妃的秘密 是哪一句话 皇子侠的眼前 忽然如同梦幻般 闪过她与宇轩 初见的那日风和 她怀中 散漏的那些汗淡 静静漂浮在水上 圈圈连衣 扰乱了湖面 再也无法恢复平静 第一次搬到外面的宅邸居住时 因为失眠 而在她家门外 站立了半宿的宇轩 睫毛上的雪花 融化成水 如同泪珠一般滴落 在她家惨暗的那一天 宇轩帮自己 怀抱着梅花 灼灼欲燃的红梅 开在她的笑容旁 比她见过的 所有鲜血 都要艳丽 还有 被雨轩抛洒在 青唐寺的香炉中的 那些信纸的碎片 在货中 退尽了颜色 只剩下一片黑灰 黄紫霞闭上眼 如同一语般 轻声说 愿烛月华 留赵君 晚霞如锦 铺设在长安城之上 黄紫霞抬头 希望 天空低得 仿佛触手可及 最绚烂的霞光之后 又是一日 即将过去 黄紫霞回到 魁王府 在自己的房间里 坐下 将头上的簪子 取下 在床上 无意识地画着 将所有线索 整合了一遍 确定一切都无误之后 他将簪子 插回银簪之内 坐在床上 想了想 终于发现了 自己那种 不对劲的感觉 从何而来 李淑白 没有召唤他 往常 他回府时 总有人对他说 王爷让你去一趟 然而现在 在他取得了 这么重大的进展时 却不知道 向谁禀报案件的情况了 他叹了一口气 躺倒在床上 正正地把公主府旁边 巷子中发生的事情 又在脑中过了一遍 雨萱说 看到他手中 拿着一包披霜 带着奇异的深情 绝不可能 在他的记忆中 自己买了披霜回来后 还没来得及 与他进行那个赌注 便听闻龙舟 发生灭门案件 于是他奔赴龙舟 前去调查 经过走访后发现 是女儿因为父母 拆散他与情郎 于是在家中食物 下了毒药 连同他自己 全家共赴黄泉 他在感怀叹息中 写下给他的信 并在两日后 回到了益州 因疲惫奔波 回家已是黄昏 他吃了饭就睡下了 当夜睡得很死 连梦都没有 第二日一早 雨萱过来时 他刚刚起床 雨萱问了他 那封信上 所写的事情 见他并无异样 才如常地 和他一起 去后院看梅花 之后 便因他祖母 与叔父到来 告辞离开了 当时 他连放着 披霜的柜子 都没有打开过 怎么可能会拿着 那包披霜看呢 是雨萱的记忆出错了 还是自己的记忆出错了呢 是雨萱在说谎吗 可他的表情 绝非作为 而且 当着自己面 撒谎 又有什么意义 黄子侠觉得疲惫至极 不由自主地 向后仰躺在床上 正正地望着头顶发呆 一动不动 在想什么 雨萱 这两次出口 他忽然觉得头皮发麻 背后立即有薄汉渗了出来 他迅速翻身坐起来 看向站在门口的李淑白 夕阳的鞋灰已经暗淡 天色即将变黑 惨淡的霞光 将他的轮廓 微微渲染出来 却并不分明 更照不出 他此时面容上的表情 黄子侠急忙站起 向他走去 我在想 他跟我说过的话 他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 要这么急于向他解释 但李淑白的脸上 却并无任何情绪波动 他在鞋灰之下 注视着黄子侠 淡淡地 呕了一声 黄子侠觉得简直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站在屋内的他 被外面照进来的西光 映得一清二楚 而站在逆光中的李淑白 却让他怎么努力 都看不清具体的神情 更看不清 深埋在他眼中的那些东西 李淑白没有理会他 镜子转身向外走去 黄子侠忐忑不安地 跟着他走出枕流线 一路上他只是沉默不语 让黄子侠更加压力巨大 只等到了枕流线内 黄子侠才鼓起勇气 王爷要是找我有事 让景玉他们叫我一声就可以 你去见了王皇后了 她如何反应 哦 皇后应该会命人去召见国淑妃吧 毕竟现在时机很好 皇上为了同昌公主 滥杀无辜 今日在朝中也颇有几位大臣敬言 但反而被迁怒贬责 宫中太妃也已为此而不安 然而谁能怪责圣上呢 便只能指责郭淑妃了 在此时此刻 王皇后回宫制约郭淑妃 是朝廷和后宫一致所向 甚至连京城平民也私下一论期盼 或许是连上天也在帮助王皇后吧 在她最需要的时候 郭淑妃最为倚仗的同昌公主死了 还因此闹得朝野不宁 不 王皇后能走到今天 绝非侥幸 她身后所站着的人 才是不可忽视的 王家 也算 也不算 李淑白将目光 投向暗头的琉璃瓶中 看着那条安静沉底的小鱼 缓缓地说 有利于王家之外的那个王家人 才是真正左右这个朝廷的幕后的那一双手 黄紫霞的眼前 忽然闪过那个站在太极宫的殿阁之上 远远打亮着她的男人 紫袍玉带 眼神如同毒蛇的男人 她将黄紫霞的手 按在鱼缸之中 让阿家时念 吞噬她手上凝固的血 她忽然在一瞬间 明白了过来 难难地说 王宗石 李淑白没说什么 只是唇角微微扯了一下 若不是拖来王宗石之力 我如何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如何能做到如今这个位置 黄紫霞默然 十年前 先皇去世 王宗石任左神策护军中尉 他斩杀了意图谋反的王规长 马公如 王居方等人 亲率一仗迎接皇帝进宫 是当今皇帝登基的第一功臣 然则 皇帝在登上皇位后才知道 这个位置有多难坐 本朝近百年来 朝政多为宦官把持 朝臣死于其手 无计其数 甚至皇帝也为宦官所杀 先皇装傻充愣 韬光隐晦多年 终于击杀了 当初扶持他上位的马元智 可如今的皇帝 却绝片不过 早已有了防备的王宗石 也根本无力抗衡 幸好 三年前徐州大乱 魁王李淑白 平定叛乱之后 携六大节度使之士 京城十四 也多听命于他 皇室终于培植起自己的势力 魁王府与神策军 互为彻肘 这几年来 也算是朝廷与皇帝 最为安心的一段日子 皇子侠目光 落在他平静的侧面上 在心里想 先皇去世时 年仅十三岁的李淑白 被从大明宫中潜出时 是什么情景呢 他作为默默无闻的 通往的那六年 又是怎么过的呢 十九岁时 一战成名 锋芒毕露 从此将整个大唐皇室的存亡 背在了身上时 又在想什么呢 他的人生 没有一丝闲暇 身间无数众人 担惊竭虑 黄子侠曾想过 他人生的乐趣是什么 但现在想来 乐趣对于他 实在是太奢侈了 他的整个人生 或许只有对 李淘皇家的责任 没有自己的人生 因为他姓李 他是魁王李淑白 黄子侠默然望着他 他却回过头 不偏不倚的 两人的目光落在一处 互相对望许久 黄子侠垂下眼 而他依然看着他 国淑妃的秘密泄露 你想过雨薛会露得如何下场吗 王皇后不会将此事揭露 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 皇后最聪明的做法 应该是警戒郭淑妃 让郭淑妃 也成为出面提议 皇后回宫的人之一而已 与王皇后相比 郭淑妃实在太不聪明了 不是吗 只有一个女儿 却妄想着凭借皇上 对公主的疼爱 而半岛生育有一双子女 还亲自抚养太子的王皇后 哼 在最该谨言慎行的宫廷之中 却还亲手写下情诗 受人以禀 你什么时候开始肯定 与雨萱有私的 不是同昌公主 而是郭淑妃 在知锦园 看到未写完的那句诗是 黄子侠扬起脸庞 盯着窗外 渐渐暗下来的天色中 一盏一盏亮起的灯火 轻声说道 既然那不是同昌公主的笔迹 那么当日在知锦园的那个人 应该才是杀害窦寇的凶手 原本已经准备让窦寇 一聚于外的公主 能一力护持 宁可让驸马误会 怨恨自己 也要遮掩的那个人 自然就是 她的母亲 国书飞了 而她的自己 与那一日雨轩 烧掉的信上那句诗 是一样的 天色渐暗 室内的灯 显得越发明亮起来 投在他们两人的身上 明处越明 暗处越暗 而且那封信上的句子 此时相望不相闻 怨竹越华刘赵军 也绝不应该是公主的言辞 公主欲取欲求 可以直闯国子监 向季九要求雨轩 亲自来讲学 又怎么会给雨轩 写这样渴望而不可及的诗句呢 李淑白微微一审 望着水中一动不动 犹如睡着的小红鱼 坊间传言 说郭淑妃在公主府频繁出入 与驸马为宝横有私 坊间一有传言 说童昌公主 强求郭子监学政与轩入府 让驸马蒙羞 然而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又有谁真的动心呢 王爷是何时察觉此事的 比你早一点 他坐在案前 望着那条小鱼 神情平静至极 在九轮差被盗 你去西云阁内检查时 我在阁外栏杆旁 看见了下面的郭淑妃 她给了雨萱一个东西 后来 你告诉我那是一封信 并告知了我 信上残存的那一句话 皇子侠愁愁着 终于还是问 王爷为何没有告诉我 我认为 此事与你 与本案无关 无论如何 雨萱与我 毕竟多年相识相知 我还是应该知道 她的事情 那又何须我来转述 反正她在一周等你 你大可自己 与她慢慢去说 自两人相遇以来 李淑白第一次 以这种尖锐的口气 打断她的话 让她不觉诧异 抬一眼看着李淑白 等此间的事情结束时 王爷说过 会立即带我过去的 迫不及待 不是吗 难道 还要在京城耽搁吗 那你为什么 不跟着雨萱一起复述 还要我带你去 皇子侠一头雾水 不明白 他忽然翻脸是为什么 只能解释的 此案已经定审 若王爷不帮我 我绝难再属敌犯案 之前我与王爷 已经谈妥此事 难道事到如今 王爷要反悔吗 本王此生 从不反悔 李淑白脸上的神情 越发冰寒 他转过目光 再也不看皇子侠 只冷冷说道 你说得对 我们原本便是互开条件 彼此需要借助对方而已 等到你家案情大白之时 我们便可分道扬镳 再不相欠了 皇子侠觉得 他的话语中 有些东西 自己是不承认的 但按照他们一开始约定而言 确实又是如此 皇子侠抬头 看见他面容冷峻冰凉 一时只觉得心乱如麻 不由地向他走进了一步 无论如何 但求王爷不要忘记承诺 带我去蜀地 调查我父母家人的血案 为我全家申冤 他的手 不自觉地向他伸去 在越过积案之时 只觉得手腕一凉 放在暗角的琉璃斩 被他的手带倒 顿时向着下面的青砖地 倒了下去 喷得一声脆响 琉璃斩摔得粉碎 水花四箭之中 只留下那条小红鱼 徒劳地在地上乱蹦 黄子侠待了一待 立即蹲下身 将这条鱼 捧在自己的掌心之中 这是李淑白 一直养在身边的小鱼 他枯燥忙碌的 乏味人生中 小鱼是仅有的 一点明亮颜色 可以让他闲暇时 看上一眼 所以黄子侠将他捧在掌心之中时 心里闪过一丝懊悔 绝不能让他死掉 不能让自己亲手毁掉李淑白 唯一的亮色 屋内鼻喜已经洗了墨鼻 湖中茶水还是温热的 无法养鱼 黄子侠一转身 捧着小红鱼向着外面的台阶跑去 枕流蟹就溅在淋水的岸边 四面荷花 台阶可以直接下到水面 他捧着小鱼在水中咬了一捧水 看他甩着尾巴又翻过身来 才松了一口气 抬头看向李淑白 李淑白站在水泻之中 那一双忧生至极的眼睛凝望着他 却只见他一直捧着那条小鱼 看着自己不说话 他顿了一会儿 终于从薄骨架上 取了一只青铜绝 走到他的身边 然而当黄子侠捧起自己的手 要将小红鱼放入青铜绝内时 小鱼却忽然在惊慌之中 纵身一跃 从他的掌中直扑入水 微小的一朵涟漪泛起 小鱼潜入水中 再也不见 黄子侠蹲在水边 看到身边站着的李淑白 神色大变 池塘如此广阔 又植了满堂荷花 而小鱼只有一根指节长短 就算把整个荷塘的荷花 都连根拔掉 把水放干 也永远无法找到 这么小的一条鱼了 黄子侠看见李淑白的眉头 深深地皱起来 一条红色的小鱼 从不长大 一直待在他的琉璃盏中 第一次见面时 他就说过 这条小鱼 关系着一个连皇帝 都名言不能过问的秘密 而现在 这条小鱼 从他黄子侠的手中 失落了 黄子侠站在河塘边 手中的水 尽数倾泻在 他的衣裳下板 他惶惶地抬头 看着李淑白 而李淑白 却不看他一眼 一不发一言 许久 转身进内去了 只留得黄子侠一个人 站在水边台阶之上 和风微动 西光绚烂 让他眼前一切 变成迷离 几乎再看不清 这个世间了 忽然想起来 四年前 好像也是这样的时间 他赤着脚 在河塘边踩着汗淡 闻听到父亲叫他的声音 他一回头 看见父亲的身后 夕阳的金子颜色中 静静看着他的 雨轩 雨轩含笑的一瞬注目 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忽然觉得有点虚弱 于是便任凭自己坐在水边 沉默地望着水面 发了一会儿呆 当时 父亲带着雨轩回家 跟他说 雨轩是孤儿 父母双亡 流落破妙寄身 父亲当年的同窗好友 开馆寿宴 发现有个企儿 老是到窗下听课 他问了几个问题 雨轩对答如流 令人赞叹 又问他怎么识字的 他说自己之前 捡到过一本书 有人说是诗经 刚好学馆中的老师 开始讲诗经 于是他对照着老师所念的 死记硬背 那本书上的字 等学完了诗经上的字 他又讨要了别人丢掉的旧书 凭着自己 从诗经上认识的那几个字 断断续续 学了四书五经的 那位先生听闻 惊为天才 在皇妇面前提起此事 皇妇找到雨轩一看 顿起稀才之心 于是便将他带回了家 是啊 雨轩 这样一个少年 沦落在尘埃之中 谁会不怜惜呢 皇子霞坐在台阶上 将自己的脸埋在膝上 默然看着面前 在夜风中翻转的河盖 晚风声凉 夜已来到 风过处 河叶片片翻转 如同波浪 他的心 也像在波浪上起伏 不得安宁 雨轩说 我在益州等你 然而 说好要带他去益州的人 现在应该是生气了 而且是很生气 他不由自主地 发出低声叹息 虽然他知道 李树白肯定不会 因此而放弃对他的允诺 但他却不愿意 因为自己 而让李树白不开心 因为他想着 李树白对他说过的话 他说 小鱼的记忆 只有七弹指 无论你对他好 或是对他不好 七个弹指之后 他都会遗忘 你对他所做的事情 可 他不是七弹指 就忘却了别人的小鱼 他想 自己那个时候 应该要对李树白说 他不是鱼 哪怕七个月 七年 七十年 也忘记不了 那些刻骨铭心的人 他想着 将自己的手指 送到口中 用力咬下 阿家使孽 最喜人喜 我听说魁王 也养了这样一条小鱼 杨公公可将这个诀窍 告诉魁王 在太极宫中 那个男人 王宗石 曾经这样对他说 手指视破 一滴烟红的血 立即涌出 滴入他脚下的水中 天色已经暗了 天边是深浓的紫色 他在最后一丝微光中 徒劳地准备 引诱那条小鱼回归 鲜血滴在水中 蔓延四散 化为无形 他等了一会儿 见水面毫无动静 便又捏住自己 咬破的那个伤口 挤出两滴血来 坠落于水面 烟红的颜色 融化于零零水面之上 微小的涟漪 化为无形 你在干什么 身后有清澈 而冰凉的声音传来 他没有回头看李淑白 只低头注视着水面 我想看看 小鱼是不是还在这附近 就算他还在这水下 难道闻到了你鲜血的气息 他就会出来吗 黄子霞顾不上回答 因为他在暗淡的天色之中 看到那条小鱼 从一只河根后绕出来 试探着 向他这边缓缓游来了 他果然还躲在这旁边 黄子霞将自己的手 轻缓地探进水中 伤口的血 变成了一条清细的丝线 在水中荡漾了一下 湮灭为无形 而那条小鱼 则仿佛被那条 无形的丝线勾住 向着他的手游了过去 他将自己的手 缓缓向上移动 然后在即将出水的时候 猛然合拢 将那条小鱼 重新兜在了自己掌心之中 他欣喜地捧着小鱼 转身看李树白 快拿个东西来 接住他 在最后一丝残余的天光中 他脸上的笑容太过夺目 让李树白一时恍惚 他漠然拿过那个青铜绝 让他将小鱼放了进去 黄子霞举着尚且湿漉漉的手 低头看了小鱼一眼 在青绿色的古朴绝腹之中 他一开始还上下乱窜 但一会儿之后 便开始悠哉悠哉 熟悉这个陌生的环境来 黄子霞的手指悬在水面上 逗了逗小鱼 好险哪 差点就让你逃走了 你怎么知道他喜欢血的气息 李树白凝视着他微笑的侧面 声音低沉 王公公告诉我的 王宗石 你怎么认识他的 在太极宫 我遇见过他两次 在同城公主去世的那一天 我的手上沾染了他的鲜血 王公公将我的手 按在他的鱼缸里 马上就被小鱼舔掉了 他说着 依然还是无法排遣 那种毛骨悚然的恶心感 感觉自己身上 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李树白默然许久 将那个青铜绝拿过来 静静凝视着里面这条小鱼 这条鱼 我养了十年 十年 十年了 才这么一点点大 而且居然还没有死 是 十年 在父皇驾崩的那一日 你猜我从哪里找到了他 李树白抬眼望向他 眼神中意味深长 在父皇咳出来的血中 他居然 还活着 在鲜血中如辱而动 我当时手中正端着一碗凉水 用棉布站着 给父皇润嘴唇 却没想到 年幼的昭王抓起血中的那条小鱼 丢在了我的碗中 他说着 目光渐转虚无 仿佛透过十年的时间 看向当时年少师户的自己 我将那碗水 放在了窗台上 直到父皇去世之后 皇上登基 我即将离开大明宫时 才想起那条鱼 我去父皇的寝宫中看那个窗台 却发现他安然无恙 依然在那个碗中游来游去 茫然而悠闲 人世间发生的一切 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即使天地塌陷了 他只需要浅浅的一碗水 就能照常活下去 李叔白将青铜绝 微微轻过来一点 红绣映的一汪水 浸成碧绿色 而鲜红色的小鱼在水中 显得异常鲜明夺目 我带着他出了宫 到了自己的王府 十年 我从魁王到通王 再到魁王 从无知的少年一路走到现在 却没想到 陪伴在我身边最久的 竟然会是这一条小鱼 他漠然望着水中的小鱼 七个弹纸就能忘却一切的生物 活得这么轻松开心 无知无觉 所以也无忧无虑 王子侠与他 一起看着水中的小鱼 嗯 我听说 先皇是物负丹药 不久驾崩的 是 一只冷淡对待身边一切的李淑白 此时终于轻轻叹了一声 他抬头看着皇子侠 那双眼睛 极幽深 又急暗沉 为什么父皇大去之时 会偶出这条鱼 这个谜团 纠缠了我十年 就像那张不可能出现的符咒一样 让我费尽所有的心思 也无从猜测 日日夜夜不得安生 而现在 忽然又出现了那副父皇的绝笔 三团无法解释的墨迹涂鸦 皇子侠低头 看着自己手指上的伤痕 王宗石的身边 也有阿家十念 他身居简出 很少与人交往 但他喜欢养鱼 尤其是各种珍惜品种 有阿家十念 也不奇怪 李淑白站起身 将青铜绝放在架子上 谢皇去世时 王宗石就在身边 皇子侠知道 他心中想的 与自己是一样的 但他没有说出口 毕竟有些事情 即使是身边无人时 也不能一测 李淑白看着外面的天色 转移了话题 明日大理寺 你准备怎么办 我想先求教王爷一件事 李淑白并不询问 只侧过脸 看了他一眼 如果 如果魁王府保释的人 跑掉了 会带来什么麻烦 李淑白看着他 慎重又忧虑的神情 轻轻一笑 若不是为了让人跑掉 我为什么要把他 保释出来 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却让黄紫霞 陡然睁大眼 惊恶又激动地看着他 而他的面容上 难得展露的那一抹笑容 就如风卷层云之后 露出明镜的五月清空 虽然只是一瞬 却在一瞬间 让他恍惚迷离 不能自已地愣在那里 不过 这种小事 随便动动手 不就可以避免了吗 何至于自己惹上麻烦 黄紫霞顾不上 问他什么办法 只问 那王爷 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 猜到了 但是有些小细节 还对不上 就当是破解了一半吧 你呢 他沉脚上扬 展露出明亮的笑容 所有 李树白诧异地 望着他面容上的笑意 一时失神 三庄无头案 歇荒以比 如何制造天谴假象 每个人的动机 全都已经明了 嗯 他点头 胸有成竹 毫无疑虑 此案 已经结束了 昭阳出生 照彻大理寺 刚爬上树梢的日头 便展现出自己的威力 今天 注定会是一个炎热的天气 今日三法司会审 御史台 刑部 大理寺 三位长官 一字排开 坐于上手 案例 三司使会审时 大理寺是证据 定案情 刑部下判决 御史台 兼审 大理寺 一直都是少卿主持事务 做的是崔纯战 他看见跟着李淑白 进来的黄子侠 以一脸忧怨的神情 看着他 就只差对着他喊 求你了 今天千万别出声 就这么解案吧 刑部上书王林 当然记得黄子侠 是将王皇后送入太极宫的罪魁祸首 所以瞧都不瞧的一眼 只对着李淑白 微微汗手 御史台来的是御史忠诚讲回 老头显然对于自己居然沦落到坚审这种杀人案而不耻 只是碍于死者中 有个公主 而勉强坐在案前 绣着手 闭目养神 所有与此案官社的人等 一一到来 驸马与恶王在旁边坐着 驸马待望着恶王带来的锦盒上的花纹 心神恍惚 面容憔悴 垂珠落沛 坠玉清碧四个侍女 站在他们身后 各个面容惶惑 不知自己究竟会有何遭遇 张行英与迪翠 并肩站在堂下 迪翠形容消瘦 面容苍白 张行英悄悄地握住她的手 以示安慰 吕志源蹲在他们不远处的阴凉地 埋着头 盯着地上的青苔 从大牢里被提出来的前官索 伪顿地靠着梁柱坐着 整个人焦黄灰暗 身体一直都在颤抖 面如死灰 在所有人中 唯有周子琴神情如常 依然穿着一身鲜艳衣服 眉飞色舞地 冲黄子霞和李淑白招手 王爷不会怪罪吧 因为这个暗祖跟了很久 所以虽然没有召唤 我也来旁听了 所以 只要待会儿没有叫你时 你不能出声 李淑白一口就断绝了 他可能会闹的幺蛾子 周子琴只能苦着一张脸 点点头 大理寺给李淑白搬了凳子 坐在恶王旁边 黄子霞和周子琴站在他身后 一个一脸沉郁 一个东张西望 李润转头看向黄子霞 面容上是惯常的那种柔和笑意 杨公公 此案既然已经揭晓真相 想必你也终于可以松口气 休息一下了 怎么还是心事重重 似续万千的模样 是 多谢恶王爷关心 四哥 你让我把那张画带过来 是有什么用吗 嗯 此案种种手法 应该就是从父皇的仪笔中而来 可 父皇确实已有十年 如今怎么忽然 又牵扯到这样一个案件呢 李润疑惑地问 李淑白还未回答 外边的宦官列队进来 皇帝已经到来 与他一起进来的还有郭淑妃 大理寺的人赶紧去后面搬了椅子过来 让他坐在皇帝后面 等一干人等坐定 崔纯湛一拍京堂墓 下面一片宿景 前官所被带上来 同时呈上他这几日在大理寺中的供词 已经腾写清楚 只等他签字画押了 前官所 你杀害同昌公主 魏其敏 孙赖子三人 证据确凿 还不快将作案经过 一一共处 认罪浮法 前官所被折腾这几日 原本白胖腹态的人 如今瘦了一圈 虽然还胖 却已经丧尽了精气神 只胜得一身死气 他披头散发 穿着球衣 跟个猪尿泡似的摊在地上 听到问话 他似乎想用双手 撑起身子回话的 但那双手已经满是撩泡 又在水里被泡得反白 十根手指上 连一片指甲都不剩了 他吃不住痛 只能依旧瘫在地上 低声哼哼着 忍罪 忍 忍罪 从十招来 罪名 罪名 给予公主付几身一宝 所以埋通了公主身边的宦官 魏其敏 与她一起盗取了金蝉 一切都是罪名满着家里人 我家人绝不知晓 魏其敏 引河而死 这 只因为我们分藏不均 他和我 翻脸 罪名 怕此事泄露 就在 剑夫子跟他一起参加佛会的时候 接着拉住起火 将他推到火里烧死了 孙赖子的死 又是为何 因为 前官锁 木然地如动着嘴唇 脸色呈现出一种异样的死灰色 那眼睛深陷就像一个洞 什么亮光都没有 罪名杀死魏新敏的时候 恰好被他看到了 后来他勒索我 我就趁着瘦家人 经历下水道的时候 把把人支开 爬进去 把他杀了 崔纯湛不动声色地 看了皇帝一眼 只见他凝神端坐 稍稍放下了心 于是又问 那么 你又为何杀害 童昌公主 嘴面 嘴 嘴面 他嘴唇蠕动着 眼睛看向 坐在后面的皇帝几人 终究还是不敢开口 若不想再受皮肉之苦 就快点从十招来 是罪名贼心不改 听说公主梦见自己 最之爱的九栏柴不见了 所以罪名又又潜入了公主府 到了九栏柴 谁知道那天在街头 罪名于是心情拿出来看 居然被公主看到了 他就追到僻静处 罪名一时时少就 皇帝的脸色变得铁青 他死死盯着前关锁 愤恨而绝望 在这一刻 他恨不得自己 是个普通的坊间平民 这样就能放任自己 扑上前去 将面前这个杀害自己 女儿的恶人 狠狠痛殴一顿 至少能让自己的怨恨 发泄一些 郭淑妃咬牙切齿 呼的一声站起来怒吼 皇上 必得当堂杀了他 非灵灰报仇 皇帝抬起手 制止住他 咬牙道 有三思史在 何须我们 皇子侠站在 李树白的身后 专注听着 前关锁的供词 前关锁身上 遍体鳞伤 声音半是呻吟 半是哼哼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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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与罪名一人有关 罪名的妻儿 情有病不知晓 罪名 罪名认罪 既然如此 千字画鸭 崔纯战 将大理四成记录的供词 拿过来看了一遍 让人拿去 给前关锁画鸭 前关锁尾顿在地 勉强撑着看了一遍 然后用那双 以不堪入目的手 握起笔 合起眼睛 就要签上自己的名字 就在此时 忽然啪哒一声闷响 打破了堂上的宿井 是站在堂旁的低脆 他可能是被吓到了 再加上 本来就是身体柔弱 竟一下子 瘫倒在地 昏了过去 而前关锁的手一抖 那只笔上的墨 顿时在供词上 画了一道长长的痕迹 站在低脆身边的黄子霞 赶紧抬手 将他扶住 张行英焦急地看着低脆 见他两眼涣散 全身冰冷 赶紧对堂上说道 崔大人 阿迪 低脆他 自大理寺回来之后 便身体虚弱 恐怕这情况 无法栽在堂上听审了 崔臣站看着低脆 清灰的脸色 也觉得情况 似乎很不好 便回头看皇帝 皇帝只盯着前关锁 他是谁 他是原先的一个嫌犯 如今事实证明 他确与此案无关 因公主轰逝之时 他就被关押在大理寺 这种闲杂人的快抬出去 张行英赶紧抱起低脆 想要带着他出去 崔臣站又说道 张行英 你也是本案相关人的 不依擅自离他 李淑白便示意警右 扶住低脆 带着他出去 低脆茫然无知 他记得刚才自己 明明好好的 结果皇子霞一碰自己的肩膀 他闻到一股香味 就倒了下去 而这么一下晕过去之后 也马上就恢复了 他看了看张行英 正想告诉他自己没事 却听到皇子霞 在他的耳边轻声说 逃 他愕然睁大眼睛 想看一看皇子霞的神情 问明他对自己这样说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皇子霞却已经越过他 站到了堂前 低脆被警右扶着 走到门口 大理寺的门里 举着低脆问 公公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好像犯病了 皇上口谕 将他立即抬出去 说着 警右放开了他 示意他 还不快走 低脆站在 已经十分炽热的夏日阳光之下 看了看大理寺的大门 觉得大脑 微微晕眩 皇子霞在他耳边说的话 又隐隐回响 逃 他恍惚地一质疑 然后立即转过身 快步向前走去 汇入了京城朱雀大街的 滚滚人潮之中 大理寺已经腾写出新的供词 再次拿到前观所的面前 前观所看着这张供词 手抖抖缩缩地再次拿几笔 那双近乎干涸的眼睛 哀求般地看着崔纯战 崔纯战点点头 你及早招供 或许还能保住自己家人性命 前观所眼中一片绝望 只能狠命一咬牙 闭上眼 就要把那只笔落下去 等等 一个低沉而缓慢的声音 打断了此时堂上的计较 正祈祷着千万不要横生枝节的崔纯战 明白自己终于还是避不过这个坎 只能苦着一张脸 看向自己的顶头上司 堂上所有人 也都将目光转向了声音的来源 说话的人自然是魁王李淑白了 他端坐在椅上思索道 崔少卿 你断的这种案 本王有几件事情不明 还需要你解释 崔纯战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魁王爷 你知不知道此事事关大理寺 上下一干人的身家性命 你又知不知道 你自己就是大理寺 最高长官这个事实呢 还请王爷明使 既然一开始偷盗金蝉 需要魏西敏 为何后来 又仅他一人便可以顺利偷盗九乱钗呢 而且我曾听说 同昌做了那个梦之后 十分担忧有人会窃取九乱钗 因此在自己府中妥善珍藏 既然如此 没有了魏西敏理应外合 犯人又是怎么窃取九乱钗的 唐上顿时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在撕存着 不敢开口 随着金啊 皇帝看向崔纯战 崔纯战不敢应答 只是后辈的汉 迅速渗透了衣裳 臣 臣还 皇帝见他如此 又抑制半趴半跪的前观索 你说 前观索 体弱筛坑 趴服于地 说不出话 皇帝咬牙恨道 你若不从速招来 朕抄你九族 罪名 罪名带着一群人去宫主府 清理下水道 罪名从 从下水道潜入的 公主所住之处是高台 所有饮食及用水 都是侍女与宦官们送上去的 哪里来的水道 崔少卿 你倒是解释一下 犯人如何盗取凶器九栏柴 崔臣战 无言以对 赶紧站起来认罪 臣 疏忽 臣为早日让凶手扶住 一位公主 在天之灵 因此基于审案 日夷继夜 精神不济 竟疏忽了此重大线索 臣 恳请皇上 稍作等待 容臣等 再行审讯 大理寺城立即召唤几位主侍 与知识商议 一直袖手旁观的御史忠诚 蒋葵 慢悠悠地问 崔少卿 犯人所做的事情 为何还需你们商议啊 崔臣战 对于他落井下石的行为 也不动怒 知音当时审讯时 是刑部派人来与大理寺 协同审问的 因此 我不担心 是否因沟通不畅 而出了差错 本想置身室外的王林 见自己终于被扯了进去 只好拱手道 确有其事 当我忙于事务 只让我不出最好的人手 尽最大的力 至于其他 本部侧重以律定罪 急刑法事 就无法帮忙太多了 皇帝听三法司 互相推诿 个个只会搅浑水 只能回头看向郭淑妃 见他呆呆坐着 失去女儿之后 一下子像老了好几岁 不由地心下惨然 绝唯有他与自己 才是风雨同舟 皇帝起身 喝道 都给朕闭嘴 众人立即噤声 皇帝的目光 越过满堂众人 终于落在皇子侠的身上 杨虫谷 奴婢在 你是朕亲爹 辅主大理寺的人选 关于此案种种 你有什么看法 此时纠葛甚多 绝非之言片语可以解释 公主之死 也是各个环节 一步步勾连造成 有巧合 有人为 无法单独拎出来解释 若陛下允许 奴婢恳请 从魏西敏之死讲起 将目前所发生的一切 从头至尾 讲给陛下听 皇帝勉强平定自己的怒气 冷然朝着他说道 好 既然三法司说不出来 那就由你 将此案一武一师说一遍 一切前因后果 都给朕解释清楚 是 奴婢认为 整个案件的开端 是一个女子受辱的事件而起 但串联起所有案件的线索 则是一幅画 张行英家中 珍藏的先皇玉笔 也可能是 先皇的绝笔 黄紫霞是一张行英 出示那幅画 至今我们仍不知道 先皇为何要画这幅画 而这幅画的真正意义 又是什么 但有一点无庸置疑的是 那就是 本案中凶手的手法 或者说 三个人的死法 与这上面的涂鸦 是一模一样的 这真是先皇手笔 无庸置疑 皇帝将画结果 仔细查看许久 尝出了一口气 不知先皇留下这样的话 究竟是何意思 这倒还不清楚 只是 本案中的三个死者 魏西敏 正是契合第一幅中的 天降雷霆 焚烧致死 第二幅 则正是困在铁笼之中的人 遇事的是孙赖子致死 而第三幅 鸾凤飞扑而下灼人 则应是 他望着皇帝不再说话 而皇帝已经清楚他要说的 是他那个死于九栏差之下的女儿 皇帝捧着那幅画 看了许久 声音略微嘶哑 先皇留下的话 为何会暗合十年后的这场杀人案 嗯 先皇虽英明神武 但以奴婢之见 英绝不可能预先知道 十年后的这几桩杀人案 更不可能因此将杀人案 绘成这样的涂鸦 建议示意后人 我想 先皇此画 必有其他的用意 但当下在此案之中 却被用作了另一个用途 凶手在作案之中 为了替自己掩饰罪行 而扯上了天谴这个罪名 在看到这幅画之后 便故意贴合这幅画 而谋划了三庄杀人案 企图借耸人听闻 来掩人耳目 以求逃脱刑法 那么查一查有谁知道 此画及上面涂鸦形状 就能基本全定凶手了 就是 这就是凶手 弄巧成拙的一个方面 一方面 这个手法 使得这三个案件 显得扑朔迷离 无从捉摸 但另一方面 也使得这三个案件 被连在了一起 让人可以清楚得知 这三个案件的凶手 是同一个人 我们将这三个死者 生前的交集点 结合起来 便可以推断出 死人杀害的所有人 都与吕迪翠 有着莫大关联 而且 死人还见过 张家珍藏的这幅画 堂上众人的目光 顿时全都落在 张行英的身上 张行英 在众人的瞩目下 顿时紧张至极 不知所措地 后退了一步 而黄子侠 凝神望着张行英 是的 看起来 张行英的嫌疑非常大 与吕迪翠这件案子 有关的人之中 吕迪翠自己 在魏西敏和孙赖子 死的时候 有作案时间 但公主轰逝之时 她被拘禁在大理寺 境市 要逃出来杀人 并且再神不知鬼不觉地 回到原位 根本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吕迪元 公主轰逝时 她有作案时间 但魏西敏死的时候 她因太过疲累 而被抬回家 又有大夫和隔壁邻居照看 绝对没有办法 也没有时间 从当时所在的封一方 跑到剑幅寺杀人 孙赖子死时 她意在蜡烛铺里 埋头捕作剑幅寺的巨竹 稀释众多店主和客人 皆可作证 唯有 张行英 她任何时间 都没有不在场的证明 或者说 在三桩凶案发生之时 张行英 一律都在现场 众人的目光 全部聚集在张行英身上 张行英 惊慌地后退了一步 下意识地辩解 不 我 我没有杀人 周子琴也急了 赶紧拉住张行英的手 宠谷 张二哥是有杀人的理由 但是我相信 他不会杀公主啊 就算他要杀人 他也一定不会用 这样的方法的 他这么耿直的人 不可能安排他下这么多计策 黄紫霞朝他点点头 然后面对众人 按照时间顺序 第一桩凶案 是剑福寺中 魏习敏死亡之谜 他死亡的关键谜团 在于剑福寺 当时的人山人海之中 霹雳披下蜡烛爆炸 而当时寺内 无数人四散逃窜 连人身上 都只有轻微的火苗 唯有魏习敏一个人 不偏不倚 被焚烧致死 对于此案 众人纷纷说是天谴 然而 苍天何曾为了一个人 而真的动容过呢 依我看来 他的死 只是凶手精心的安排 无论有没有天降霹雳 魏习敏 都将在那一日 死于火焰之中 李润睁大那双清澈的眼睛 可 从神佛之外 世上真的有人能控制霹雳 但雷火 刚好烧到自己想要杀的人吧 嗯 看起来无懈可击的一场报应 可惜 凶手还是在现场 留下了蛛丝马迹 让我们借此追寻 找出了诸多疑点 黄子侠的目光 从堂上众人的面上 一一扫过 就算是只是为童昌公主的死 兴师问罪而来的皇帝 与郭淑妃 也怀着极大的疑惑 专注地听着 黄子侠回头 对着周子秦点头示意 周子秦如今与他配合得非常好 立即便去库中 取了那根铁丝过来 递给他 那我们在剑福寺 发现的这根铁丝 对于案情有帮助吗 这是凶手拿来掩饰自己的手法 也是凶手杀人的方法 他说着 接过那根铁丝 举着上面被烧得变成青蓝色的一头 这种颜色 显然不是在现场洒落的那些火苗 可以烧成的 这种颜色 需要不短的时间灼烧 那么 当时在剑福寺内 哪里有持久燃烧的火苗 可以让一根铁丝 受这么长时间的焚烧呢 我想只有一个地方 那就是剑福寺内的那两根巨竹 而能够在蜡烛内插上这种东西的 当然只有 他拿着这根铁丝 转头看向 一直沉默站在最后的 吕志源 我想请教一下 吕老丈 请问你在蜡烛心内插上这根铁丝 有什么用意呢 众人看着吕志源 顿时化人 这老头自进入大理寺以来 一直埋头站在角落里 没有任何人注意过他 因为对他的比气 所以就算说到和低翠有关的几个人 别人的目光也只在他身上掠过 并没有停住 然而此时 黄紫霞却举着那根铁丝 向他发问 众人的目光 随着黄紫霞一起落在了他的身上 吕志源在堂上阴影之中 努力隐藏自己的身影 他依然还是鱼吕的身子 半旧的布衫 阴暗让他的脸显得轮廓也深浓起来 他仿佛不明白似的 缓缓抬眼看着黄紫霞 慢吞吞地问 你说什么 崔纯霞也附和 杨公公 你之前不是说 本案与张家所藏的那幅先帝仪比有关吗 既然他家真藏着 吕志源可曾见过那幅画呀 自然见过 就在魏西敏死后 低翠曾为了打发过来索要彩礼的父亲 而将张家的话取出给他 并且告诉了他 我们当时几个人揣测过的 图上的那三幅涂鸦内容 只是当时吕老丈说不信 他才赌气去当了十名钱 交给了他 所以那幅画 吕老丈是真的看过的 可是 可是你也说 他是去讨要彩礼的 他这种样子 难道真的会杀人吗 我才没有 我钱都到手了 干嘛为了一个丫头骗子去杀人呢 吕志源冷笑摇头 一脸的坚决 没有 我没有在自己的蜡烛内放过这种东西 或许是别人弄的 又或许是铁丝混在箱内 在箱炉里被烧成这样的 与我有什么关系 但当时一片混乱之中 唯有剑幅寺内 那个大箱炉没有倒 如果铁丝是其中的 怎么会被带出来 而你说 这铁丝是别人插进蜡烛心去的 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将弯曲的那一头 展示给他看 若是直上直下 插入芦苇心子 或许还有可能 但这弯曲的铁丝是在下面的 除了一开始制作时 你动的手之外 又有谁能够将它弯曲的这一头 插入笔直捆树的芦苇心之中呢 我老了 也滑了 可能是什么时候 芦苇心子之中混进了一根铁丝 也没有察觉到 但我敢问公公 我出了这一点岔子 又犯了什么法 你真的是无意之中 上铁丝混进去的吗 总之我是不信 因为你这看似不经意的举动 事实上 却是整个案件的开端与重点 吕老郑 你对于这场杀人布局 实在是费了莫大的心思 暗发前几日的天气 本就压抑 眼看就有雷雨 而你又注意到 一丈高的蜡烛 已经与大殿齐平 只要插上一根铁丝 便极易引雷 于是你在自己所做的 那根巨大蜡烛的芯子中 插上了一根铁丝 为了防止别人发现 你还坚决要自己亲手 树立这根蜡烛 这样 你就可以在蜡烛树立起来之后 将原本藏在里面的 这根铁丝拉出 而等到梯子撤去 下面的人 谁又能注意到 蜡烛新燃烧的火焰之中 藏着一条细长的铁丝呢 原来 所谓的天降霹雳 是他一手引来的 那 那他运气 也太好了 不偏不倚 就让霹雳 炸掉了自己的仇人 不 当然是有原因的 不然的话 天雷怎么会在 剑伏寺中的千万人 不偏不倚 刚好选中了魏昕敏 黄子侠将铁丝 展示给所有人看 不知大家可注意到了 这根铁丝上直下弯 上面笔直的半根 不但有被灼烧的痕迹 而且 还有残余的一点黑灰 但下面弯曲的部分 却毫无焚烧痕迹 这不是让人很奇怪吗 因为我看过吕老丈 做这种锯竹的蜡烛新 是把芦尾芯子 用麻布包裹 扎紧之后 浸透蜡油 再装上烧红的铁尖 插入半凝固的 蜡烛之中 所以就算当时蜡烛爆炸了 铁丝上扎的芦尾芯子 有麻布捆扎 有蜡冻住 也极难散掉 就算退一万步说 真的散了 吸过蜡的铁丝 也会有一瞬间燃烧 烧出一层黑色 入水也无法洗去 可你这条铁丝 下面却是完全干干净净的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崔臣湛与王林 蒋魁等 传看这根铁丝 若有所思 皇帝对于宦官的死 虽也有好奇 但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只说道 杨虫谷 你从速到来 是 以奴婢揣测 当时吕志源所做的蜡烛芯子 只有这半根铁丝长短 上面直的变黑的一部分 夹在芯子中 而蜡烛的蜡面下 其实根本就没有芯子 铁丝是裸露的 当然也就无法烧起来了 众人全都愕然 周子晴赶紧问 那么他做这样一个 只有上面短短一截蜡烛心的巨竹 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 他要用那个蜡烛 藏一个东西 而这根铁丝下面弯曲的弧度 正是为了避开那个东西 周子晴一拍脑袋 立即说道 啊 他肯定是在蜡烛内 藏了硫磺和炸药 所以天雷劈下的时候 铁丝引雷 蜡烛燃烧 旁边的卫星品就被烧死了 不对 爆炸后不久 我便过去查看了 在现场并未闻到 有浓烈的硫磺火药气味 崔臣战立即反驳道 而且 吕志源当时并不在现场 他又如何能保证 蜡烛爆炸时 魏西敏肯定就在蜡烛的旁边 而且 雷火烧到的 就是自己想要杀害的魏西敏呢 周子晴抓了抓头 只能一脸疑惑地望向黄紫霞 以上说的 是我们看见的证据 然而 本案还有一个 是看不见的证据 那就是当时在场的人 魏王爷 周子晴 张行英 吕迪翠 还有我 我们五个人 离那只爆炸的巨竹 或远或近 但没有一个人 在蜡烛炸开之前 看到过魏西敏 说到这里 黄紫霞转头 看向李淑白 李淑白点头 肯定地说 当时本王 确实没有看见魏西敏 因他是在公主身边的人 若本王在建福寺 扫得过他一眼 必定印象深刻 魏王爷这样过目不忘的人 没有发现魏西敏 或许可以说 是因为魏西敏 混杂在了人群之中 所以离得太远没看见 可张行英 与吕迪翠两人 当时就在蜡烛旁边 而且魏西敏 是伤害过吕迪翠的人 还穿着酱红色的宦冠服饰 他既然能在第一时间 被火烧着 必定是离蜡烛很近的 可为什么同时 在那只巨烛旁 魏西敏 却没有被别人看见呢 在众人若有所思的目光之中 黄紫霞终于说出了 最重要的结论 因为 那只蜡烛的高度 是一丈多 一为半粗 就算去掉上面融化的蜡 和下面较细的地方 剩余也足有八尺高 而魏西敏的身高 只有五尺半 足以藏在蜡烛之中 堂上一时寂静 每个人都为了这个疯狂的想法 而感到惊诧 错和 不敢相信 原本半透明的黄蜡 被染成了五颜六色 遮掩住了里面藏着的东西 为了空间更大 所以截掉了蜡烛心 竹身的雕花上 可以戳一些小洞 保证在里面的人 不被窒息而死 弯掉的铁丝 是因为需要避开魏西敏的头 而且 可以将雷火引导蜡烛内部 让柔和了朱砂 硫磺 黑油等易燃物的蜡烛 迅速爆炸散落 张行英 周子禽 李润等 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们看着黄子霞 又看看猥琐于吕的吕志源 不敢置信 吕志源低头 望着脚下青砖地 脸上还是带着冷笑 哼 公公 我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我藏着一个大活人 在蜡烛里 我又把藏着人的蜡烛 送到剑伏寺 你真是一响天开 是听起来 似乎荒诞不惊 但我说过了 我手中 有确凿证据 第一 将蜡烛送到剑伏寺那一天 你明明通宵感知蜡烛 疲惫不堪 为什么还不肯假手于人 一定坚持要自己 亲手送到剑伏寺 看着他利好才肯离开 我坚承享福 这蜡烛花费了我数月心思 我不放心别人替我送去 第二 剑伏寺花了半年多 才搜集那么多蜡 用以制作那只巨竹 结果蜡烛爆炸 一下子全部焚烧殆尽 普通的蜡 会在浴火时燃烧得如此彻底 只留下你最后刮走的 那么半罐子蜡吗 你是怕剩余的蜡太少 会被人知道自己的蜡烛是空心的 所以干脆在里面加了大量 预热及燃烧的颜料 将所有鱼蜡 一律烧光 你懂什么 制作蜡烛是 为了渲染各种颜色 必然要加入各自颜料的 然而 你制作蜡烛数十年 难道就不知道 里面多加了珠砂 硫磺 黑油等 也许一碰到火 整只蜡烛都会熊熊燃烧起来吗 黄紫霞说着 又摇了摇头 更何况 你还犯了一个做蜡烛的师傅 断然不可能犯的错误 那就是在蜡中 参加朱砂 哼 谁说我选择了朱砂 明明用的是 与往常一样的普通颜料 你无凭无据 怎可随便说我 虽然在场的人并没什么大事 但 我确实有证据 因为在事后 暴雨将蜡烛的鱼尽 冲刷到了鱼池中 放生池中所有的鱼 都在一夜之间死了 黄紫霞说着 回头看向嘴巴都合不拢的周子琴 当时你曾捡了死鱼回去检验 那些鱼的死因是什么 是水银中毒 对 这就是制作蜡烛时 不可以用朱砂作为颜料的原因 因为朱砂浴火燃烧之后 会化为水银 水银弥漫到空气中 所有呼吸道的人 都会中毒 怎么可以使用呢 然而你为了让蜡烛一燃 依然还是选择了朱砂 之前我去你店里时 曾看见你给蜡烛上红色 那红蜡绝对不是用朱砂做出来的 也绝不会冒毒烟 而为什么偏偏在那只锯竹上 你用了架高又危险的朱砂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虔诚 却为什么要给佛门法会 制作这样害人的蜡烛 你难道不怕蜡烛燃烧后的毒烟 会殃及剑福寺内所有男女老幼吗 吕志源一时语色 他站在背光之处 脸上的皱纹更加深刻 一张脸仿佛在瞬间更见苍老 他张了张嘴 却没能说出任何话 其实也没什么 不是吗 你一开始就知道 烧不了多久 逞着蜡烛便会炸开 到时候人群四散 那点水银熏不死人 但即使你精心布局 在蜡块上 你还是露出了马脚 剑福寺花了那么久才搜集的蜡 你却能在数日内 又凑出足够制作 那么大一只蜡烛的蜡油 我问你 你那些蜡从哪凑来的 你说你是多年存下来的 若你存有这么多蜡 剑福寺还需要到全国各地搜买吗 所以事实是 你一开始就根本没有用上那么多的蜡 因为蜡烛本来就是空心的 剑福寺给你送过来的蜡块 很多都剩下了 一开始就没有用掉 剑吕之源面若死灰 却没法辩解 周子晴赶紧问 中国 我有个问题 虽然那几日本来就气息压抑 眼看就是要来雷雨的天气了 可如果雷雨一直不来 他又准备怎么办呢 即使那条铁丝没有引来雷电劈下 但下面的蜡油中还掺杂着黑油和硫磺 只要再烧一会儿 整只蜡烛还是会炸开 然后炸开的蜡块全部焚烧 而被他藏在里面的魏西敏身上早已涂上了易燃雾 还是会被活活烧死 到时候他只要说蜡烛出了岔子 炸裂后误伤他人 依然可以辩解 只是没有天雷劈死人这么玄乎而已 确实是 魏西敏在蜡烛之内 而当时了真法师又刚好讲到报应 天雷大作 铁丝引雷 蜡烛炸开 一切就跟上天在成全一般 大家在慌乱之中 只会认为这个倒地的人 是蜡烛旁边的人被烧到 谁会在拥挤的人群中发现 他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么魏西敏又为什么会乖乖地待在蜡烛之中呢 他当时可是在地上爱好打滚的 一个大活人为什么肯躲在蜡烛里呢 玲玲香 你忘记了吗 前官所听吕志源说 他那边有上好的玲玲香 于是买了送给公主府的厨娘昌仆致谢 昌仆一个下人 按照府中规矩 这种贵重东西 自然要先给公主送去过目 然而公主婚后还未生孩子 怎么会用这种不利于怀孕的东西呢 而魏西敏一来贪婪 二来有头疾 玲玲香对她来说正是好东西 于是顺理成章地拿去用了 一天一两 到第七天香已用完 他又去向昌仆讨要 闹出一场风波之后 跑去向前官所要挟 前官所带她去了吕志源店里 那一天正是建福寺佛会的前一夜 那一夜魏西敏彻夜未归 而这个大家一致认为不敬鬼神的魏西敏 第二日在所有人都未曾事先看见她的情况下 在建福寺突然出现 一出现便是满身的大火 哀嚎而死 吕志源将这一切都算计好了 一是公主府的规矩 无论谁拿到贵重东西都要先进献主人 二是利用前官所 给她推荐了自己的玲玲香 三是计算好了投机病人的用量 让她几日后准时来讨药 一切都如她所料 魏西敏自投罗网 并且在她的店内失踪 而魏西敏失踪的那一夜 我想 应该是吕老丈在店里 用了加料的玲玲香 省她无知无觉 一觉睡到自己满身大火才惊醒吧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吕志源身上 看着这个甘兽老头跪在堂前 一动不动 就跟一根已经枯死了多年的枯瘦树根一样 尽是灰黑的风霜痕迹 却又满是苍劲的线条 黄紫霞声音坚定 继续说下去 而孙赖子的死 也与你脱不开关系 不 杨公公 孙赖子这个案件 你可能是想错了 张行英 默然看着沉默不语的吕志源 孙赖子死的时候 正是中午 我和阿迪都曾经去过那里 想下手 却没有找到机会 那时候 我们没有在大宁坊见到吕 吕老丈 而且后来 也很多人证实 中午时 他正在西施店内赶支蜡烛 我不信他有机会杀害孙赖子 他压根儿不必在场 因为在叫人来维修 加工自己房屋的那刻开始 孙赖子 就已经必死无疑了 黄子侠 转头是一周子秦 将他们当时 从孙赖子家门上撬下来的铁盒 展示在众人面前 在孙赖子的房屋正门之上 装了一个 如今京城流行的铁盒 当时替孙赖子 加过门窗的师傅 替孙赖子装上的是一个全新的 涂漆颜色十分鲜亮 而在案发之后 却发现已经完全掉了漆 这个铁匾鹅 是乾关锁弄的 崔纯湛 顿时又一直毁顿余地的乾关锁 众人的目光 又再次聚集到了乾关锁身上 原本满脸死气的乾关锁 此时看看黄子侠 又看看吕志源 那双一直呆滞的眼睛 终于瞪大了 也不知哪来的力气 他撑着地 嘶声喊了出来 冤枉 冤枉 草民没有杀人 草民的铁饼鹅 是在刘济姐姐铺打的 到回来之后就堆在那儿了 小人只看了一眼 周子晴急不可耐 只抓着黄子侠 冤枉 以你看来 这个小铁鹅和孙赖子的死有什么关系啊 你还记不记得 大宁方的李正曾对我们说过 在前老板劈开孙赖子大门的时候 有一股黑气冲出 大家都认为 是滴翠的冤魂煞气 是 李正说过 周子晴看向张行英 挠头皱眉道 可问题是 滴翠又没有死 怎么会有冤魂煞气之类的 因为 有人在门上焚烧过东西 而在门被劈开的时候 灰烬受到震荡 而里面又始终闷着 所以乍一开门 黑灰便立即飘荡出来 也就形成了 所谓的黑色煞气 黄子侠指着那铁鹅上面 烧得焦黑卷薄的七色 但屋内并没有火烧的痕迹 唯一的灰烬 在空心的铁质匾鹅之内 所以 孙赖子的死 凶手动手脚 就在这里 在发现孙赖子死后 大理寺便立即封闭了屋子 也不可能再有人接触这个铁鹅 所以唯一的可能 就是在前一天 门窗加固好之后的那一夜 与第二日五十之间 有人在孙赖子的那个铁鹅内 燃烧了什么东西 而这个东西 我断定 应该就是铃铃香 因为在我们晚上过去查案时 王尚书的儿子王都尉 护送我们一起过去 他闻到了屋内残存的铃铃香的气息 他是京城有名的香道中人 应当不会闻错 而我也敢断定 这种铃铃香 必定与当时迷倒魏西敏的是一样的 所以才导致孙赖子 一直在被刺中两处之后 还维持那种姿势 一动不动地死去 那么 吕志源又是如何潜入那个密封的屋内 杀死孙赖子的 难道他也知道下水道经过哪里 此案与下水道并无关联 若凶手是从下水道潜入的 那么屋内必定会有痕迹 就算被跟着前观所 涌进来看热闹的人踏平 也不可能会是那种夯实的地面 何况当时吕志源正在店内忙碌 哪有时间前去爬下水道呢 黄紫霞让周紫芹 将铁额上的镂空花纹掀起 诸位可以看到 里面的残余灰烬之中 有两道手指抹过的痕迹 在我们未曾查看铁额之前 有谁会注意这个 淹没在孙赖子墙上 一大堆符咒画像中的东西呢 更不可能有人想到 铁额里面会藏着什么东西 我想 唯一可能会到里面拿东西的 应该就是凶手了 而凶手从这里面拿走的 是什么东西呢 他指着里面消灰中 残存的两个痕迹 这是一个较大的圆形痕迹 这东西若是个圆形 按照这个直径来看 是绝对不可能 从铁额这些奇形怪状的 镂空之中取得出来的 而若是一个扁平的圆片 凶手可以勉强伸入一根手指 将它从最下面挪出来 从下面这条长长的云烟缝隙之中取出 可是 凶手并不是这样取的 它是从上面取走的 但上面这里 唯一的空洞 只能容许一根手指通过 能从这么小的地方 取出这么大的圆 是什么呢 众人都不禁看着那个小洞 思索起来 堂上亦是无人说话 唯有张行英站在堂上 仿佛看着一个陌生人般的 看着低脆的父亲 而吕志源 则失神地正正站在那里 不言也不语 仿佛黄子侠说的一切 都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 李淑白缓缓开口 是个台黄绷子 是 就是用在弓弩上的那种绷子 在灰迹上刮擦的时候 会留下较大的圆形形状 但再小的空洞 只要将它旋转几下 就能毫不费力地取出 黄子侠说着 将目光再度投向吕志源 仿佛叹心一般地说 而吕老赵 当年曾应征入户 他进入的正是弩队 难道说 吕志源在这里面 装了一个弓弩 不 只需要两个绷子而已 黄子侠指着铁鹅事宜 在对外的那一层涂上磷粉 后面放上淋淋香 淋淋香之后 是用蜡蜂柱的绷子 上面放的是两片脆毒的薄铁皮 我想起来了 孙赖子半身的烂窗 让他只能维持那个侧睡的姿势 而吕老赵曾当过多年的弩兵 只要根据大门与床的角度 调节好绷子 用蜡蜂柱 即可对准那张 被挤得只剩那点空间的床上 一个始终用那种姿势睡觉的人 周子秦顿时恍然大悟 那日午时 不对 或许不用到午时 只要阳光足够炙烈 照在铁鹅上 磷粉受热 引燃淋淋香 这种安神催眠的香 会让孙赖子昏昏欲睡 而他的床正对着 就是大门口和门上的铁饼鹅 等到铃铃香燃完 铁鹅内烧起明火 封住绷子的蜡 在瞬间融化 被封在蜡内的绷子立即弹出 上面放置的铁皮 以微向下的角度 直射入了孙赖子的体内 那 这香能让魏西敏在睡了一夜之后 还没从颠簸中醒来的 在昏睡中的孙赖子 可能压根没有感觉 就一病呜呼了 是的 在知道孙赖子 找人家过房屋时 吕志源便已策划好了这一切 他先弄到了 前世店铺中的一个铁鹅 反正当时订的那批 都是一样的图案 改造了里面 又原样封好 然后提着工具箱过去 故意假装自己 此时才发现 是给孙赖子安灯斩托 吵嚷了一顿就走 那些在里面赶工的人 谁也没发现 其实他已经换走了 那个原来准备的铁鹅 反正师父们手脚很麻利 只是拿着东西 往留好的缝里一切而已 看都不会多看一眼 然而 如果这样的话 当时在场的所有工匠 都有嫌疑 换掉那个铁鹅 是不是 而且 我们只要看到 他身上的毒铁片 就可以按照角度 找出凶器了 然而 紫琴和大理寺的武作 都没能在孙赖子身上 找到任何铁皮之类的东西啊 是的 脆毒的铁片 会彻底地泄露 孙赖子死在密室之中的秘密 也就没办法 让人认为是天谴了 所以凶手 当天下午必须要去大宁峰 他需要安排一场戏 将孙赖子的死闹开 并且让自己 成为第一个接近孙赖子尸体的人 而那天下午 在孙赖子家附近的酒馆之中 正要去算账的钱管所 遇到了同样 要去讨债的吕志源 两人一起 劈开孙赖子家的门 吕志源带去的小斧头 钱管所劈开的门 他们两人 在所有人之前闯了进去 酒醉的钱管所 把尸体直接就推到地上去了 假装不明就里的吕志源 趁机将他的尸体翻过来 然而 没有人看到 就在此时 那两个最接近尸体的人中 有人将孙赖子身上 扎扎的凶器拔下 然后装出害怕的样子 和对方一起退到了门口 在众人报官府 和看尸体的一片混乱之中 凶手便可趁机 将铁鹅中的机关取走了 黄紫霞说着 目光清朗的环视者 堂上所有人 所以 在孙赖子死后 最早接近他尸体的人 就是那个凶手 他转过身 目光落在 依然还跪在那里的钱管所 他满脸复杂神情 不知是震惊 还是欣慰 只见他望着吕志源 脸上的肥肉 在微微颤抖 李润问 钱管所和吕志源 都是当时 最早接近 孙赖子尸体的人 你说得对 唯有他们 有机会将 孙赖子尸体上的 凶器取走 可 为什么你会认为 凶手不是 钱管所 而是吕志源呢 很简单不是吗 第一 钱管所没有机会 看那幅画 所以能按照第二幅 涂鸦杀人的 并不是他 第二 当时首先靠近尸体的 唯有他们两人 两人中 吕志源是清醒状态 若钱管所拿走凶器时 他一定能察觉 而如果是吕志源 拿走凶器 钱管所那种状态 却不一定能察觉了 吕志源依旧站在那里 弓着背 低着头 一动不动 只是他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地上的青砖 那里 有一滴湿湿的痕迹 不知是他脸颊上 滴落下来的汗 还是他眼中 落下的泪 夏日的太阳 灼热地 自唐外照射进来 虽然唐上人都站在背光的地方 但热浪依旧炙烤着所有人 让人觉得心焦火燎 在满唐的寂静之中 吕志源终于开口 他神情虽然疲惫灰暗 但他抬起头 那双眼睛却意外地锐利 是 是我杀了渭西米 也杀了孙赖子 他们都该死 不是吗 他的声音沙哑 语气也很平静 我有时也觉得很诧异 为什么我做的一切都这么顺利 其实我做好了外面的空心蜡烛之后 也做了里面的内主 就在渭西米过来找我的前一刻 我已经失望 决定要将内主套入进去 放弃这个计划了 谁知 就在贴色按下来的时候 他来了 上天 终究还是成全了我 我曾想 是不是因为老天爷在锤炼我女儿 才保佑我杀人时 毫无阻碍 无比顺利 然而你在杀公主的时候 却显得格外仓促 我想 她应该不在你的计划之中吧 这句话一出 满堂顿时死寂 所有人的呼吸都停滞了 皇帝顿时脸色巨扁 难以自意的一按桌子 呼得站了起来 他瞪着吕志源 眼中满是通红血丝 低吼 同场 同场也是你 吓得多手 吕志源站着一动不动 低着头 只隐晦地说道 我从未进过公主府 甚至连公主的面 都从没见过 一直沉默不语地 行不上书亡灵 此时终于开口 杨公公 此时我也觉得有点疑问 你可别忘了 公主是死于九栏差之下 而九栏差在公主 宫市之前 曾神秘失踪 我想 一个乡竹铺的老板 很难潜入公主府 偷到重重关锁之中的 九栏差吧 郭书非 郭书非一点头 哽咽道 通常一直真爱 九栏差 此次 更是因为自己的梦 而慎重珍藏 谁知 谁知也能有人 安排下 这种种手法 终究 还是盗搜了这支钗 不 奴婢认为 在重重关锁之中的 九栏差 其实用一个 很简单的手法 便可盗取 你快说 口述或许难以描绘 还请大理寺 为我准备一个箱子 和一大一小两把锁 我便能为大家重现 当时九栏差 不翼而飞的情形 崔陈湛 立即吩咐人 送来一口箱子 黄紫霞让人 靠墙放着 然后向恶王李润 借了那个 装棉纸的盒子过来 将自己头上 簪字的通心卷纹草 按住 拔出里面的玉簪 用手绢包裹好 放在盒中 他将东西 给众人看过之后 让李润亲手锁上 等李润将盒子 放入箱子之后 他又请他 用另一把锁 将箱子锁上 钥匙收好 黄紫霞指着箱子 问锤珠等几人 当时公主 将九栏差 放入仓库之中时 情景是否如此呢 正是如此 一模一样 黄紫霞点头 然后向众人 各位可以看到 这箱中东西 我未曾碰过一个手指头 但这里面的东西 实则我已经窃取了 不可能 你一直站在我两步之远 怎么有接护窃取呢 不信的话 请恶王爷将钥匙给我 我打开给你看 就像当初公主 将钥匙给侍女 让他们去取东西一样 他回头 看着静弱寒缠的侍女们 笑道 当然 一定要几个人一起去 可以互相监督 他走到箱子前 示意四个侍女 站到自己身后 嗯 仓库内一排排都是架子 你们当时站在哪里 侍女们想了想 便依次走位 站在了她的身后 因为周围架子的知道 你们只能站在我的身后 看得到我的背影 却不能看到我的手在干什么 不是吗 他说着 面强打开了箱子 然后将里面的盒子取出 放在已经合拢的箱盖上 又打开了小盒子 然后大声说道 东西不见了 听闻他的宣布声 不仅侍女 就连堂上众人都围了上来 只见黄子侠 站在空空如也地 打开的箱子前 手里捧着打开的空盒子 回头看他们 这欲吓得脸色煞白 是的 就是这样莫名其妙不见了 垂珠 垂珠你说是不是 垂珠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没有应答 这是一个 只有亲手打开箱子的人 才能实施的方法 这么说 你就是在开箱子的时候 将东西塞进自己的袖子 或者怀中 然后假装箱子里 已经是空的了 不可能呀 骆佩立即道 当时一发现东西丢失之后 公主立即下令搜查所有人 别说当时去取东西的垂珠和我们了 就连七云阁的侍女们 都每人搜身 搜房间 九栏差那么大的一只钗 若是垂珠藏起来的 早就立刻发现了 当然不可能藏在身上 黄紫霞将自己的袖子挽起 已是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我只是在箱盖再次打开的时候 借助那一瞬间 将东西送到了别人都不会注意的一个地方而已 他将空箱子往后一拖 在箱子与墙角的夹缝之中 他亲手用手绢包好 放在恶王亲手锁住的盒子中的那只簪子 赫然就在地上 在众人恶然的嘀呼声中 黄紫霞将手绢打开 取出里面的玉簪 插回自己头上的银簪之中 然后将盒子捧还给恶王 在所有人搜身 搜房间的时候 却没有一个人想到 将那只箱子 从架子的最下层拉出来 看一看箱子背后的空隙中 藏着什么东西 而七云阁的仓库中 唯有那个箱子下垫着碎布 想必是锤珠早已谋划好 因怕自己掀起箱子 让簪子滑落的时候 九栏拆会发出声响 所以欲先在那里铺了布条 以减轻声音 是不是 锤珠正正地听着 双膝一软 跪了下来 瘫倒在地 郭书飞跳了起来 怒吼 锤珠 居然是你 你 公主平日对你不保 你居然 你居然敢谋杀公主 没有 奴婢只是 奴婢只是埋下了九栏柴 奴婢 奴婢也是逼不得已 奴婢怎么敢对公主动手 就算见奴婢一万个胆子 奴婢也万万不敢啊 驸马为宝衡 他原本憔悴诗神的面容 如今更为难看 几乎已经面如死灰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张了张唇 却没说出任何话 你给任从事招来 你是灵徽神边人 他素日最为倚重的就是你 你为何要故意倒走九栏柴 让公主焦虑成疾 垂珠颤声说着 却不敢开口 只是痛哭着倒伏在地 几乎晕卷 黄紫霞回头 看着茫然地跪在堂旁 瑟瑟发抖的前关锁 缓缓地说道 当然是因为 你的附近前关锁 垂珠依旧哭着 匍匐在地 没有抬起头来 而前关锁则身体一震 那肥胖又松垮的脖子 一寸一寸地转了过来 看着因为哭得太过厉害 仿佛身体在抽搐的垂珠 嘴唇剧烈地颤抖着 却无论如何 也挤不出一个字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给朕一无一失 说清楚 皇帝直接面向黄紫霞 一幅袍秀 指着他喝道 是 我想这件事 应该从十年前说起 黄紫霞见前关锁 茫然不知所措 垂珠伏地 哭得几乎晕厥 而皇帝就站在他面前 等待答案 那时候前关锁 因为穷困潦倒 所以卖了女儿杏儿 杏儿入宫之后 被改名为垂珠 分到了公主的宫中 垂珠聪颖勤快 经过十年的磨练 成为了公主身边 最不可缺少的人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自己的父亲出现了 在他即将因为公主的帮忙 而嫁给朝中前途大好的青年官员时 这个从小抛弃了他的父亲 却出现了 而本朝以来 官吏与商户之间 虽已有较多同婚 但一个商户女 与一个由公主亲自消除奴籍 又亲自止婚的侍女 在夫家看来 到底应该是哪个更好一些呢 众人都漠然无语 只看着全身颤抖 浮在地上的垂珠 而垂珠终于抬起头 眼泪全勇 无法抑制 他努力想睁大眼 看自己的父亲前关锁 然而终究被泪水 模糊了眼睛 无论如何都看不清 是 我熬了十年 终于要熬出头了 可你 可你为什么忽然又要出现 为什么要断绝公主 替我铺好的锦绣前程 你知不知道 若是我真的与你相认了 我打好的婚事就完了 就算对方不会回婚 我一个商户女 以后再父家 你又怎么做人 黄紫霞默然看着她 山泽 你的父亲 一直期待着与你重逢 是啊 被自己卖掉的女儿 居然没有死 居然还在公主府中 过着那么好的日子 她喜自自地捧着 那个金蝉回去 向所有人炫耀 自己女儿有出息 却不知 我忧虑得整夜没睡 我好怕 好怕自己只是个 商户女的身份 被人发现 垂珠伪顿地坐在地上 从众人旁观的角度看来 她那种绝望的神情动作 与她附近前关锁 几乎是一模一样 前关锁终于念如着 可 可我们见面的时候 你很爽快地给我看过胎记 我 我 我还听到了你的笑啊 还有 还有那个金蝉 是你自己要给我的 不是我要的 垂珠争愣了一下 呆呆地没开口 钱老板 你不觉得 与你说话的你女儿 和现在垂珠的声音 并不一样吗 是 是不太一样 和你说话 给你看胎记 又把金蝉给你的人 不是我 垂珠终于颤声开口 目光畏惧地 投向皇帝和郭淑妃 她 她是 是同昌公主 不是吗 见她始终不敢说出口 皇子霞便帮她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公主 为什么要冒充 前关锁的女儿 但在公主府之中 我们曾见过她身边 一个小雌狗 那种雌狗 只是视景中最普通的玩物 与周围环境 格格不入 当时我便觉得奇怪 因为公主小时候 曾被碎瓷器割破手腕 圣上真爱她 因此下令 她的身边 不能出现陶瓷的东西 那么 这个小雌狗 是哪里来的 在公主死后 又是谁将她摔碎 企图隐瞒呢 垂珠呼吸急促 眼泪一颗颗掉下来 却什么也没说 现在想来 那应该就是 前老板送给她 换来了金蝉的 那个小雌狗吧 而在公主 轰视之后 她身边的人 应该就是你 为了隐瞒 而毁掉了小雌狗 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是将她 从高台摔下 然后假装不经意 走到荷欢树下 将那一堆瓷器片 踩入泥中 神不知 鬼不觉 而且 除了小雌狗之外 我想 能让厨娘娼仆 和你就算撒谎 就算引火上身 也要尽力隐瞒 而且还能将 皇上赐予的东西 随便送人的 也只有公主了 是啊 垂珠终于出声 她不敢再看 面前众人 头垂得极低极低 低弱不闻的 难难道 谁知道呢 我听长谱说起前 前老板要找 自己手上有胎记的女儿 因我手上烧伤后 早已没有胎记 便知假装不知 谁知公主 却凑巧在礼物睡醒 听到了此事 说自己每日 无所事事 无聊之急 便让我帮她 在手腕上 用霉带画了个胎记 又和我商议 如何骗过她 看公主 如此兴致勃勃的模样 我也只好她硬了 凭记忆 给她画了我手上的胎记 又给她出主意 隔着屏风说话 只想让她 骗一回好玩就算了 谁知他们说话间 偶尔提起小刺狗 前 前老板爸爸的 就去找了来送给她 一来二去 公主竟乐此不疲了 一个朝中最受宠爱的公主 居然却冒充一个 从小被卖掉的姑女 而这个女子 又恰巧是她身边的侍女 众人听着 这简直匪夷所思的事情 堂上一时寂静无声 前官索呆呆地跪在堂上 这一刻 她身体的颤抖也停止了 仿佛她已经感受不到 自己遍体鳞声的痛 她只是跪在那里 正正地 却想不明白 茫然而悲哀 我知道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 公主与前官索 居然十分谈得来 虽然从未叫过她一声电 但一开始 她私下里称她为矮胖子 后来变成了胖子 渐渐变成了胖老头 而听说 前官索也多次向人炫耀 自己的金蝉和公主府的女儿 她越兴奋 我越担心 担心身是败露 自己近在眼前的婚姻 会在一息之间被她破坏掉 垂珠垂头 看着地上 一块块拼接的毫无间隙的青砖 就在这个时候 公主做了那个梦 那个关于潘玉儿来索要九栏差的梦 然后 魏习民死了 驸马也出了事 公主悠急犯病 我整夜整夜都睡不着 守着公主 唯恐出一点漏子 就在某一日 我照例到太医院去取公主的药回来 下车时 有人盯着我的手腕看 我 你是垂珠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她的手腕上 她穿着白麻衣 袖子下露出隐约的疤痕 她将自己的衣袖拉了上去 露出那只被烧的全是猙獰疤痕的手臂 垂手说道 我想 她是看见了我的手 所以肯定了我的身份吧 我回头看见那人 她 我不知道她是谁 她披着个破斗篷 斗篷的帽子把脸遮住了一半 可是下半张脸 又用一条黑布遮住了 这么热的天气 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 我本不想理她 可她却叫住我说 杏儿 你爹要死了 她的目光 茫然地扫过吕志源 落在前关锁身上 声音恍惚无力 我 我听她这样说 吓得几乎快跳起来了 我怕被人知道我的身份 而她又说 只和我说两句话就走 所以我只能离开马车 跟着她走到巷子另一边无人处 听她说话 她说 我知道你是杏儿 前关锁的女儿 魏喜敏是你爹杀的 因为魏喜敏向他索要林林乡 两人一语不合 你爹就在剑服寺内引火烧了他 而驸马的马 也是你爹去查看自己卖给京城防卫司的马时 一时疏忽弄坏了马掌 不巧害到了驸马 孙赖子 就是你爹闯进门的时候杀死的 而且 他还问我 你知道 你爹一旦被官府抓起来之后 你的身份会不会泄露 以后的人生怎么办 前关锁咧着嘴 脸上的肥肉不停地颤抖着 他抖抖缩缩地抬手 似乎想要摸一摸 自己女儿伤痕累累的手腕 但锤珠却如被火烫到般 收回了自己的手 藏在了身后 前关锁的手 停在胸前 许久也没放下去 他脸上哭丧的表情 配上那张胖脸 难看得让人不知该同情 还是厌气 而锤珠声音哽咽 几乎泣不成声 他 他跟我说 你以为你的事情能瞒过别人吗 但我是你父亲的朋友 我得帮助你父亲 也得帮助你 我 我怕极了 只能问他 我该怎么办 于是 他让你去盗取九栏差 是吗 是 他说 前两次杀人和驸马出事 请老板都有做完时间和在场证明 他让我 把我颠动一个绝对不可能有机会做到的证据 驸马为宝恒盯着他 不敢置信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就杀了公主 我 我没有 锤珠说着 咬住下唇 声音颤抖 我 我怎么可以做伤害公主的事情 是 是 那人说 此事很简单 公主不是梦见自己的九栏差不见了吗 这事 可以和此案联系在一起 而 谁都知道 秦老板是绝对没有办法拿到九栏差的 我还是不肯 我说九栏差是公主亲手收到箱子里去的 我没有办法拿到手 可他 他交给了我这个办法 是我在拿东西的时候 可以这样偷九栏差 我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那么九栏差 毕竟是在你的手中了 你兜兜转转说了这么久 还不快从十招来 你究竟 是如何用它来杀害公主的 淑妃娘娘 奴婢理解您的心情 但事情 总还是要从头说起 不然的话 如何才能让真相大白呢 公主是被刺入心脏 立即死亡的 这种死法 挣扎的幅度很少 而九栏差这样一只玉差 竟然会在刺入心脏时断折 更是令人觉得差 所以或许是 尽管垂珠你已经在下面铺设了布条 但九栏差还是在从香盖上滑落时跌破了 拆头与拆尾分离了 跌成了头尾两截 是吗 吹珠气不成声 只重重点头 许久才继续说 我没想到 九栏差的失踪 会让公主如此在意 它究竟复发 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于是我在风声没这么紧之后 就赶紧去箱子后取九栏差 准备神不知鬼不绝 让她再次出现在公主身边 谁知 谁知我从箱子后取出九栏差一看 她竟已经摔断了 她的目光 越过堂上所有人 望着摊在那里的前关锁 茫然恍惚 我 我那时真的吓得心跳都停止了 我这断裂的九栏差 就像我这一条 套在我脖子上的绳索一般 我按那个人的约定 在晚上将拆送到公主府脚门处 但就在拆叫到她手中的时候 我忽然害怕极了 总觉得这一来 我就要被人拉下深渊 不知为什么 我 我撞见了拆头 问 你究竟是谁 而那个遮住脸的男人 一言不发 只劈手夺过他手中的钗 却没防九栏差已经断裂 他一手抓住了钗尾 钗头 却依然留在锤珠手中 锤珠抓着钗头 转身就跑 狂奔入脚门 而那人不敢进门 追了两步之后 便从巷子口 另一边匆匆离开了 洛佩失声叫道 可是 可是如果那个人拿到的 只是钗尾的话 为什么公主能在那么多人当中 那么远的距离 一眼就看到了九栏钗呢 他不可能那么远 就认出那折断的半只钗尾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公主叫出九栏钗的时候 我吓得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还以为 还以为我所做的事情被他发现了 可没想到 他是指着人群中说的 我心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只因那九栏钗头 当时就是揣在我的怀中 所以我力劝公主不要过去 谁知那一场混乱之中 公主还是 还是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会扶在地上 只是歇斯底里的痛哭 堂上人尚且可以等待 但皇帝已经忍耐不住 他竭力抑制自己咬牙道 起来 给这一五一十 说清楚 垂珠又哀痛 又害怕 只能用手拼命地按着自己的胸口 用力地挤出后面的话来 声音嘶哑 几乎溃不成声 是 奴婢 奴婢和一群人寻找公主时 在人群中看见了那个人的身影 虽然还是看不清她的脸 可奴婢怎么都记得那件斗篷 而且 还看见她带着公主 往偏僻的方墙后去了 所以奴婢拼命地挤过混乱拥挤的人群 却 却已经来不及了 等奴婢赶到的时候 正好看见公主倒了下去 她说起当日场景 脸色发青 仿佛当时的九栏差 是刺在她的胸口 断绝的 是她的生机一般 奴婢 奴婢想得赶紧跑到她身前一看 她胸前刺的 正是叫卵柴的柴尾 奴婢 害怕极了 心知 要是自己被怀疑的话 肯定会被搜索 到时候 崴中的柴头 就是奴婢谋害公主的罪证 所以奴婢拼命跑到公主的身边 在跪下去抱她的身体时 悄悄将一只揣在怀中的九栏柴头 丢在旁边的草丛里 企图让别人以为 最有人持着那只九栏柴杀杀害了公主 九栏柴断裂 是因为公主的挣扎 然而奴婢真的没有下公主 奴婢只是一步错 步步错 最终到了如今的结局 堂上众人都是沉默 也不知该惊恶 还是应该叹婉 皇帝长出一口气 全身已经虚脱无力 她的目光转向皇子侠 可说的是否属实 属实 公主倒下时 垂柱刚刚赶到 她当时连滚带爬到公主身边 确实没有杀害公主的机会 皇帝仰头 再不看垂柱一眼 只挥挥手 示意将她带下去 大理寺的衙衣们上来 将垂柱的双臂拉住 往外拖去 垂柱亮亮呛呛地 被他们拖着往外走 她的眼睛看向前观所 原本因为哭泣 而低沉的嗓音 也在此时终于嘶哑地吼出来 前观所 我这一辈子 从此之中 她被你毁了 我死都不会原谅你 皇帝抬了一下手 示意衙衣们停下 垂柱尾顿地跪倒在地上 伸出自己那双手 哭喊道 你看 我手腕上的胎积没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为了保护公主 手腕的手中 全部烧伤了 伤口溃烂高烧 多日差点死掉 才回来公主念我忠心 叫我调到她身边 做贴身宫女 公主又是有一个 从宫外带来的小慈狗 然而她不申摔破 割伤了手指头 皇上与淑妃认定 是我没照顾好公主 让我在碎刺片中 跪了一整夜 跪到失去意识倒地 你才被饶手 我膝盖鲜血淋漓的时候 你在哪里 我烧伤的时候 你在哪里 我高烧欲死的时候 你又在哪里 你把我卖掉 拿了卖女儿的钱发家了 然后因为良心不安 欣欣做她来找我 毁掉了我最后的媳妇 她胸口剧烈起伏 眼泪滚滚落下 气息噎住 再也说不出话来 是爹 前官所望着自己的女儿 捏如着 许久许久 才终于开口 声音沙哑音色 她说了这两个字后 想了想 又艰难地改口 是 是我 我对不起你 行 我对不起你 她再也说不下去 嚎啕痛哭出来 她本来就是个 又丑又矮的胖子 现在哭得整张脸都扭曲了 更是显得丑陋 但所有人都无法出声嘲笑她 只看着她们妇女满堂沉默 皇帝的声音打断了此时的沉默 你生前服侍灵灰 还算尽心 如今身犯重挫 正格外开恩 云你追随主人而去 锤珠咬牙把眼闭上 再不说什么 也不看堂上人一眼 任由别人 把自己拖了出去 同尝之死 她是罪魁祸首之一 如今死后还能陪着灵灰 陛下为何又给她这样的恩德 没有人附和郭淑妃 也没有人回答她 就连前官锁 也依然呆呆跪在那里 只是那张灰暗的脸上 眼泪鼓鼓而下 似乎无法断绝 皇帝示意 把前官锁也带出去 她回头看皇子侠 右手紧钻成拳 因为太过用力 青筋根根爆出 与她面容上 突突跳动的肌肉一般 触目惊心 那么 缩使垂珠偷盗九栏钗 又杀害公主的人 究竟是谁 皇子侠默然向她攻身行礼 仅凭一根拆尾 同尝公主 当然不可能认出是九栏钗 然而 就偏偏有一个人 擅长制作各种 栩栩如生的花鸟龙凤 一夜时间 在断钗上 接续一个假的九栏钗头 并不是难事 啊 崇国 这不可能呀 就算是粗制滥造 就算是最熟练的玉匠 但要雕楼一只玉钗 也需要好几日 何况是九栏钗 这样繁复的大钗 更何况 她又去哪里找 同样的一块九色玉呢 为何要用玉呢 反正只是在混乱人群中 让公主远远看一眼 那么 用调好颜色的蜡 做一只九栏钗 她又怎么会在仓促间 认得出来呢 而且 一夜时间 用蜡做一只玉钗 不是绰绰有余吗 鸭雀无声的堂上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吕制员身上 郭淑妃一边缓缓摇头 一边垂下眼睫 眼中的泪水 无奈而悲泣地滑了下来 而皇帝 瞪着吕制员许久 重重地退了两步 跌坐回椅中 她说不出话 只用愤恨怨毒的目光 死死盯着吕制员 吕制员此时的目光 只投向堂外的天空 静默不语 她的侧面 那一道道皱纹 就像岩石上 风化的沟壑 她遥望着天边 似乎看着自己的女儿 越奔越远 终于远离了她 远离了这个 可怕的长安 在她 还不知道父亲 为她所做的一切时 或许 她永远也不可能知道 她曾怨过 憎恨过的父亲 为她做过什么 黄紫霞望着吕制员 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绪 但她终于还是开口 吕老赵 你要为你的女儿复仇 我理解你这种心情 但你不应该为了掩饰自己 而将无辜的人牵扯进来 崔臣湛赶紧小心翼翼地 请示皇帝 圣上 是否要给吕制员上刑 让其招供 不必了 我认罪 我杀了三个人 魏昔敏 孙赖子 同昌公主 都是我杀的 吕制员打断她的话 压抑在腾上的气息 并没有因为她认罪 而有波云剑雾的感觉 反而越发凝重 在此案之中 洪昌公主 虽然间接伤害了你的女儿 但她毕竟是无心之师 而且她这样的身份 你却执意要杀她 又是为什么 洪昌公主 我其实并没有想杀她 毕竟如你所说 她并不是直接 把低髓害成这样的人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低髓 要向大林寺投案自首 说自己是杀人凶手 可我不能眼看着 自己的女儿围在旦夕 我也更不能 去投案自首 获及女儿啊 吕智元说着 仰头深吸了一口气 勉强说道 这个时候 我想到了 童长公主 我想 这一切事情 都是因她而起 大约只有她 才能救我的女儿了 所以 我又是锤珠 为我偷了 九栏柴 出来 谁知 她却只给了我一半 但我 虽没能从锤珠手中 骗到九栏柴 但已经看清了 那柴头的模样 所以 我揣测锤珠 应该不敢将 坏掉的九栏柴 交给公主 于是 就像你所说的那样 用了 赶制了一支 九栏柴 远远看去 九根真的差不多 你对公主府的事情 似乎很熟悉 是不是 豆蔻告诉你的 是 她与我家来往很少 但低脆的母亲 毕竟是她姐姐 我今年去春娘坟上 祭扫时 她也来了 我允了一点香料给她 但她说公主府的规矩 外人收受的所有贵重东西 都要上交给公主的 公主身边有个 十分贪心的韦习米 又有头疾 有香料 肯定会被她拿走 尤其是安神的 可是 公主做了九栏柴丢失的梦 你又是从何得知 是那日 魏西敏到我店中 被我用香迷倒之后 我将她绑好 她曾迷迷糊糊 以为自己身在阴曹地府 所以吓得什么都说了 我问了几句 她就说了公主的梦 还说看到公主 偷偷建前官所的事情 我联系上前官所 最近得意洋洋 雪药自己女儿送的金蝉 要听说 公主身边的侍女 锤珠手上有伤痕 帮公主冒充得很好 于是我猜想 锤珠 或许就是 前官所的亲生女儿了 皇子侠 默然点头 身后皇帝 已经暴怒地 打断了她的询问 别问这些 有的没有的 先把杀害公主的事情 一无一失 我拿着假的酒乱柴 偷偷躲在公主府外 跟着她到平康坊 被堵在路上的公主下车 势力地被我引了过来 我在混乱之中 将她带到无人处 向她弹成了自己 杀她府上的宦官 和那个孙赖子的罪行 跟她说 我女儿是冤枉的 求她救救迪翠 她却看都不看我一眼 只看着地上的曹剑冷笑 我 鬼在地上苦苦哀求 求她让大理寺 释放迪翠 可公主情绪极畅 劈头便只让我们妇女俩 都洗干净脖子 等着 她说 她说 不仅要你死 你女儿也活不了 皇帝听她讲述 同昌公主临死前的模样 她坐在椅上 眼前仿佛 又出现了自己女儿 肆无忌惮 骄傲任性的模样 那锋利单薄的五官 就像一枚罪意折断的兵灵 却偏偏还如此倔强固执 皇帝觉得自己的胸口 痛得几乎无法呼吸 他用力抓着椅子扶手 死死地瞪着吕之园 却无法挤出一个字 这个时候 我害怕极了 公主若走了 我和迪翠都要死了 我已经杀了两个仇人 年纪也大了 死对我来说 又有什么关系 迪翠 迪翠这么年轻 就跟个仇出的花包似的 咱们可以和我一起死 吕之园说到这里 终于一反之前的肩末低沉 他激动地用拳头 捶着自己的胸口 仿佛要把那里的血 给呕出来 哪一刻 哪一刻我忽然想 和此事有关的 已经死了两个人了 我公公主也死了 不就可以证明 正在大理寺的低沉 他是无辜的吗 在满堂寂静的人中 吕之园的嗓音 嘶哑甘涩 却让众人都不知如何已对 所以我就赶上他 将那只柴尾 死进了他的心口 郭淑妃 发出疯狂的叫声 眼看就要扑到堂上来 他身旁的宦官与侍女 忙将他拉住 却无法阻止 他痛哭失声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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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坐在椅上 仿佛已经完全听不到 看不到 只是坐在那里 巨大的悲痛 淹没了他 让他一时无法动弹 吕之园 整个长安人都在说 你嫌弃自己的女儿 将他赶出家门 又贪财无耻 然而我知道 这一切都只是你 为了保护你的女儿 低萃而已 其实 在他被孙赖子 侮辱的那一刻开始 你就已经下定决心 要报仇了 魏昔敏是公主府的宦官 公主府有心要保他 你知道自己 无法走官府这条路 唯一的办法 就是自己动手 亲自杀了他们 他的目光 落在不敢置信的 瞪大了眼睛 脸色仓皇凄凉的 张行英身上 停了许久 才继续说了下去 可你知道 这事若是一旦败露 不但你会死 你的女儿 也一定会被你牵连 到时不是死 也要流放 于是你在下定决心 要杀人的那一刻起 就把低萃赶走了 你给他丢了一条绳子 逼他去寻死 其实就是想当众 与他断绝关系 让他远走高飞 不受牵连 然而我想 你一定偷偷地跟着他 不然的话 你又如何能不偏不倚 寻找到张行英家 被低萃仗见呢 吕智元 咬紧牙关 含糊地说道 我 我去张教 偷偷看过他几次 虽然很小心 但有一次 还是被低萃发现了 于是 我便说是来讨要彩礼的 想着张教 也凑不出这么多钱来 希望低萃还是离开京城 远走高飞最安全 甚至 他竟然那么少 只以为我是胡郎父亲 请偷了张教的那幅画出来给我 说第十民钱 我说了不止 他还跟我说 这上面画的是三种词法 我见第一种 刚好像是天井霹雳烧死人 顿时 想起刚被我烧死的魏西敏 于是 在杀孙赖子时 听说他闭门不出 便从第二幅画中受到启发 铁龙再怎么样 总有缝隙 而我当年在奴队学过手艺 刚好可以用上 至于第三幅 他说到这里 嗓音音哑 再也说不下去了 李翠遭遇此事 我们都同情他 只是 公主毕竟也算无心之事 钱管索及家人更是无辜 你将他们卷进来 太不应该了 而我最佩服的是 你伪装得太好 不仅骗过了我们 甚至连你亲生女儿都骗过了 可能 是因为我确实对低脆不好 他声音嘶哑 目光落在空中虚无一处 他看着那里 就像看见了女儿站在面前一样 就像即将离世的人 舍不得自己身边唯一留存的东西一般 珍惜的 一寸一寸的 用目光丈量着女儿虚幻的面容 黄紫霞听到他喃喃的声音 就像是孟逸一样 刚生出来的时候 我就不喜欢这个女儿 她是早产 春娘生下她之后 就血崩而死 我只能呆呆地抱着刚出生的她 坐在床边 看着春娘的脸 慢慢变成白色 又慢慢变成青色 当时她低头 看着自己怀中这个娃娃大哭的孩子 因为这个皱巴巴的小婴儿 她的妻子没了 那一刻 她只想把这孩子给摔在地上 换回春娘的命 可是 她那么小 早产的孩子 躺在她壁弯里 跟着小猫似的 哇哇地哭着 红红的小脸 皱得跟青蛙一样 那么丑陋 那么柔弱 让吕志源 只能抱紧了她 将脸埋在她的墙宝之上 呜呜地哭了起来 吕志源自小家贫 又去当了十年兵 三十多岁了 她才遇到唯一一个 愿意嫁给她的女人 春娘 他们婚后感情很好 春娘却始终没有怀孕 他们四处烧香祈求 终于有了这个孩子 谁知她一到来 就将吕志源源以为 可以相伴终老的人 给夺走了 更讨厌的是 她还是个女孩子 男孩子丢在草丛里 就能长大 等到稍大些 便可以带着一起下水摸鱼 上山打鸟 会有人陪她同喝一壶酒 同使一出劲干活 血脉相连一起沸腾 这就是儿子 有一天 长得比自己还知凡夜貌 稳健厚实 可她拥有的 只有一个女儿 柔软的就似一朵 蔷薇花蕾 一不小心 就会被春风吹折 她只能去求隔壁五婶 帮她洗澡 羞愤地替女儿 洗尿湿的裤子 笨拙地 给她梳丑陋的辫子 她一天天在长大 从剥了皮青蛙一样 丑陋的早产婴儿 长成了这么清秀 漂亮的少女 这让她越来越担忧 不知道最终是谁 会将这朵蔷薇花蕾移走 种在别人家的花盆之中 那之后 她怒放也好 枯萎也罢 她再也没有办法守护了 谁叫春娘生的是个女儿呢 留给她的 注定只能是孤独终老 她脾气越来越坏 越来越容易大骂乖巧的女儿 越来越羡慕 有儿子的人家 十七年 一个独身的父亲 拉扯一个孩子 将她从不足四斤的一团肉 养成美丽体贴 又能干的姑娘 这十几年的辛苦 外人无法想象 她也曾守着发烧的低脆 一宿一宿没合眼 她也曾守在街口 逮着跟别人出去玩的低脆 劈头盖脸痛骂 她也曾在给春娘上坟的时候 搁着她坟头的荒草和她唠嗑说 女儿长得可真像你啊 她也曾经去找了个女人 努力想要生个儿子 可那个女人背着她虐待低脆 让她又无法忍受 终于戒酒发疯 把她赶走了 那时她也五十多了 终于死了这颗心 她想 或许自己这辈子 就是这样啊 孤单单一个人 死了 让低脆把自己 安葬在春娘身边 窝窝囊囊的 就这么过完了一世 时间真快啊 一眨眼 粉团一样牙牙血雨的 阿爹的女儿 已经变成了 会在发际上 插一朵白兰花的少女 鸟鸟亭亭 娇嫩鲜艳 经常有少年 借口买香烛 到她家店铺里 只为看她一眼 那时她又是担忧 又是欢喜 她挑剔地打发走 一个又一个说没的人 只因为觉得世上 哪个男人 也不配自己的女儿 然而她没有想到的是 她整日笑语吟吟的女儿 竟会因为去公主府 送一趟香烛 而忽然遭遇了 最不堪的命运 孙赖子到处传扬 那件丑事 整个长安城 都在津津乐道 她女儿的不幸 滴翠偷偷藏了蜡签 要去找孙赖子拼命 被时刻盯着 她的自己发现 夺下蜡签 给了她一巴掌 那是滴翠长成姑娘后 她唯一打她的一次 谁也不知道 她当时在心里 已经下了决心 她要保护自己的女儿 她要以血还血 洗清低脆身上 背负的屈辱 她要驱散她的噩梦 让她重新再活一次 有什么 皇帝的女儿 是因为心情不好 就可以随意摆布 我女儿的命运 将我女儿打落地狱 吕智元眼眶里 浑浊的眼泪 顺着满是皱纹的脸颊 滑落下来 滴落在青砖地上 她仿佛自言自语 极低极低地说着 十几年 我有十几年时间 把自己的女儿 从那么小一个婴孩 养到这么好的一个女子 我这一辈子 就这么一个孩子 我只是个最低贱的手艺人 给不了她高贵的门地 给不了陶贴权势 给不了满堂富贵 可我 就算赔上自己的命 也一定要让自己的女儿 好好活下去 黄子霞直觉胸口 一阵温热的血潮涌动着 让自己的眼睛酸痛灼热 她强忍住眼泪 却忍不住眼前浮现出的 自己父亲的身影 在一周的时候 她被父亲责怪后 任性不肯吃饭 母亲端了汤饼过来劝她吃 她一偏头 却刚好看见父亲 躲在亭前树下 偷偷关注着她 被她一眼看见 父亲顿时转过脸 假装自己只是路过 夺着方部 向亭院深处走去 她至今还记得 日光将亭树的织影 投在父亲的身上 那一条条清晰的影迹 当时毫不在意 可此时想来 却依然还历历在目 仿佛那种影迹 不是印在父亲的衣裳 而是用血 化在了她的心上 她不知道自己 发了多久的呆 是李淑白 轻轻地碰了她一下 她才回过神 吕志源依旧跪在堂上 侍卫们 已经给她伤了枷锁 崔臣站坐在堂上 一拍经堂木 又顿了顿 下跪犯人 你杀害同昌公主 公主服宦官魏昔敏 京城大宁坊住民孙赖子 证据确凿 人证物证俱在 是否伏法 是 崔臣站朝后堂看了一眼 见皇帝虽然胸口剧烈起伏 却依然坐在椅上 一动不动 便又转头问吕志源 你还有什么话说 吕志源沉默片刻 站在她斜后方的张行英 睁大眼 期待着她会转头 对自己说 关于女儿的事情 说一说 她要将低粹 托付给自己 但没有 吕志源 最终还是沉默地摇了摇头 崔臣站又看向皇帝 皇帝的脸色还是清白 但气息终于平顺了 她嘴唇微动 对着崔臣站 说了四个字 明迟出死 崔臣站愣了一下 还没来得及开口 却只听得扑通一声 吕志源的脸色青紫一片 倒在了宫堂上 在一片惊呼混乱中 周子晴第一个跑去 赶紧探了探她的鼻息 然后将她的口掰开看了看 愣在那里 是怎么回事 啊 她应该是早就在口中藏了毒辣丸了 不知什么时候咬破了 现在 现在已经毒发身亡 无药可救了 黄紫霞正正地蹲下来 看了吕志源黑紫色的脸 漠然无语 周子晴看了她一眼 低声说 啊 也好 黄紫霞叹了一口气 站起来向皇帝回禀 皇帝的手紧抓着扶手 倾金避险 黄怒道 死了 就这么死了 如何写真心头之恨 陛下 她不是还有个女儿吗 这种贼人 必要让她死也不得安生 她的女儿呢 她逃了 朕就要她的女儿 替她收那千刀万剐 周子晴顿时吓得跳起来 黄紫霞眼急手快 一把拉住了她 示意她不要动 陛下 崔纯霞心惊胆战的 刚刚运到后被陛下命人 嫁出去的 就是她的女儿吕迪翠呀 皇帝这才想起 之前这件事 顿时勃然大怒 可又因是自己亲口下的旨意 只能怒急而无处发泄 狠狠一甩袖子 吼道 一击松许 把整个京城翻过来 也要抓住她 长安朱雀门 熙熙攘攘的人潮 在城门口鱼贯而出 男女老幼 视农工商 川流不息 低翠顺着人潮 低头仓皇地出了城门 就在她刚出城门之际 后面有奔马急驰而来 有人大喊 城门防卫司注意了 官府有令 即可搜寻一名叫做低翠的年轻女子 高约五尺二寸 身穿浅绿色如群 若又发现 立即带回大理寺 士兵们赶紧应道 有人又问 那女子犯了什么事啊 需要送交大理寺 低翠提起自己的裙摆 埋头向前挤走 希望让自己淹没在人群中 不要被发现 什么大理寺 这可是圣上亲自下的口谕 听说他爹与同长公主之死有关 圣上要将他家满门抄斩 啊 这是圣上没了女儿 也不让凶手女儿活着的意思啊 你是要死啊 这种话你也敢说 低翠站在人群之中 听着周围纷纷的议论 茫然而慌乱地 想着自己的父亲 那个一直嫌弃他 是女儿的男人 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对他说 你这个丫头骗子有什么用 总有一天会跟着男人走掉 你爹我 还不是得一个人活着 在他被别的小孩欺负 哇哇哭着回家时 总是厌弃地说 哼女人就是没有 打架都不敢还手 但过了几天之后 那些小孩看见他 便都不敢再欺负 至今他也不知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没有母亲 从小就垫着凳子 给父亲和自己做饭 父亲每天都吃 却从不说好 有一天 他与女伴出去上香 回来发现 父亲放着隔壁 无审送的饼子不吃 却说 吃不惯 父亲想要的是儿子 而自己是他不想要的累赘 但这么多年 他与几个女伴比起来 衣食和饰品都不缺 父亲总说 女儿打扮得好看一点 嫁人时才能多要点彩礼 可他有时候也想 这十几年的辛苦 毕竟是回不了本的吧 他的父亲 脾气粗暴 个性固执 一辈子不懂得说一句温柔的话 做一件温和的事 更不知道如何 才能拥有一个温馨的家 他就这么长大了 也曾感伤过自己没有母亲 也曾羡慕过别人有父亲宠溺 而自己除了继承自他的倔强固执之外 一无所有 他出事之后 父亲一直都在想方设法赶他走 他无论怎么哀求 始终都被他赶出去了 然而 在羊虫谷凑到他耳边 说出逃那个字时 他的耳边 几乎也如幻觉一般 同时出现了 父亲丢给他一条麻绳 将他逼出家门时 对他说的那一个滚字 那时令他痛不欲生 令他恨不得 当场死在他面前那个字 如今想来 却让他眼泪夺眶而出 再也无法抑制 他忽然想 或许是那个时候 他的父亲 已经决定让他远走高飞 而父亲将要替他洗血 所有仇恨 手刃所有伤害自己女儿的人 狄翠在日光之下 一边流泪 一边茫然地往前走着 不知未来在何方 不知爱人是否还能重聚 不知自己的父亲将会怎么样 站住 后面有喧哗声传来 他看见人群中 有一队城门守卫士兵正朝他追来 领头的人大叫 你 那个穿绿衣的 站住 他知道自己已经被发掘 前面是茫茫的山野 后面是追兵 他孤身一人 能到哪里去呢 天地窘回 万念俱灰 狄翠停下脚步 慢慢回身看着他们 叫什么名字 狄翠脸上泪痕未干 惊慌地看着他们 不敢说话 不管叫什么名字 一个十七八岁的 鲁鱼女子 有孤身一人行路 先带回去再说 士兵们拥过来 抬手就去抓他 狄翠闭上眼 只觉得无尽的苍凉 与悲伤涌上眼前 一片漆黑茫茫 你们抓错人了 就在士兵们 抓住他胳膊的时候 忽然有个极清朗 柔和的声音传来 众人一起看向旁边 声音来出 却是一个 如同修竹帽兰般 轻易的少年 骑在一匹黄马之上 他穿着天青色的 窄袖蓝衫 最普通的衣着 最普通的马 可每个人看见他时 便觉得眼前的世间 色彩格外鲜亮起来 如朝霞出生 是他 虽然仅有一面之远 但谁会不记得 这样出色的人呢 何况 还是张行英家的恩人 那个抱着阿宝 在京城找了两天 走遍了长安各方 终于在茫茫人海之中 将孩子送回家的好心人 而领队的士兵 也认出了他 赶紧拱手道 这不是于学正吗 您认识这女子 这于学正是谁啊 你上次不在啊 就是曾与 郭淑妃和同唱公主 一起出城 踏青的那位 国子剑 于轩于学正啊 我们拦了车架检查 要不是于学正 帮我们说好话 郭淑妃和同唱公主 一发怒 咱们城门一群人 就没好果子吃了 哦 于轩我听说过 领头横了他一眼 将他口中呼之欲出的 八卦赌回去 神色如常地 对于轩拱手 于轩也下马还领 这位姑娘我认识 是公主府中的侍女 如今公主薄师 她被遣送出府而已 说着 她转而看向低翠 你家虽在城郊 总也有段距离 怎么也没人护送 低翠看着她轻湛的双眼 忽然一下子明白过来 她是在救自己 她也不知道 哪来的勇气 结结巴巴说道 是 是 是啊 现在公主 公主没了 府中乱成一团 哪还有人遣送我呢 我与你顺路 带你走一程吧 她说着 朝士兵们拱手告别 示意她上马 领头的有些迟疑 于轩正 这个 怎么了 扎队长还担心我走不动 要借我一匹马 不过 我这回是回义州 这马 是有借无还的 她的笑容 澄澈清透 简直干净地令人自惭行贿 领头士兵 顿觉怀疑 是自己的不应该 赶紧打着 哈哈说道 啊 于轩正与公主府来往 那个 甚密 你说的当然就绝对 没有问题了 不过这借马可不行 马匹都是有军马司火印的 我就是敢借 于轩正与也不敢骑啊 既然如此 那我便告辞了 滴翠迷迷糊糊地上了马 直到走出一里许 再没有了那些士兵的身影 她才感觉到自己的一身冷汗 早已湿透了后背 走到一个渡口边 几个人正在网船上装载货物 雨轩牵着马停了下来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滴翠愣了愣 默默摇头 她示意滴翠下马 从包裹中取出两名钱 和一套衣服给她 衣服你将就先披着 总之 不能穿这件绿衣了 呃 钱我也带的不多 就先给你一半 你若与我在一起 容易被官府的人找到 还是坐了这船 能去哪里就去哪里 滴翠迟疑着 见她双手捧着东西 一直放在自己面前 只能接过 低声说 多谢恩人 雨轩再不说话 收拾好包裹 翻身上了 路上小心 就此别过 滴翠抱着东西 站在渡口 看着她头也不回地离去 终于忍不住叫她 恩人 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救我 雨轩停下了马 回头看着她 那双清澈明镜的眼中 有薄薄的幽丝 与恍惚飘过 但她终究还是 掩去了所有仇私 只露出一丝微笑 我曾在大理寺门口 看见你抱着阿宝 温柔小心的模样 我想 这样的女子 肯定不是坏人 希望日后 你也能这样抱着自己孩子 好好地活下去 滴翠正正地仰头看她 喉口耿住 微有尖色 可我 我不知道自己 能不能再有这样的一天了 会有的 上天不会亏待好人 雨轩说着 轻轻朝她点点头 窝转马身而去 她目送着雨轩离去 强忍住眼泪 在竹林之中 披上了她的衣服 踏上了那艘船 船老大在催促客人登船 客商们 东倒西歪抱着自己的货物 坐在甲板上 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婆婆 热情地招呼她 坐在自己身边 满满当当的船 吃了深深的水 摇摇晃晃地 顺着芦苇荡 一路往前 雨轩的衣服偏大许多 滴翠勉强 拢住袖口与下摆 坐在船舱之内 将头靠在竹蜜编织的窗上 船行水上 水面如同微微抖动的光滑丝绸 低脆呆呆地凝视着水面 一遍遍地 在心里想着那些重要的人 和那些重要的事 但无论如何 伤害她的人 都已经受到惩罚 遮掩她的阴霾 也已经渐渐消散 她想 她一定要活下去 好好地活下去 为了张二哥 为了她的父亲 像每个最普通的女人一样 终有一日 她要与自己的爱人重逢 要抱着自己与爱人的孩子 在日光之下 宁静而从容 望却曾侵蚀过她的 一切悲哀 魁王府 枕流泻 景玉回来 禀报自己的任务 王爷 那个吕迪翠 不知道上哪去了 李叔白微微皱眉 割下手中的笔 不是让你从大理寺外 就一直跟着她吗 是 但到了城门外宿 她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奴婢正在想 如何上去保护她 结果 有个路过的人 将她救下了 奴婢想起王爷的吩咐 是护送她离开京城 又见她 已经上船离开 便不再跟下去了 嗯 魁王府可以帮她一时 但总不能管她一事 随她去吧 景玉应了一声 却没有离开 李叔白见她这样 明白她还有话说 便示意她说完 哦 当时救了吕迪翠的那个人 是刚刚辞去职务的国子监学政 雨轩 李叔白沉吟片刻 恩了一声 却没有其他反应 奴婢告退 李叔白扬扬手 等她退下之后 她一个人坐在水泄之中 却觉得四面水风侵袭 尽是灼热 她不觉站起来 沿着曲桥穿过荷花开遍的湖面 走向前院 今日当值的景区正坐在偏厅 一边眉飞色舞的和对面的黄紫霞说话 一边和她一起拨连碰吃 诶 冲果 我听说你要跟王爷去蜀中了 蜀中可好啊 天赋之国 听说景色特别美呢 嗯 估计很快就要出发了 她拖着下巴 望着外面的河塘 轻声说 她的目光 望着空中虚无的一点 仿佛正在看着遥远的 又近在直尺的那个人 李叔白在窗外看着她 想起说好 要在益州等待她的雨萱 雨萱 一个颇有点复杂 不知该如何形容的人 她有杀人嫌疑 或许与黄紫霞父母之死有关 可她又心地纯善 对幼童姑女施以援手 从不留名求报 她孤儿出身自强不息 可她又自甘堕落 与郭淑妃这样的女人 都敢有纠葛 若说她喜欢黄紫霞 为何要将她的情书 作为罪证上乘 并一意认为她是凶手 若说她恨她 又为何真的抛弃自己的前途 回益州等待她回去 喜雪冤屈呢 黄紫霞与景居 已经看见李叔白了 赶紧站起走出 听候她吩咐 李叔白示意黄紫霞跟上 两人一起沿着 河塘边的柳音走着 河风徐来 卷起他们的衣服下摆 偶尔轻微触碰在一起 却又立即分开了 李叔白停下了脚步 站在柳音下 望着近处一朵 开得正好的红莲 终于还是撇开了那个念头 没有说雨萱的事情 有个东西 我想给你看一看 她说着 带着黄紫霞 向雨冰阁走去 这里是暖阁 如今天气炎热 她已经不住在这里 两人走进去时 里面闷热的气息 让他们都瞬间想到了 童昌公主的那个库房 李叔白从柜子中 取出那个九宫阁盒子打开 又打开如同牧连般的内盒 将里面那张符咒拿出来 递到她面前 黄紫霞伸手接过 不由地恶然睁大双眼 后时微黄的纸张之上 诡异的底纹之间 观残孤独废极六个字 依旧鲜明 如刚刚写上 而在此时 除了一开始圈定的 那个孤字之外 另外出现了一个隐隐的红圈 圈定在废字之上 衰败毁气 未知废 那一个红圈 颜色尚且浅淡 似乎刚刚从纸中生出来一般 但那种淋漓涂抹 他人命运的模样 仿佛带着血腥味般 令人不寒而栗 黄自侠恶然抬头看着他 声音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王爷 这 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不知 自从丽妃那件事过去 上面圈定 棺子的红圈褪色之后 我便忙于事物 再也没有想起 直到前几日心许不宁 忽然又想到他 于是拿出来看了一下 他的手按在符纸之上 脸上的神情似有错愕 却并不惊具 看来 又有一件难以避免的风波 要在我身边涌现了 近日进出与兵格的人都有谁 不少 从景欲 景佑 到花奖 杂役 何况还有我不在的几日 巡逻的侍卫过去之后 若有人要潜入 总有办法 嫌疑范围太大 恐怕不易一一撤场 嗯 最好能有另一个突破口 等从一周回来再说吧 他将符咒 又放回河中 反正也防不住 索性只随意往身后一放 黄紫霞皱眉 望着那个盒子 嗯 其实我一开始 还以为公主府的 九栏差失窃手法 会与这张符咒上的红圈出现 与消失类似 这个盒子的开关存取 我从不假手于人 嗯 是 所以研究对方如何下手 又是什么人下手 我至今也毫无头绪 他既给了我预兆 我便直面这预兆 李淑白面容冷峻 平静之极地说道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一张纸左右我的命运 还是我自己把握自己的人生 黄紫霞敬畏地望着他 夏日逆光之中 他站在这圈定他命运的符咒之前 却笔直挺拔 如同矗立了千万年的玉山 溢溢生辉 不可知识 永不动摇崩塌 嗯 还是万事小心为上 李淑白点头 将盒子锁回柜子内 又随手拿出张家的那个卷轴 打开看了一眼 上面的涂鸦 还有 这幅画的真正面目 我想绝不是所谓的三种司法的涂鸦 谁知吕志源 会从我们当时的笑语中受启发 将这个案件 与先皇以比联系起来 意图混淆视听 从某种角度来看 他也是个令人佩服的老人 李淑白带他往外走时 又想起一件事便随口提了一句 还有一个值得佩服的人 王皇后回宫了 啊 皇后动作好快 哼 朝野都对郭淑妃不满 何况她如今 连唯一可依平的同昌公主都不在 怎么挡得住皇后回宫的脚步 而且 这回 还是郭淑妃向皇上提请 让皇后回宫的 原因 当然是皇后已经对她施压了 坊间传言 郭淑妃频繁出入公主府 与驸马为宝衡有私 她亦毫无顾忌 一个女人 恋上与自己女儿一般大的少年 就如荒野着了火 席卷半空 肆无忌惮 即使 对方将她冒着巨大风险 所写的信件 都漠然复之一句 她依然执迷不悔 而如今 帮她们遮掩的同昌公主 已经去世 她与宇轩见面的机会 也将十分稀少 这段不为人知便已落幕的感情 从此便将永远埋葬在她们的心中 只留下那一句话 成为套住她景象的绳索 无时无刻不准备着将她拖入深渊 她永远不是王皇后的对手 无论哪一方面 王皇后回来也好 同昌公主的陵墨余志 朝堂上正为此事又闹成一团 我无暇过问此事 不知道刚刚回宫的皇后 能不能将此事压下去 哦 王爷 无暇 在皇子侠的印象中 她分身有数 怎么可能会没时间处理这种事 李淑白转头看她 目光幽微深远 自然 也是不想管 有时候我在想 或许当自己最珍视的那个人出事时 无论是贩府走卒 还是帝王将相 都会无法控制自己 做出一些无论谁 都无法阻止的事吧 所以 皇帝会不顾朝臣的阻拦 一意孤行 为女儿大肆迎见 用最盛大的哀礼 来寄托自己的哀思 所以 吕志源这个执拗窝囊的老人 会苦心孤意 谋杀所有伤害自己女儿的人 即使面临千刀万寡 也未曾犹豫 而一个备受万千宠爱 却得不到自己最想要东西的公主 于一个际遇堪怜 却有人豁出一切真爱的名女 到底谁才会是比较幸福的一个呢 不知道 我将来会不会也有个女儿 我的女儿又会是怎样的 世上宠爱儿女的人很多 我想圣上肯定也会觉得 自己把全天下最好的一切 都呈现在了同昌公主的面前 她的女儿一定会获得世上最幸福 最圆满的人生 可惜 她错了 人人都觉得皇帝宠爱同昌公主 如珠如宝 她的人生定无缺憾 可其实 谁看得出 她千疮百孔的人生呢 她的父亲 对她极其宠溺 却从不知道她想要什么 她年幼时 曾经被碎瓷片割伤手 于是便永远失去了玩具 父亲给她赏赐下无数的珍宝 却剥夺了她年少的快乐 她的母亲 拿她作为自己的上位筹码 甚至在做下荒唐事时 将她拉过来作为挡箭牌 遮掩自己与宇轩不可见人的秘密 却在她死后第一个考虑的 是杀光所有她身边人 保守自己的秘密 她只因为球场上 意气风发的男子 对她一笑 便选择了韦宝恒 作为自己的丈夫 可谁知她一边贪图着 她带来的权利 一边迷恋着另一个 处处不如她的女子 所以 从未经历过正常人家生活的她 才会一次又一次 与前官所见面吧 也许她只有从她身上 才能得到一些 自己永远缺失的东西 早已被人遗忘的小子狗 从未经历过的事情 未曾感受过的平民妇女之情 让她忍不住的 一次次与前官所见面 因为她的一生中 从未见过这些 一个被困在金屋玉柱之间的公主 没有任何人了解 她荒芜贫瘠的内心 因为她的不快乐 所以她的父亲 给她周围堆砌了更多珍宝 却不知女儿需要的 严许只是街角坊间的 那一只小瓷狗 李淑白沉默许久 忽然常常出了口气 仿佛自言自语般地说 不知道我将来又会是个怎样的父亲 最好 最好不要像皇上一样 极度爱宠着女儿 却连她真正想要什么 都不知道 因为碎瓷片曾割到女儿的手指 她禁止一切瓷器出现在她的身边 可她却不懂得 有时候女儿需要的 仅仅只是市场上 随处可见的一只粗猎子狗 而不是她用金银珠玉 堆砌出来的釜底 也不要像吕志源 沉默固执 不懂得如何呵护自己娇柔的女儿 觉得男人露出温柔是羞耻 一任自己粗暴的态度 日复一日地伤害女儿 不要像前关锁那样 在最艰难的时候 舍弃了女儿 在尽快好转的时候 又重新去寻找 以为还能和以前一样 却完全无视 已较难以弥合的猎戏 那么 你心目中的好父亲 是怎么样的呢 黄紫霞默然 想着自己年幼之时 在亭树之下 偷偷望着她的那个人 那个当着她面 假装不经意提起别人家女儿 会给自己爹爹亲手做鞋的人 背地里 却对所有人夸耀说 我家这个女儿 胜过人家十个儿子的 她的父亲 那是她的父亲 在她年少的时候 曾觉得自己的父亲 普通平凡 一世也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 黄紫霞曾想 大约和别人家的父亲 差不多吧 然而 时至今日 她终于还是失了眼眶 我见过的 天底下最好的父亲 是我自己的父亲 李叔白低头望着她 没有说话 她的心中 也想起在她十三岁时 永远离去的那个人 那人曾是她儿时 巍峨伟岸的高山 她仿佛可以一世 躲在那硕大无棚的羽翼 庇佑之下 不见风雨 如今 她们都已经成了孤儿 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无法再依赖别人 只能自己 一步步地走下去 无论前锋是风雨 还是艳阳 她们离开京城的前一天 刚好是周子秦附近的烧尾燕 她家厨子手艺不错 宾客同欢 尽兴而归 吃完饭 也到了午后 周子秦送她们出门的时候 遗憾地说 哎 可惜啊 少一个完美的骨娄子 赵王也点头道 是啊 以后恐怕无法再吃到那么好吃的骨娄子了 恶王李润 与他们一同下了台阶 走向自己的马车时 忽然又想起什么 转而走向李淑白 四哥 李淑白回头看他 他犹豫了片刻 才低声说 本案虽已结束 但不知我母妃 画的那张图 四哥与养公公 可有结论吗 此话与本案虽有关系 但只是被介意混淆耳目 用以增添天谴的色彩而已 近日我也曾就此话想过许多 我想太妃那幅画 必定是在先皇去世后 他在偶尔清醒的间隙 想起先皇一笔 因记忆深刻 所以才会仿照自己的记忆 偷偷画了一张 嗯 然而 现在我们不明白的是 先皇当初画下那幅画 又是为了什么呢 表述的含义是什么呢 李润满面悲气 他常年像佛 本就是五官轻质 眼神飘渺的人物 此时更是神思恍惚 心神也不知去了哪里 许久 他才第一声说道 先皇迷流之际 偶尔清醒 却不曾安排任何朝政大事 反而会下这样的图画 岂不奇怪吗 先皇驾崩之后 母妃因太过悲痛 而神志不清 可最后他唯一清醒的时候 却将父皇的这张 一笔访会给我 我想 这幅画 必定十分重要 里面所蕴含的 或许是 可以决定 大唐和李氏皇族 走向的秘密 只因他的母亲 将这幅画 交给他的时候 对他说 大唐天下 就要亡了 江山一主了 而那时 母亲还对他说 润尔 你可切记 千万不要和魁王 走得太近了 李润望着面前的魁王 李淑白 如今的大唐皇族之中 最为出色的人物 他是朝廷的中流砥柱 是唯一可以支撑李家的力量 然而 为什么自己的母亲 不让自己接近他呢 是母亲已经神志不清 还是他曾经 亏见过可怕的真相 所以对他泄露了天机呢 母妃在先皇驾崩之后 一夜疯癫 真的是悲痛过甚 还是 另有其他不可揣测的 可怕内幕呢 他不敢再想下去 正正想了一会儿 正要告别李淑白 后面送完客人的周子琴 已经三步并坐两步 跑了过来 王爷重古 刚刚说到古篓子 我想起一件事了 你们知道吗 张二哥辞去京城防卫司的差事了 为什么 你们跟我去西市看了就知道了 他们被周子琴 拉着来到西市 吕济香烛铺 居然还开着 只是里面坐着的人 成了张行英和他的大哥大嫂 张行英看见他们赶紧站起 先向李淑白行礼 李淑白点点头 示意他免礼 又扫了香烛铺内的情形一眼 你要接手这家铺子了 张行英点点头 又摇摇头 是昨天地宝上门 我才知道这回事的 原来吕 吕老张这店面本是租的 月初他才领进了自己所有积蓄 将这铺子盘下来了 黄子侠抬头看着柜台上 那一段龙飞凤舞的花烛 终于忍不住说道 张二哥 这对花烛 之前吕老张说是不卖的 我想 以后我和阿迪成亲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用 黄子侠点点头 觉得心中感慨万千 满门抄斩的嘴 恐怕这店铺也要被查抄 不 这铺子 吕老张他 他买下来之后 又立即转手卖给了我 你们看 这是地气 房间 铺面 当时阿迪从大理寺刚放出来 他后脚就到我家了 我本以为 那幅画换来的十名钱 是低脆的彩礼 就在他出具的收具上按了手印 结果 这吕志源 早已安排好一切了 这也算是 他承认了张行英的表示吧 那你要在这里 经营铺子吗 不 这是阿迪父亲留给他的 我和家人已经商量过了 便名不改 还放在我和阿迪的名义下 收益三三份 一份给兄嫂 他们答应帮我守着铺子 一份给阿迪 先存起来 还有一份 我拿着出去找阿迪 作为路上话销 这样 就算我找不到他 若有一天 阿迪回来了 他也会寻到自己家 和我兄嫂 一起等我回来 你父亲呢 他同意吗 他之前生病时 我每天在外忙碌 都是阿迪 没日没夜照顾他 才渐渐好起来的 这回 也是他对我说 要是找不回阿迪 就别回来了 张二哥 我相信阿迪 一定会回来的 最好近几年别回来 等到实际适当再说 李淑白看着收拾店铺的张家凶嫂 又看着那盏巧夺天宫的花烛 又说道 不过 关于这个店铺 官府那边的事情 无需担心 我来处理 张行英感激下拜 黄子霞料不到 李淑白居然会主动开口 帮助张行英 顿时恶然望着他 说不出话来 李淑白将目光转向他 那张始终平静无波的面容上 此时尘角上扬 微微露出一丝笑意 如同破晓的黎明 令人怦然心动的 一抹温柔颜色 他们三人回来时 路过剑幅寺 便一起进内烧香祈福 愿此去属地 一路平安 顺遂如意 愿凶手尽早复发 愿我父母家人 在地下安息 黄子霞双手和时 在佛前轻声祈祷 香烟鸟鸟 飘荡在他的面容之上 如同清雾 拢住勺药 飘渺离散 周子芹侧头看见他 不由地待了一待 悄悄地退了几步 蹭到李淑白的身边 轻声问 王爷 你有没发现啊 什么 杨重谷身为宦官 却比女子还好看啊 你说 他要是没有被去世 现在又会是什么样子啊 李淑白震了片刻 若无其事地 转开了自己的眼睛 或许 会高一点 黑一点 肩膀宽一点 五官 硬朗一点 周子芹在心里 迅速地把杨重谷的骨架和皮像 重新按照李淑白说的 整合了一下 然后遗憾地说 还是算了 现在这样好看多了 出来时 大雄宝殿前 有一群和尚 正在用绳索 拉扯那两根巨竹 将立好的蜡烛 又放倒 周子芹跑上去问 诶 是不是怕被日晒雨林变形了 所以要收到库房里去 和尚们 正累得满头大汗 一边注意着收放绳索 一边美好气道 谁有空收到库房去 听说坐着蜡烛的工匠 杀人如麻 连同城公主都死在她手下了 我佛门境地 怎么能要这种东西啊 说着 他们将放倒的两只巨竹 合力抬起 抬到放干了水之后的 空荡荡的放生池内 那里早已架起大堆柴火 那一对巨大的蜡烛 被丢在柴堆上 大火燃起 竹身迅速融化 吸饱了蜡油的柴火 烧得吱吱作响 火苗腾起 足有一丈来高 聚拢在放生池边的和尚们 低头默念经文 净化要挟 夏日午后 气息炎热 迎面的火焰热潮 滚滚而来 几乎要将 站在旁边的人烤干 周子晴赶紧退了两步 对物资站在那里的 黄子霞喊 诶 崇谷 退后一点 小心烫的 黄子霞 却仿佛没听到一般 他一动不动地 注立在火堆旁边 看着蜡块融化后 显现出来的竹心 裹紧颅尾的麻布之上 已今期写了一行小字 愿舞女吕低脆 仪式顺遂 平安喜乐 信南吕志源敬奉 他站在熊熊大火之前 看着吕志源 偷偷写在蜡烛内的这行字 这本应是供奉在佛前 直到蜡烛烧完 也永远不可能被人知道的秘密 而在此刻 那金色的字迹 在高温中 卷曲剥离 所有秘密 被大火吞噬带紧 只剩下灰黑的薄片 轻飘飘地 被火焰气流卷起 四散在半空中 再也没留下任何痕迹 四周佛际清晓 泛雨生生 长安城的暮色 温柔地笼罩住百万人 大唐的黄昏 到来了 三中路第二转完结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点赞评论哟 还可以拍摄 四周佛际 到来 四周佛际清晓 地疏水